講到道之宗旨 眾師尊 那麼老前人他曾經講 天命名師啊 不可思議 要多參悟 那麼這一句話呢 可以讓我們清楚的了解 這個不可思議的地方啊 那麼我們人 最不可思議的就是那個心性的變化 心呢 無法捉摸 那性呢 又探疾不到 那所以呢 這個不可思議啊 只有天命名師才能夠了解 那麼天命名師呢 才有辦法 讓我們的這個回頭過來 所謂回頭是岸 讓我們從迷霧的夢中清醒過來 從這個染著的世間裡面啊 跳脫出來 這件事情啊 只有天命名師才有辦法做到 那一般的師父啊 是沒有辦法了解的 那所以我們上一次講 要這個認對題目啊 題目認錯 那就是 空歡喜一場 也就是說在人世間啊 跟著大家這樣熱熱鬧鬧 拿著香到處亂拜啊 結果呢 再拜什麼不曉得 到場的佛事 到場的活動 辦了一大堆 在辦什麼 也不曉得 所以台語講 握香對白 那握香對白 沒有意義 沒有方向 那更不清楚呢 什麼叫心性 那所以 天命名師 他告訴我們 如何了生死 如何出三界 這件事情呢 是何等的重要啊 還記得佛當時 在法華經 它裡面講 諸佛菩薩 視線在人間啊 那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呢 要開示誤入眾生啊 這個 進入佛的知見裡面 讓眾生了解到佛的這個想法 佛的認知 還有呢 佛指引的方向 生死 大事啊 所謂一大事因緣啊 就是 在講這件事情 那所以 天命名師不可思議啊 也是在告訴我們這件事情 所以說 修道辦道 要視察時機 老前人 特別告訴我們 一貫大道的珍貴 重在天命 那麼我們今天修行 能夠依止在天命名師的門下來修行啊 這是何等的珍貴啊 何等的榮幸啊 在 我們濟公我佛 85年的訓文裡面 它有講到 這個一代名師 好當嗎 現在所生為名師啊 那麼多 你們分辨得清楚嗎 何謂名師 那麼他其中 他就特別點到天命這一點 所謂名師啊 就是要聖擔祖祖相傳之天命 那麼這個天命啊 是祖師傳給祖師的 所以佛佛回傳本體 師師密附本心啊 祖師跟祖師之間啊 一定是互相印證 互相瞭解 那麼上一代祖師的這個秘意的心法是什麼 這一代的人清楚了 就接續祖師的秘意 繼續傳承 所以祖師啊 是代代傳承 那麼向上追溯的 那個極根源的 因為不可思議 因為無法言說 所以呢 先佛用一個老母來作為代表 那麼這個祖祖相傳的這個祕法 這個指授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這個下功夫的地方 也就是名師教導我們 得以這個了生死 出三界的一個方法 那麼他這裡又講到 名師的定義 名師是什麼 要怎樣才可以具備名師呢 他第一個他講 名師要能夠明心見性 明心見性呢 如長中物 寥寥分明 所以他比喻民心見性這件事情呢 就好像你拿一個水果在漲中看著這樣 攏覽清楚 那麼他這一點呢 是大略的說 要細說啊 可以說無量無盡 細說明心見性的那種清楚的程度 也不是忍得知見所可以理解 所以我們只能夠透過這個經典的傳授 先佛的這個教導 然後呢 自己修行的印證 來了解 這個明心見性 大概是什麼樣子 那所以釋迦牟尼佛 他在開悟的時候 他所講的第一句話 眾生皆有如來 智慧得相 只因妄想執著 而不能正德 所以這個釋迦牟尼佛就看得很清楚 他已經了解到這個佛佛回傳本體的那個本體 也就是說眾生呢 都有跟他一樣的這樣的一個如來本性 那這個本性呢 這個本性呢 跟佛是一樣的 不生不滅 不生不死 不變不依 那因為這個境界呢 必須透過修行人 他自己去體正 所以這個釋迦牟尼佛 他把這種現象講出來 讓我們自己去體悟 那麼人 眾生呢 為什麼沒有辦法清楚了解佛的知見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妄想執著 而不能夠正德 你看單單這個妄想 就是無明的根本 那眾生為什麼會有妄想呢 所以我們上次講到 一念不絕 所以就產生妄想 那這樣的妄想呢 這個堅持不斷了 然後呢 又這個分別不斷了 所以造成我們現在 智慧 德能 向好 通通沒有辦法具足 像佛這樣 這麼樣圓滿 這麼樣親近 這麼樣這個 神通變化 這麼樣這個 像好具足 這麼樣這個 像好具足 這樣的一個 一個體正啊 眾生 通通 彌昧掉了 那所以明治來告訴我們 只有明心見性 才有辦法 回到像佛這樣子 回到我們的本來面目 那所以 在我們中國 六足 慧能大師 他的開悟啊 可以說 跟佛完全一樣 放下了知見 放下了妄想執著 然後 他開悟的時候 所講的話 也跟佛一模一樣 何其自信 本至親近 本至具足 本不動搖 何其自信呢 能生萬法 這樣的一個見解 那可以說 已經是了然清楚了 所以 當時 無主 忍和尚啊 這個 半夜 叫他拿著一波趕快走 真正懂得的人 只有這個人 所以能者得知啊 一般的徒弟啊 就好像我們剛才講的 雅英對白 跟著熱鬧 不曉得這個 祖傳的秘意啊 那只有 六祖慧能一個人證悟到 那所以 明心見性如掌中物啊 那我們要知道 佛跟眾生是一體的 是沒有分別的 那那個一體的 那個一體的這樣的一個感受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覺受呢 所以我們上次也有講到 整個眾生就是只有我還沒有成佛 整個這個宇宙的現象啊 都是為了我一個人而視線的 如果我們清楚這樣的一個理念啊 這樣的一個認知啊 我們就已經開始走向覺悟之路了 所以呢 我是唯一的眾生 我最缺乏 我最不足 我需要呢 謙卑的來學習 像這個花草樹木學習 像這個所有的一切動物萬物學習 像一切的眾生學習 因為呢 他們都是視線佛的樣子來教導我 等我呢 能夠回歸到本體 我也跟他們同一體了 那所以宇宙現象是一種虛幻的現象 是我們的妄想分別執著所造成的 那妄想分別執著呢 讓我們一直執迷在六道裡面 沒有辦法了解到我們 那一份親近自在的本體 這個是相當可惜啊 那麼佛來到世間唯一做的事情 也就是讓我們清楚 他不惜呢 進入我們的這個世界 然後跟我們一起做夢 從夢中呢 把我們叫醒 所以你看 道成肉身 他不惜用肉身的形象 來幻導眾生的 進入佛的世界 瞭解到這個心性 是這麼樣的 這一件深奧的道理 你看 心是如蠟不動的本體 心呢 是那個能是能變的 的知見的意識 那這種意識呢 在佛家裡面 又把它分成八種意識 阿賴也是 莫娜是 那這些都是佛為了告訴我們 他所用的這個冥想 但是呢 我們要了解 這些意識的變化 都是虛幻 都是幻滅的 這種幻滅的現象呢 我們把它當作是實在的 所以呢 我們到現在呢 都認為說 我們所接觸的一些 這個境界的現象 都是實在的 那所以會有起心動念 會有這些煩惱妄想的出現 那你真正的能夠放下了 放下了 就跟佛 正人一樣了 所以這個放下 這個是眾生最難做到的 你放下一分 你就贈得一分 就能夠破這個一品無名 就能夠贈一分法身了 所以學到是功夫看在你放下的多少 不是看在你度人多少 不是看在你這個廟堂有多大 或者是你活動辦的有多多 這些都是表象的 真正的這個民心見性 是放下外在的這些五欲六成的執著 放下這些貪稱吃愛的這樣的一個知見 那只有放下才可以進入到聖人 菩薩佛這樣的一個知見 一步一步走向民心見性的道徒 那所以民是要叫我們 從這個日常生活修 從人世間的這個 這些倫理道德來修 因為講太玄遠了 眾生沒有辦法做到 也做不來 所以一下子就講這個頓悟的法門 一下子就講那種很玄妙的境界 這個是虛幻不常 這個是眾生沒有辦法 這個體積到的事情 因為他們的智慧沒有辦法了解 只能夠憑想像 所以民思教我們一步一腳印 昨天講的這個真三言四 才是真正的斷念 從三省四物裡面下功夫啊 那才是真實的絕獸 那所以現在的眾生呢 因為呢頑固執著 煩惱妄想 所以剛搶的眾生啊 非常的難以度化 包括我們自己 我們都覺得很難度化 那所以修行功夫要比放下 我們了解清楚了 我們就要趕快去放下 趕快的去捨得 只有從放下捨得裡面呢 我們才慢慢清楚 自己的本來面目是這麼樣的圓滿 自己的自在神通 是這麼樣的具足啊 那自己的佛性 這麼樣的親近平等 那所以他這一點 講明思 他就是能夠明心見性 寥寥分明 那今天我們會有這樣的一個 煩惱之見 包括現在的象 處在這個人世間 那原因是為什麼 到底我從哪裡來 那我要到哪裡去 我中間的目標又是什麼 這個呢 寥寥分明的明思要告訴我們 要指引我們 要了解生命的氣緣 宇宙的氣緣 我們必須來看 他這裡解釋的第二點 他說呢 明思對於始法界 要能通達無礙 明思對於始法界 來去自如 那麼始法界 我們知道 在佛經裡面 對於這個現象 解釋得非常的清楚 六道之外 還有所謂的四聖法界 那六道呢 是一種 生死的輪迴 那麼如果能夠 超出六道輪迴的 就歸入四聖法界 那我們知道六道 天道、人道、阿修羅道 出生道、惡鬼道、地獄道 這個是六道 那麼眾生呢 大部分 都在這個六道輪迴 在這個輪迴裡面 通常呢 只有越輪越差 我們說輪迴不可能 你輪到後來 就輪到天堂去 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越輪越差 那所以呢 三惡道 很容易進去 三善道呢 要保持一定的戒律 跟一定的善行 三惡道 這個三土 你看阿修羅道 是屬於三善道 但是阿修羅道裡面呢 它也有極大的這個鬥爭 是共高我慢 我們所謂的魔的境界 那麼天道比較好 天道呢都是守 五戒十善 的這樣一個眾生呢 它也有辦法升天道 天道裡面最高的天 飛翔飛翔飛翔出天 能夠有八萬大姐的生命 那一個大姐呢 是一個 一個太陽系的純住壞空 那你看我們這個太陽系 深層 運行 然後呢這個有生命 然後不斷的輪轉 一直到它毀壞 我們說 要這個 好幾十一年 你看太陽系 在天文學家裡面 它就有五十一年的生命 那所以說 一個大姐 人要經過這個一個大姐 要經過幾次的輪迴 那這個飛翔飛翔出天的天人 就經過了八萬次這種太陽系的 神助壞空 你看它的生命有多少 但是呢 佛陀講 天人的生命呢 結束了之後 它還是要 繼續輪迴 所以 這個 升到這個最高天的 飛翔飛翔出天的天人 它壽命盡中之後 就開始墮落 就一定是 落到山途去 如果他們沒有繼續 再行善 再羞恥的話 那麼肯定是 落到最 最底端了 所謂阿比地獄 因為他們的福報都響盡了 他們有這麼大的福報 可以享用這麼久 結果呢不知道修復 不知道行善 不知道這個界定會的功夫 結果呢就墮落到阿比地獄 這個是天人 那人道 那人道 就是守著五戒 所謂五戒 殺到淫忘酒 這個是呢 做人基本的戒律 能夠做好這個基本的戒律啊 那可以轉世為人 可是人又有分很多種啊 有所謂的富貴的人 有所謂的平常人 有這個下賤的人 好人壞人 健康的不健康的 在人世間啊 有太多太多的人的重量 那個都是依照 他累絕的修行 累絕的行善的功夫啊 那只要在人法界 他還是在六道裡面 那麼我們看那個畜生道 畜生道就是魚吃 所以魚吃成為眾生 那我們看 在電視所報導的 國家地理頻道 Discovery頻道 這些呢 常常在報導大自然的景觀 動物的這個萬象 那我們看到這動物呢 互相吞來村居 互相鬥爭啊 互相殘殺 在他們的意識裡面 這個是自然的行為 這個是沒有所謂的 好壞的分別 可是在我們人看起來 會覺得說這個行為是非常的殘忍 不人道 那他因為就是畜生啊 他沒有覺知到這樣的智慧 所以呢 這個眾生淪落到畜生之後 要再脫離這個畜生的這個肉身啊 是非常困難的 你看獅子 在殺一頭癢的時候 在捕獵水牛 或者是斑馬 這些弱小的動物的時候 他們 有一點點慈悲心嘛 那麼 慈悲心 在他們身上是看不到的 那他們如果有生慈悲心自己就要餓死 那如果說他真的因為慈悲心而餓死 他就可以脫離畜生道 但是動物呢 他沒有天經文法的能力 他沒有反思己過的能力 所以動物非常難脫身就是這樣子 那人道如果不好好修 墮入到畜生道裡面 那就非常悲慘 所以這個畜生道叫血圖啊 哦 山土裡面叫血圖 因為呢 他們的壽命啊 終了都要見血 很少看到動物自然死亡 那再來就是 惡鬼道 惡鬼道呢 就是貪心 貪婪的心 墮入惡鬼道 所以惡鬼的形象呢 就是永遠都吃不飽 所以才叫惡鬼 那麼一般呢 我們人時候 所謂變成鬼神 變成這個靈魂啊 這個都是 屬於惡鬼道 我們在世間 在電視上所看到的 這些靈魂的感應 或者是顯化的現象 其實都叫惡鬼道 那惡鬼道呢 因為貪婪的心 所以轉生到惡鬼道 所以惡鬼道是刀土 他總是害怕的 會被別人所殺 會受刀的這個屠戮 那在這個惡鬼裡面啊 也有可能 是我們的祖先 他一直在惡鬼 或者是我們的這個 這個冤親在主 那他因為呢 需要 需要功德 所以他會干擾人世間的生活 你不尊敬他呢 他會來干擾你 他會來障礙你 你跟他有各種這種 欠債 欠傾 欠傾的關係啊 他會來干擾你 那他自己呢 是要修到非常難 要聽經文法 非常難 好不容易有一點點的善心呢 不久就因為 這個他的肉身啊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滿足 沒有辦法吃飽 所以呢 他會為這個 吃死的事情呢 而在 煩惱 每天所煩惱的 都是呢 吃不飽的問題 那他的欲求呢 也不滿 想要的東西呢 永遠都達不到 那永遠都想要追求 這個是惡鬼 那地獄的眾生呢 地獄的眾生 完全是受苦 也就是說如果說 眾生呢 造了太多的冤孽 惡業 他必須在地獄裡面呢 受各種刑罰 當刑罰受滿了 他才有辦法脫離地獄道 所以 這個 地獄啊 是憎恨心 所造成的 我們說嫉妒 怨恨的心 所以一個人 在這方面呢 如果太過強烈 那種報復心太過強烈 他會墮入地獄道 那要在地獄道裡面受苦 非常的苦 很難翻身啊 要受到這個 要受到這個他的刑滿 在佛經的記載 那都不曉得要算多少劫 這樣的劫數呢 人沒有辦法想像 那所以 那所以 山土的眾生呢 很苦很苦 那眾生如果不曉得 這個修道 行善的話 落入到三二道 想要翻身的機會 就非常非常的困難 但是呢 我們剛才講的 都還是在六道裡面 六道裡面呢 是生死不斷的 有這個 輪迴啊 不止 只有呢 真正的修界定會的人 真正的民心見性的人 他才有機會 跳出這個六道輪迴 誰可以跳出呢 就是四聖法界 申文法界 申文就是阿羅漢 阿羅漢有所謂的四個果 須多環 阿娜喊 斯多環 還有阿羅漢 只要正到出國以上 那麼他就可以跳出 六道輪迴 世間的所謂的聖者 所以能夠跳出 六道輪迴啊 這已經是 很不容易的 的一個功夫了 在世間的人來講 這是一個 戒律很深的 定功很深的人 他才有辦法這樣 所以阿羅漢已經到達 世聖法界的 這個最初階的階段 所以人世間 要看阿羅漢 事實上不容易看到 我們講 一個君子都不容易看到了 何況說呢 我們要看到聖人賢人 那麼在儒家的君子 就是佛家的阿羅漢 這個是深文法界 那深文法界呢 他是修十二因緣法 從這個十二因緣裡面呢 他了解到 苦空無常的道理 所以努力修 修這個界定的功夫 才可以跳多六道輪圍 那菩薩法界呢 還有一個叫原訣法界 原訣法界 就是辟師佛 又高於阿羅漢 那他呢 可以不用經過 民事的教導 然後呢 他自己呢 自修自證 自修自證了 了解到苦空無常的道理 原訣法 是修十二因緣法 那我們剛才講 深文法界 是這個 這個四聖地 苦極滅道 那這個原訣法 才是修十二因緣法 那這個 替之佛的這種果位啊 已經是定功很深的 一個修行人了 再來我們看說 菩薩法界 菩薩法界就是修 六度心 這個是我們道場常常講的 六度波羅蜜 那麼菩薩法界呢 菩薩的一個果位啊 他的定功 有可能比不上阿羅漢 但是呢 他的智慧肯定超過 神文 原訣 那麼 這個就是小聖跟大聖 最大的區別 那麼小聖呢 就是獨覺 就是治了漢 他這個自修自悟 自己正果 他不管這個眾生的現象 世間的疾苦 但是小聖的修行人啊 他有沒有度化眾生呢 他還是度化眾生 只要眾生有疑 眾生需要他 眾生來要求他 他就會去幫助眾生 那如果說 眾生沒有要求他 沒有來請他 他就不會幫助眾生 所以這個叫小聖 那菩薩不一樣啊 菩薩呢 他可以做眾生的不請之友 來幫助眾生 看到你受苦了 他主動來幫助你 看到你什麼需求 菩薩主動來幫助你 所以叫修六度心 不思慈戒 忍辱 精進禪定 智慧 或者說成般若 這個是菩薩法界 那所以說 我們道場 一進來 我們就被灌輸的 這種菩薩法界 這樣的一個修學的目標 我們就是要去度人 成全人 要發這個精進心 要有這個不思的心 忍辱心 然後呢 你要透過佛歸禮節 你要有這個 這個禪定的功夫 透過這種清淨的修行 然後呢 證得了覺悟的智慧 所以我們走的是 大聖的修行路線 那是 那因為呢 在道場 我強調度人 一直到現在的現象 當老前人被控之後 還是 以這個目標為主 度人半道為主 所以呢 造成現在道場有一種現象 以度人來看這個 你這個修行的靜靜 你修辦的成果 或者是看這個 這個 廟裡面的 廟裡面的 的這些道心呢 到底 有沒有很多 來看這個道場有沒有很新生 那這個跟菩薩法界 已經呢 相差甚遠 那菩薩法界呢 他是 秉著一股 慈悲救世的心 那他秉著這個心呢 他自己本身呢 就是一個 覺悟的修行人 他要這個代表明師啊 來這個施法 來佈德 所以呢 他要把道德 落實在人間 他要把這個佛的教化 推動到人世間 那所以如果說 專注在 這個度人辦活動 結果呢 你度的人都沒有成全 你辦的活動呢 也沒有 啟發大眾的 菩提心呢 那麼 我們知道 在做的這些事情 都成了一種 福報的修為 沒有辦法 內政到功德上去 那我們知道 只有功德才帶著走 福報是帶不走 福報就是世間人的 世間的享受 世間的滿足 但是呢 決定我們是否可以超生了死的 只有功德 所以六祖壇經裡面他講到 此事福不能救 吳祖大師 告訴他的圖眾 此事福不能救 此事是什麼事呢 了生死出三戒 要跳脫這個輪迴的這個圈子 這件事情 所謂生死大事 所謂生死大事 福不能救 福就是福報 福報沒有辦法幫助你這件事情 那麼他的圖眾呢 都還只著重在修復 不重視呢 內在的德性的養成 那內在德性的養成呢 要透過戒律 要透過一種禪定的功夫啊 你才能夠生發那個智慧 你沒有智慧 你怎麼樣度化眾生呢 你自己都不清楚了 你怎麼樣替思不得呢 沒有辦法 你講的都是表面的自己 那些花花草草啊 沒有辦法深入到核心 深入到根本 那麽 豈不有偽名思 傳授你這個 一直超生的大道嗎 你都在辦這些表面的功夫 結果呢 心性的功夫呢 通通沒有用到 通通沒有落實 那所以現象 現在的現象啊 有一點這個不重視內聖 只重視外網 但是外網如果沒有內聖的功夫啊 來做支撐啊 這個外網的這個事業 很快就會枯萎了 就好像插在花瓶裡面的花一樣 那是沒有根的 那個花呢 早晚都要枯萎掉 插的好看啊 沒有多久就要枯萎了 那麽這個插著好看的 的上面 在這些表面上做功夫啊 結果呢 核心一點都沒有用到 那麽你 你修道又是為了什麽呢 我們說啊 不要只看熱鬧 不要只跟著 搞這些外在的事項 要真正的落實到這個內在的道德 要把這個道啊 插線出來 要回歸自然的這樣的一個衣歸啊 那麽我們人 自然的衣歸 就是倫理道德 就是三綱五常五輪八德 那麽回歸自然的生活 就是回歸到這個倫理道德的生活 我們如果說 我們如果說連這種 回歸自然的這種生活 都沒有辦法做到 你怎麽可以說是修行呢 更不用說要去度阿眾生的 這是這個實法界中 菩薩法界 那菩薩法界呢 再更高一層就是佛法界 那但是在佛教的說法 這個佛法界 它還不是最高的法界 因為實法界裡面的佛法界 它是屬於別教的佛 應該說是藏教的佛 通教的佛 那麽藏教的佛跟通教的佛 在這個大成的這種 分法裡面呢 它還是出著以上的菩薩而已 所以這個佛還不是圓滿的佛 那麽什麽是圓滿的佛 只有跳脫實法界 那才可以說回歸到佛的本來面目 這個一針法界 那一針法界所說的這個境界啊 就有一點像我們道場所說的禮天的境界 那所以在我們了解之後啊 我們發覺到說 在古訊裡面記載的 穿仙衣 這個穿仙鞋 蹭青龍誇彩鳳 這個不是一針法界 這個還是在這個淨土的境界裡面 那當然淨土也有分 品極之分呢 只有回歸到長期光土 那才可以稱為禮天的境界 那這個禮天的境界啊 對於眾生的更新來講 因為太過懸遠 太過高超了 以眾生的更新呢 他沒有辦法一下子 修行 然後呢就直超到 長期光土 禮天的境界 所以呢必須呢 透過了這個劍刺的修行 所以我們在 道場裡面先佛告訴我們 我們是回到 彌勒佛的淨土 回到彌勒的內院 當我們呢 回到彌勒的內院之後呢 我們是一個 不退喘的境界 這個不退喘的境界呢 可以呢跟著彌勒佛 再來 平受萬教 再來呢這個 普渡搜遠 所以當我們下一次 能夠呢 修到不退喘的境界 跟著彌勒佛一起來 普渡搜遠的時候啊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在那個階段呢 好好的在 這個德性上下功夫 心性上下功夫 這個才能夠 衛證到 這個長期光土 佛的境界 我們說禮天的境界 那所以那個時候搜遠 是要搜自己的遠 不是去搜別人的遠 那佛不是獨成的 所以呢要成就 大家一起成就 這個呢才是一種 佛的一個本懷啊 那所以他說呢 明師對於司法界 是通打無礙的 對於這些司法界的現象呢 都認識得很清楚 他才能夠 帶領我們 處理司法界 然後回歸到醫生法界 所以明師呢 要達到這樣的境界 所以 如果說 他對於這些 這些境界 沒有辦法了解 沒有這些自在 神通 沒有這些 這些智慧得能的話 他沒有辦法代理我們 離開實法界 離開實法界 再來他講 一位明師啊 要能不心向天黨 不厭惡地獄 不因見佛菩薩而心生惋喜 不厭惡地獄眾生 明師是沒有好壞善惡的 一個佛 他的心呢 是平等的 所以我們 這個世間講 世間話 彥女在講 這個正子為神啊 平等做佛 只有達到那個平等的心啊 他才能夠見到本來面目 他能夠內政造這個圓滿的自信 所以呢 他不會 有所謂的天黨地獄之說 你看地獎王菩薩 要度化地獄的眾生 可是他到了地獄呢 根本沒有看到地獄 因為呢 他所看的地獄不是地獄 而是一個淨土 他要把那裡的眾生呢 度化成 本來的面目 所以呢 這個明師呢 對於眾生啊 他是沒有 這個善惡相的 沒有好壞相的 根本沒有所謂的 這個神通顯化 也沒有 度不了的眾生 所以明師是完全的 沒有對待 沒有分別 沒有對待沒有分別 就是 這個一生法界的現象 有 有分別 有對待 甚至有知所 有這個妄想 這個都是後天 後天的這個心意識 所造成的 親近心是沒有 平等心是沒有 真誠心也是沒有 所以明師的心呢 是達到這樣的一個境界 那他說呢 明師要能夠長陰長近 覺醒圓滿 一切呢 圓通無外 那所以明師 他對於世間的道理 他不會依 依著世間的境界 環境的變化 而產生變化 喔 他是呢 不變隨緣 他的心呢 如如不動 可是呢 他 面對於這個世間的萬事萬象 他隨緣於這些眾生的 的要求 他跟著這個境界環境在變化 但是呢 他的內心如如不動 可是呢 他怎麼講 怎麼說 都是對的 講壞了也是對的 講錯了也是對的 喔 說不好的話 說 說惡眼相向的話 也是對的 因為呢 他已經 像孔老夫子說的 從心所欲不語局 他覺醒圓滿 他已經覺證解脫智慧 所以呢 他行出來的事情 講出來的話 這些言語造作 都是善的 都是圓滿的 他為了教化眾生呢 他在視線那一個像 所以你看我們 我們看到官聖帝君 常常有人會 問候學 你覺得官公這個人怎麼樣 問這句話 候學就知道 他對於官聖帝君呢 有所不滿 對於他三國的那一段 並不了解 官聖帝君呢 為什麼會視線三國的 那些 這個人世間啊 沒有辦法理解的那一面 譬如說他 他這個高傲 譬如說他殺人 甚至呢 他沒有吃素 這些呢 是眾生沒有辦法了解 但是呢 細舊呢 這個常陰常盡 覺醒圓滿的道理 我們知道啊 官聖帝君 他本來就衛生成佛了 那他所以呢 來到三國 他演那一幕啊 他是為了要教化 那個時代的眾生 所以呢 士卷將軍像 將這個佛菩薩的 聖賢的道理 做出來給大家看 那他殺人 殺人是表演給你們看 他不吃素 不吃素也是表演給你們看 那他在當時那個環境 他必須這麼做 他視線那個將軍的像 他就是要這麼做 那麼常常就有人問說 那這個不吃素到底要怎麼講 哪有一個佛菩薩不吃素的人 其實我們想想看 釋迦摩尼佛有沒有吃素 釋迦摩尼佛也沒有吃素啊 孔老夫子也沒有吃素啊 現在 現在在強調吃素的 在台灣的佛教 有在強調吃素 台灣的修行人 有在強調吃素 世間的宗教沒有強調吃素 那你說釋迦摩尼佛為什麼沒有吃素呢 釋迦摩尼佛 他知道吃素的道理 但是呢 也知道吃素的環境 那麼這個沒有辦法吃素的環境 那些眾生要不要度化 要不要成就他們 也是要成就他們 所以呢 他有這個方便說 他有這個隨緣說 有開緣說 你看他如果去脫波 他脫波的對象如果沒有吃素呢 他拿一塊排骨給他吃 但是請問釋迦摩尼佛吃不吃啊 釋迦摩尼佛還是照樣吃啊 那不可能把他丟掉吧 這個是眾生的恭敬的心來供養他 他也是隨緣要把他塊排骨吃掉 那所以 釋迦摩尼佛 他雖然有說吃素 但是呢 他沒有子摘 因為他要方便眾生 他也講三勁肉 依照環境的不同 而眾生呢 有所 有所開圓 這個是方便的說法 那所以我們知道 佛啊 是合情合理的 那明師 是佛 是祖師啊 他要做事情也是合情合理的 那所以說 觀聖帝君他沒有吃素 那他沒有吃素呢 他又可以成為 先佛 成為一代聖人 那所以我們這裡 就要覺知到 如果說我們今天 能夠 了解到自己已經 為正成佛 為正成聖人了 那麼你就可以隨緣自在 殺生也沒有過錯 吃肉也沒有過錯 你殺生吃肉 你為正成佛了 你所殺的 你所吃的這些眾生呢 跟著你一起成就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度到他們啊 你沒有度到他們 你怎麼可以成佛呢 你跟他們還有這個因果關係 你怎麼可能可以回天呢 不可能嘛 那所以觀聖帝君 為什麼可以回天做佛呢 那是因為 他的這個缺行圓滿 那這裡講 常因常經 為了硬 為了硬 他不得不實現這樣子 那經呢 常經是因為他的內心 本來就是 這麼樣的慈悲 這麼樣平等 這麼樣真正 所以呢 他可以圓通無外 周遍一切法界 所以說觀聖帝君 他早就是佛的這個化身來 他早已為正成佛 那他是留下來這些事件這些教法 就是要教導眾生 你只要好好的做人 好好的把這些倫理道德啊 把他落實在生活上 那麼你就可以回歸本位 探元廟之理入上聖子般 所以他講那句 這個為人忠孝感天地 起哉 慈哉佛顯靈 這個是真功十善 專門在那裡 講這個慈哉 講這個顯化 你難有辦法成就 這個忠孝 仁愛 這些三綱五常五人八德 沒有做到 每天都在那裡講 這個慈悲 講那個顯化的故事 這有什麼用呢 所以在修行路上啊 盡量不要讓自己有顯化 你看你 你會出了什麼事情 先佛菩薩來感應你 來拯救你 那你如果世間知道 會出那樣的事情 你願意讓他出現嗎 你也是不願意啊 你寧可不要先佛菩薩來搭救你 你也不要出那個事情 所以想到這樣 慈悲顯化 只是一時幫助人修道的信心而已啊 那個不是修道的現象啊 那只是一點藥 這一點藥呢 提振人的元氣 提振人的信心啊 那不是常道啊 所以佛菩薩覺醒圓滿的道理啊 他用的各種不同的這個法藥 適應的眾生的這個 這個必病啊 來對正式藥 那所以說我們自己要了解 這個明吃的藥 不一定適合每一個眾生 那他現在 你看佛講八萬四千法門 那麼你到底修哪個法門好 門門都好 門門都是無上道 那但是呢 那但是呢 這種現象呢 在現在的世間啊 又顯得太過扑朔迷離了 你說門門都好 門門都是無上道 那麽我還是不知道 到底什麽樣法門 對我最好 所以呢 明吃告訴我們 你就不要選什麽法門了 儒家收遠就對了 你就認清這個目標 那就對了 你看儒家收遠 儒家在所有的宗教裡面 是沒有人有意義的 你說這個孝順父母 難道你基督教不孝順父母嗎 你這個回教了不要孝順父母嗎 尊師重道 難道你信其他宗教就可以不用尊師重道嗎 甚至說你不是宗教徒 你難道不需要講忠誠嗎 你不需要講信義嗎 這個的都是說不通的 所以呢 儒家呢是 這個天下的準則 天下的只要是神 做人的準則 那就是儒家的道理 那所以現在講這個 儒家收遠 真的是對自末世 末法的眾生 鐵的良藥 現在你去 你去 趕經 拜餐 你去參加法會 你去朝山會 會禮 這些呢 各宗各派的這些 這些修行方法 五花八門啊 都在 都很熱鬧 你趕上 趕上去了 好像自己有在修行 結果呢 內在的功夫一點都沒有像 那明師告訴我們 內在的功夫 就是倫理道德 就是三綱五常五輪標準 五輪八德 你把這個做好 你認清這個目標 好好去做 好好下功夫 這樣就對了 這個就是明師的教法 所以你看 明師啊 他是 應食應運的 他依著這個現代的時代的需要 而出現 那他依著時代眾生的這個 這個必病 提出了這樣的一個 的一個法門啊 告訴我們 那這個法門 最輕鬆 最簡便 最直接 所以儒家收遠 認清目標 這個就是 師尊 明師 他教導我們 我們跟著做 那就對了 大家早安 大家好 講到 眾師尊 我們說 人人宏道 非道宏人 所以修道 要認理是修 而不是認人來修 也不是以感情而修 要以理智而修 那所以呢 明師一再強調 一再提醒我們 一再提醒我們 要讓大家呢 在於這個末後的修行啊 不至於失去方向 修道 不是跟著典籃師 也不是跟隱保師修 而是呢 要認理師修 那這是 佛佛老師 跟我們講過的話 那所以 任理實修啊 這是一個修道人 最為重要的一個警戒 那什麼叫理呢 只有一本心本性 而流露的 那個才是真理 也就是說 我們的本性 是純然至善 依照這個純然至善 來修行的 那這樣呢 才叫做認理 我們人 生活在天地之中 那麼人的理是什麼 人的理就是 性理 道降在人的身上 依性理的方式 讓人生活在這個自然之中啊 那麼人的自然的這個法則啊 就是三綱五常 五輪八德 所以人如果 能夠 在這個三綱五常 五輪八德之中呢 好好的來修行 好好的來實踐 那就是回歸自然 回歸自然 沒有不得到養生之道的 所以這個叫 任理實修的真意 那麼講到眾師尊 師尊他 所要強調我們的 也是這個 那所以任理實修 就是 讓我們尊師眾道 那因為道尊 所以呢 師就尊 透過明師 告訴我們這樣的道理啊 讓我們可以 開發我們的本性 了解到我們那個圓滿具足的 光明覺體啊 這個是明師 他降世在人世間 最重要的目的 我們上次講到 有 激功活佛 激功老師 他 在民國八十五年 新殿賢德佛堂 所開示的這篇 這個廟訓啊 裡面是講到 一代明師的標準是什麼 那我們講的四點 接下來還有兩點 他說呢 明師要能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 度化眾生 悲願無窮 那麼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啊 這是一個菩薩 以上的這個修行人啊 通通要具備的一個 德目 那麼對於眾生 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 這是一個抉擇 的一個認知啊 那麼為什麼說無緣大慈呢 因為呢 不需要條件 不需要因緣 不需要講求任何的關係 你對於一個眾生 你都會升起這樣的一個大慈性 這樣的一個悲捨心 那同體大悲呢 實際上就是清楚 我跟眾生就是一體的 這是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的爭議啊 那麼了解到這樣的一個道理啊 是非常非常的深奧 在佛家只有菩薩以上 這個阿羅漢以上 這樣的一個初世間的聖人 能夠了解到這種道理 但是呢阿羅漢了解了 他卻不一定做得出來 那只有菩薩了解了 他也做得到 所以 所以菩薩 才是我們現在 一貫道的修行人 他所要效法的目標 所要學習的對象 那老師呢 他常常要求我們 我們呢 在人世間 在這個世間法裡面呢 至少要做到一名君子 我們說菩薩 他的位階啊 就好像這個儒家的賢人一樣 那聖人就是佛 那因為這個儒家是在世間的 所以他在世間的這個最低的 這種標準 是希望我們做到君子 君子是等同阿羅漢的標準 那阿羅漢是出世間聖人的最低位階 那所以我們的心境 起碼要達到這樣子 但是阿羅漢跟君子 最大不同的地方 那就是君子 他也要 負起教化眾生的責任 因為他是住世間的 阿羅漢可以不用住世間 那所以呢 一個君子啊 他常常要去補天地的不足 雖然他所作所為 沒有辦法像聖人這麼圓滿 但是呢 至少呢 他的起心動念是善的 常常呢 依天地之心而發出 依這種 這個明思的這樣的一個光明覺知啊 來這個跟眾生一起生活 那所以無緣大慈啊 這樣的一個境界啊 那就是一個佛菩薩的境界 所以我們要知道 這個我跟所有的一切眾生 那種一體的那種絕獸 所謂生命共同體啊 沒有任何分別 對待與妄想 那所以說 我們今天 有什麼困難 來求佛菩薩幫忙 佛菩薩是沒有附帶任何條件 要來幫助我們 我們總是在求 佛菩薩總是在應 那為什麼有的人求 沒有得到佛菩薩的感應呢 這個要很清楚 並不是佛菩薩不慈悲 沒有來感應我 而是呢自己有障礙 自己的障礙 把佛菩薩的這個印啊 把它阻隔掉 那所以呢自己的障礙是什麼 就是累結累世的這些脾氣 毛病 煩惱妄想 那所以迷思呢 他一直是很想要拉拔徒弟 一直希望呢 徒弟有所長進 徒弟呢有所覺悟 可是徒我們呢 沒有辦法體悟到迷思的心 所以一錯再錯 不斷的在墮落啊 只有三不五時回到道場 感受一下這個道場的氣氛 接受一下先佛的這種法位滋潤啊 他才可以偶爾提起一下這種 光明的覺知啊 然後呢 又繼續的修行 繼續的奮鬥 可是沒有多久 又開始墮落 又開始煩惱妄想 這個是眾生 面對這樣的眾生 佛菩薩明思啊 不願其反 不斷的釋憲 不斷的用各種方法 要來救度這些眾生啊 所以他這裡講 明是要能無緣大慈 就是同體大悲的度化眾生啊 這個是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 什麼叫沒有為什麼 因為呢 這個本來就是 先佛的心 本來就是明思的願 所以救度眾生 沒有在問為什麼 他是我這個生命共同體的一個部分 如果說他壞掉了 我自己也好不了 所以右手幫助左手 抓一抓抓癢 安撫一下 左手不必跟右手感謝 那不必感謝的道理 是因為本來就遺體的 沒有什麼好感謝 那腳受傷了 手去跟腳呢 安撫一下 希望腳趕快好 手不會希望腳趕快壞掉 因為腳壞掉了 手也好不到哪裡去了 身體呢 某一個部位壞掉了 那整個身體呢 也就不舒服了 生病甚至倒下了 這個是一體的道理 那這個道理呢 因為非常的深入 所以只有用心修行的人 他才可以了解 當一個地方 的這些眾生啊 發生災難的時候 那個災難啊 是我身體裡面的一個部分 發生的病變 那這個病變呢 如果不趕快把它處理好 整個身體就會 就會病倒了 那所以說 我們看到這個新聞 每天所在報導的 這些災難 這些 種種的這些事故啊 它不是跟我們沒有關係 它跟我們有的這個相互依存的關係 所以我要想辦法 去幫助他們 去救度他們 去這個提醒他們 那是因為 要知道整個宇宙是一體 那整個宇宙是一體呢 所以某一個地方呢 發生災變 那生病了 所以呢 必須要把這個病治好 那治好的方法 就是透過我們的親近 我們的平等心 我們的真誠心 慈悲心 來愛護他 總有一天呢 把他的這個 這個悲憤之氣 那麼症狀呢 把他消除掉 不是靠外來物資的救濟 也不是靠金錢 感受到這樣的一個大慈 無緣大慈 這種同體大悲的 這樣的一個心量 你才知道說 為什麼明知 是我們現在人生的一個 依靠 沒有明知我們哪有可能 有這種證物呢 我們哪有可能 有這些體認呢 所以 社會上 看到種種 很殘忍的事情發生 很不捨的事情發生 那個呢 都是我們這個整個社會裡面 一體的這個生命裡面 發生的病變 那麼身為一個修道人 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應該趕快懺悔 趕快感恩 趕快修功德來回向給他們 祈求呢 我的這一份親近真誠的慈悲 它那個波動 可以呢 化解他們的那個 那一份怨氣 那一份這個不安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 在有一本書 叫做曠野的聲音 那這是一個外國人 到澳洲 去訪問 看到澳洲當地的土著文 他們所生活的一些過程 所寫的一本心得 那他們 他所寫的這些心得 讓我們可以說呢 大開眼界 那其實大開眼界的 這些道理 在我們的古聖先寫裡面 留下來的資料非常多 只是呢 我們不曉得去應用它 那譬如說他們那些堵住 那他們呢 可以在這個荒山野外 在這個荒漠這種森林當中 他可以在用 可以在那裡過火 下雨天了 他可以不穿衣服 就在雨中這樣 這樣讓他領 他也不會生病 那他說呢 我們這個文明的人 沒有辦法做到這樣子 所以他 他把我們這種文明人 事實上 我們自稱文明人 到底誰比較文明 其實也很難認知 他把我們這些都市的人 稱之為變種人 他們自己呢 稱為真人 你看真人不是我們道家所說的 這些神仙嗎 那他們這些 這個真人啊 可以在這個荒礁野外 也不穿衣服 也不用住房子 可以這樣生活 零三天的雨 也不會感冒不會生病 我們都市的人 現代人做不到 那所以呢 我們的體質 絕對沒有他們那麼好 生命力的那種強韌度 也絕對比不上他們 那他這個作者啊 剛好採訪到 一個土著啊 從這個山癌掉下來 就腿折斷了 腿折斷了呢 他就趕快呢 把他送到巫師那裡 那巫師的治療方法呢 用安撫的 他就把這個 用他的手 在他的這個 骨折的地方啊 那個骨頭啊 都這樣突出來了 突破這個皮膚了 已經露出來了 他就用安撫的方法 不斷地祈禱 不斷地在念咒語 然後這個安撫 叫他的這個內部的細胞啊 趕快回歸本位 安撫了大概 一兩天啊 這個突出來了 這個骨頭啊 竟然自己自動受回去 而且呢 這個受傷的傷口啊 還主動地癒合 也沒有吃藥 也沒有敷什麼藥 就這樣好了 一個禮拜之後 他已經能夠走 能夠跳了 你看這個 在我們來講 這個叫特異功能啊 對他們來講 家常便飯 哪有什麼特異功能呢 特異功能也是本來我們就有的 我們今天吃掉了 所以就把它稱為特異功能 那事實上呢 當我們能夠回歸本位的時候啊 這些自在神通的能力啊 我們哪一樣不具足呢 那他們呢這個生死啊 也看得很寒 他們聽說呢 有一種生命的這個開關啊 他可以隨時回去 回去到天堂 那他如果說這個 世間啊沒有需要他了 他就把他的生命開關關起來 那他就回天了 你看這個生死自在 澳洲的土著已經達到這樣的境界 那對於我們來講 這個已經是修行到一種非常高的成就 才有辦法這樣 那他們不是啊 他們呢 稀鬆平常 這本來就應該 本來就應該做的事情 本來就應該會的事情 那他們的生活呢 每天都要感恩 每天都要跳舞 每天都要祈禱 這個是他們生活中的儀式 喔 這種祈禱 這個唱歌跳舞 這個是他們在跟天 溝通的這種時段 那所以修行 要達到像他們這樣的一個 親近的 真誠的 這樣的一個 一個心態啊 這個是我們 現代的人啊 要以你為界的地方 他們也沒有說在修行 他們也沒有在修行 他們只是在過日常中的生活 所以可見呢 日常的生活就是他們的修行 那這個跟儒家講的不是完全一樣嗎 儒家告訴我們 生活之中就是修行 修行就在生活之中 我們把三綱五常五輪八德 這個人倫的鬼範做好 這個做人的本分做好 這個就是在修行 如果我們也能夠回歸到這樣的自然生活 那麼我們是不是也有像他這樣的能力呢 哪一天我們也這個生死自在了 欲知實至了 我們也可以瀟灑的離開啊 當這個社會不需要我的 我就回天去幫助老師 這個不是很好嗎 所以明師他這裡講到啊 這個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啊 度化眾生悲怨無窮 度化眾生悲怨無窮 那可見呢 一個明師啊 他來到人世間 那他這個點醒這些眾生之後啊 他還要不斷的去點醒 直到沒有眾生讓他點醒 事實上在明師的心中來講 也沒有所謂的眾生 因為每一個都是佛 只是呢 他暫時迷霧住了 迷惘了 那暫時呢 這個糊塗了 所以呢 明師要去把他點醒 要去把他救度出來 悲怨無窮 無窮無盡啊 無窮無盡是因為眾生的煩惱 無窮無盡 那只要還有一絲煩惱 就會障礙眾生 這個得度的機緣 所以明師呢 要去用各種法藥 用各種這個生相啊 要去度化他們 這是明師的條件 那還有最重要一點就是 明師呢要聖誕 主主相傳的天命 這個先前我們就講過了 那所謂的明師 那一定是他有身父天命 他才能夠自身明師啊 否則只是一種先佛的教化 就不是明師 這個呢 這個從我們的典籍裡面也可以看得到 你看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 同時也是有一尊佛 硬化在人世間啊 哪一尊呢 我們都知道 維摩戒 維摩戒這尊佛呢 他是視線在家人的身相 但是呢 這個佛陀的弟子啊 去拜維摩戒的時候啊 都是用這個禮拜佛陀的禮節 來拜這個維摩戒 所以可見呢 維摩戒也是當時的佛 那維摩戒他為什麼沒有 像佛陀一樣呢 來承傳這些道法 因為維摩戒他不是明師 所以明師還附帶一個 這個祖師的傳承 天命的任務 那這個天命呢 因為不是人的智慧可以測量 所以這個是先佛的事情 這個是老母的事情 沒有辦法測量 所以老千人常跟我們講 我們就辦好我們眼前這一段 我們做好現前的事情就好 將來的事情將來再說 那所以 北海老人他也曾經講過這句話 他說眾道友 莫貪戀小道 信眾物 命未傳難討解冤 各位修道人啊 不要貪戀那種小道 那些看起來很好看 但是呢 那些是虛花假情 不要被好看所迷霧住了 他說信眾物啊 命未傳難討解冤 你這個心理這個道理啊 你雖然側悟了 可是呢 沒有天命明師的傳送 你還是難討解冤 沒有天命明師 將這個眾生的那個心理心法 那個打開的那個開關啊 還是沒有沒有鑰匙來打開的話 你還是沒有辦法摸得著這種根啊 那所以天命明師 他是相對的這些所有先佛來講 是無比的重要 對於眾生來講 更是無上的這個尊貴啊 沒有天命明師啊 眾生要得度啊 真的是難如登天啊 就是再多的微魔節 也沒有辦法 來挽救這個職 這個結束 所以他說命未傳 性命難破結緣 你的性命呢要超勝鳥死 要回歸到本來面目 要這個 達到長極光圖 那種精神狀態 那種沒有物質沒有精神的狀態 那種這個佛的本來面目 這個才是迷思要來傳道的主要目的 那所以這幾點 是激光老師 他所說明的迷思的重要 那麼他講到這裡 我們可以反省到 激光老師他所說的這個迷思的條件 那他不是在講他自己 他也不是在講某一位先佛 他講的實實在在就是在講我們自己 如果說我們是替老師 替師尊師母 要來佈得要來傳道的話 我們自己也沒有達到這些智慧德能 你有沒有迷思的那一份慈悲 有沒有迷思的那一份願力 你有沒有迷思的那一種智慧 還有他的德能神通自在 他的向好有沒有 那麼你如果沒有 雖然你還是在度化眾生 可是你所成就的中中只是小局限的 甚至你連自己都成就不了 那麼如果一悟就全部都悟 所以這個真的是替師傳道 為師不得的人 他是一悟是全部悟的 他要有這個具體而為的這樣的一個德行 雖然沒有像激光這麼樣的圓滿 但是我們也要有小機功的模範 所以這裡他講的迷思的條件 是在告訴我們 我們自己要開發內在的本性 內在的那一份智慧 以及德能 這樣你才有辦法聖誕天命 來普渡三草 我們幫助師尊師母 來普渡收緣 你有沒有這個能力呢 所以他這些條件是在講我們自己 不是都把這些責任 通通歸給明次 這個我們要認清楚 所以講到這裡我們知道 對於尊師眾道的一個重要性 明師對我們這麼樣的 這個不可思議的影響 還有那份慈悲的偉大 那這麼樣的一個重要的一個角色 我們是怎麼樣如何 來依止到他的門向好好的來報答他呢 那所以他 他這裡講到 尊師眾道是修行的前提 一個修行人 首要的條件呢 就是尊師眾道 那我們說到 修行是為了 這個了生死出三戒 是為了這個 幫助師尊師母 補渡人世界呢 所以修行 除了你要有在家的這樣的一個 道德典範之外 你還要有出世間的這樣的一個智慧德能 所以講到出世間的修行 我們要講到師道 那師道呢 師道 是幫助我們脫離六道輪迴的一個主要的因素 那對於師道如果不尊重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才能夠叫修行人呢 所以尊師眾道成為修行 所要的因素 所以一個修行人 如果他沒有辦法做到尊師眾道 那麼他本來 本來有的這些神通自在 這些能力啊 他就會漸漸失掉 譬如說他本來是 心道清 然後呢 修行到一個境界了 有一些能力了 結果呢就槓高 生出我慢心 不再認為明師的重要 以認為自己是最重要 自己就是明師 那這樣這樣的修行人啊 他就自覺根本 他的這些智慧德能 甚至向好就會慢慢改變 他的命運呢也會慢慢改變 那他呢 終究的要自覺於 這個覺悟之路了 必定會退轉 那麼如果說 剛剛學到的人 就不知道尊師眾道 那一定呢 沒有辦法登堂入世 沒有辦法探集到那個到底 所以可見呢 尊師眾道 這個事情啊 是很重要的一個根本界 根本的修行 就好像我們說 這個水塔裡面啊 結果沒有水進來了 你空有一個水塔在那裡 這些水塔的水用完了 就沒有了 你認為水塔呢 是很厲害的 無窮無盡的 結果呢 你把那個接收的水管給斷絕了 這個就是斷絕於天恩師德的這個途徑 結果呢 你那個能源浩解了 自己 也就墮落了 什麼都沒有 再來就說 尊師眾道 是一體兩面 尊師的人一定眾道 那眾道的人一定尊師 那師呢 那師呢 是道的代表 所以呢 我們修道 就是要尊師 好好的修 就是好 就是實實在在的進 所以真正的要報答師恩 就是好好的修行 我們之前講的 儒教修行供養 成就自己的德性 只有讓自己的德性成就完 才是真正的報答師恩 所以老前人他這裡講 尊師所以為道 無醜乃貧俗之人 生與末世 性欲名思 得文之道 其可不遵乎 所以尊師就是為了道 這個道呢 就是我們自己的自信 所以尊師呢 就是為了開發我們自己的自信 只有自愛才能夠愛人 自利才能夠利人 所以呢 我們自己對於我們的自信 敬重他 關懷他 我們以後才有能力去關愛別人 去照顧別人 所以他這句話 尊師會為道 事實上尊師尊的 不是對面那個是 不是技工那個形象 而是我們內在的性德 內在那份性德 只有自尊自重 那個道的這樣一個不可思議的這種行貴 才有辦法讓人家感受得到 所以老前人他呼籲我們 生於這個末世啊 我們這些平俗之人啊 憑什麼可以得到 那憑什麼可以回天 如果沒有明師的話 沒有這個大道的話 我們什麼都沒有 所以怎麼能夠不尊敬呢 所以修行 從根本修 這個根本啊 是我們內在那一份 智慧德能 從內在去挖掘 了解到我們那個圓滿 這麼樣的不可限量的自我 跟佛都是一體的那一份本性 這個就是尊師重道的道理 那尊師重道就是感恩 就是回饋 感恩 是無所不盡的 驅禮約無不盡 我們因為發自於內在的生辰 所以我們感恩 在生活之中 因為得到各種的資料 所以我們感恩 在生命的過程裡面 我們因為得到太多的這個祝願 我們才有今天的我 所以我們感恩 時時在在 時時刻刻 世世面面啊 我們通通要感恩 所以毀謗你的人 污蔑你的人 障礙你的人 都是要成就 我們自己的資料 這些人 我們通通要感恩 那一份感恩啊 是只有 把我們的那一份煩惱妄想 我們那個無名 把它轉過來 一天之間把它轉過來 我們才有辦法 如此的感受到 那一份恩 恩的偉大 恩的重要 那種平恩私德 所加持在自己身上的 那一份不可限量的那一份慈悲 所以生活在感恩之中 這件事情呢 我們到場 口頭上大家都是在講 要把它落實在生活上啊 只有到過我們如此的修行 把每一個人當作自我的恩師 來感恩大 來感恩大 那所以在佛教的華言經 它裡面提到 提到呢 這個私道裡面 最高的修行 就是無私道 那怎麼又無私道呢 為什麼會沒有老師呢 無私道呢 它的一個內涵啊 就是告訴我們 對於任何事物 任何人 通通要感恩 他都是我的老師 都是我學習的對象 這個就是無私道 所以老師不是 技工那個形象 這個我們已經強調 很清楚了 也讓大家很清楚 這個觀念 老師不是那個技工的形象 老師是我們內在的那份信德 那麼老師也沒有將道傳給我們 道是我們本來具足的 我們本來就圓滿了 那麼本來具足本來就圓滿了 為什麼我們今天還要求道呢 所以可見呢 技工老師 他所給我們的 只是一條路 一條回歸之路 讓我們了解到 我們本來的那一份信德在圓滿 那所以既然老師不是那個技工的形象 那麼老師呢 有可能是存在這個所有的事物當中 就好像從此他所講的 道在哪裡 道在這個烏瓦之上 道在泥土之上 道在這個糞便之上 小便之上 道無所不在 那麼明師無所不在 那麼明師呢 是教導我們開悟的 所以我們呢 對於這些無不敬 隨時都在感恩 那因為隨時感恩 所以我們隨時要不斷的去回饋 不斷的去幫助他 幫助各種事物 所以呢 自利利人 那也只有呢 真正的看到自己內在的那一份 圓滿的本性 你才有辦法真的是做到自利利人 你利益自己 成就公平的本性 利益眾生成就公平的本性 你自己都沒有辦法成就了 你怎麼樣去利益眾生呢 所以這個是尊師眾道 這個師道裡面最極致的一種修法 無師道 當然這裡面還有很多細微的這種經驗 我們可以去參考環眼鏡的這個講述 我們點到這裡讓大家呢 有一個認知 尊師眾道的這個重要性 那所以說尊師眾道是修行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 一個修行人 他在修行的路上 到底算有沒有算成功了 當一個修行人蓋棺論定的時候 人家對他的評價 到底是好還是壞呢 總是呢 公說公有理 婆說婆有理 可是呢 歷史是有定論 但是我們講到這裡 我們必須告訴各位前傑 這個呢 只是一般世間人 對於這個 往生的人 所做的這個評價跟論斷 也就是說這個是世間的說法 那在真理 修行的層面 對於這樣的說法 我們是很難接受的 什麼叫公說公有理 婆說婆有理 歷史自有公斷呢 一個修行人 如果沒有讓自己證悟 沒有讓自己解脫的話 那麼 他就是 沒有辦法對眾生交代 也就是說他的修行 是沒有成功的 因為他根本自己不曉得要去哪裡 對於生死這件事情 好險 毫無所知 認為死後的這種奇蹟顯化 所謂生軟如眠 東不挺是下不服臭 這個是對世間人 一般的修行人來講 如果我們是等到 這個時候 才來印證這個大道的尊貴 那麼我們生前求這個道幹什麼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 在死之前 然後就 就來點到就好了 就來求到就好了 這個是 這個常理來想是應該這樣 當然你會說 我們怎麼知道什麼時候會死 但是呢一個修行人 就是要修到 什麼時候知道自己要回去 啊怎麼回去 就是要修到這樣啊 如果你都不能夠修到生死自在的話 那麼你不是對不起天恩嗎 對不起私德嗎 你枉費了這個大道的這種寶貴啊 那所以修行的成功與佛 端在於自己的正物跟解脫 那自己的正物跟解脫呢 是在世間就要成就了 而不是死後成就了 凡是死後成就的 這個呢都還不能夠算是 他真正的解脫成就 死後被封為神 被封為大仙 這個呢實在是 世間人的標準來講 這個是靠不住的 靠不住的道理也是因為 我們生前都沒有看到 生前看不住 他到底修了多好 做了多好 結果呢死後做大仙 所以老實說啊 活佛是在世就要封了 在世就要稱佛佛 而不是死後才被人家稱佛佛 老師生前 人家就稱他佛佛 他自己就清楚了 自己在幹什麼 那他自己要怎麼回去 了然清楚 你看六祖慧能 要走了跟大家交代清清楚楚 叫他的徒弟也不要學士兼人 匹馬帶孝 在那裡哭哭鬧鬧 都沒有需要 為什麼 他知道他要去哪裡嘛 這個肉體只是穿的衣服而已嘛 他把這個衣服留在這個人世間 請供後人停掉 那他自己的真身呢 他的真身無處不在 他回歸本位了 那修行要修到這樣子 所以六祖慧能他裡面記載 在談經裡面記載 開戶正道人 四十三位 那我們一代民師呢 一代民師 來到人世間傳道啊 三千六百聖四萬八千賢 那麼我們是不是 這個三千六百聖之一啊 四萬八千賢之一啊 這個我們要自己演清楚 所以尊師重道是必定成佛的保證 必定成佛 也只有老師的這個指授 明師的意志啊 仙佛的授祭 我們終究才有可能成佛 沒有這個仙佛啊 沒有這個明師的意志 要成佛了 是難如登天啊 那所以我們 我們知道 在現在所有的修行的現象裡面啊 自稱明師的是很多啊 但是真正可以幫助圖爾們 超多生死 跳脫輪迴的 只有一位 所以我們之前講 此此一家 這個道此此一家 別無分號 那此此一家的道理啊 我們要了解到 這個就是天命的傳承 這不是自己封的 那是因為有這個天命啊 所以他才有辦法 將這個生死的當道傳給我們 所以為什麼說 他講必定成佛 必定成佛 是因為明師已經成佛了 所以我們也可以達到明師的這種境界 也可以成佛 如果一個不是成佛的明師要來教我們 那麼我們怎麼樣 怎麼樣成佛呢 我們老是自己都做不到了 我們哪有辦法做到呢 這種出生死 這個跳出三界 這麼樣重大的事情 六萬年來 累積累積的事情 如果沒有靠著一種 這麼大的恩德的力量 我們哪有辦法 那所以 這個尊師重道 相對於 這句話的反面 欺世滅祖 被犯失門這種事情 是一個修行人 最大的敗筆 也是一個修行人啊 他沒有辦法成就的原因 那麼要怎麼樣做到 這個尊師重道 這個尊師重道 要怎麼樣的人才叫沒有尊師重道呢 我們已經也講得很清楚了 好 如教修行共養 成就自己的功德 這個就是尊師重道 所以尊師重道 是佛貴的總綱 佛貴 是我們道場統稱的佛貴禮節 那這個佛貴禮節 發汙成 子汙禮 那所以在這個成 這些禮的這個動作之中 是因為我們對於 是因為我們對於 這種天命的這種傳承 名師的這種經重 是出乎自誠 這種自誠的心呢 讓我們在學習佛貴禮節的時候 可以得心順手 可以得心順手 可以隨手拈來 這樣的一個自然的行為 絕對不是外在於 別人所給予的這種壓力跟束縛 而是自然流露的 那所以說我們說佛貴禮節 這個是佛他們的行為 那在人的身上呢 變成一種龜 所以叫佛龜 那因為我們要成佛 所以我們要做佛龜 那除了學佛的這些動作 學佛的這些言語 我們呢 還能夠以什麼為依止呢 沒有了 所以只有佛歸禮節 透過佛歸禮節 透過道之宗旨 我們好好的來學佛 學佛向佛 希望呢 有一天我們能夠成佛 所以老前人 他常常講 你做生意的人家叫你常人 做工的人家叫你工人 那讀書的人家叫你世人 那你修行的呢 人家當然就叫你修行人 修行到一個境界 人家稱為你君子 稱為你賢人 稱為你聖人 那這個是我們修行 本來 本來就應該達到的這樣的一個境界 所以透過尊師重道 了解到一個修行人 他所應該有的這些言行舉止 這些起經動念 言語造作 通通通都是 從這個尊師重道裡面 去體之得道 所以可見呢 那個重師尊這個德目 對我們現在一貫道的修行 是非常的重要 那現在道場呢 那現在道場呢 比較沒有這個 先佛來指導 所謂的開殺 所謂的借竅呢 這個道場呢 越來越少 那麼越來越少呢 也不見得是壞事 那以前的人呢 相信先佛 先佛怎麼講就怎麼做 所以呢他們就怎麼成 那現在呢 先佛再多的奇蹟顯化 也只能夠點化一死的信心而已 回去之後呢 還是照樣脾氣毛病一大堆 沒有辦法轉化 所以呢 先佛顯化變成一種 一種唱戲 我們法會呢 最喜歡看先佛唱戲 那看完了呢 聽完戲呢 回去一點點點 檢討也沒有 那所以呢 先佛呢 也不再借竅了 也不再透過這個形象呢 來講清說法 所以現代人 只有更加的來依止 明世的教法 透過先佛所留下來的這些經訓 來點醒自己 我們說修道三不離 不離這個道場 不離前嫌 不離經訓 所以前嫌常常接近道場 常常呢 跟這些同修道友 好好的切磋琢磨 那常常呢 研讀這些經訓 那後學啊 希望呢 能夠借著這個 學講經訓 的過程當中 來警醒自己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的修行是什麼 就是 好好的把這些經訓 表達出來 那透過自己的這個 認知啊 儒教的人 好好的來實踐 來修行 然後把這個 所正所悟啊 來告訴各位前嫌 但是呢 後學是透過告訴自己 醒醒自己 來跟各位前嫌 來分享 我不是講道理 給大家聽 也不是講道理 來告誡大家 而是呢 講給自己聽 告誡自己 從這個講經說法裡面呢 讓自己呢 有所醒悟 那所謂的台上 這個十分鐘啊 台下十年功啊 十分鐘的演講 可能是 我們累積了十年的這個功力啊 在台上的表現 這個十分鐘啊 淋漓盡致 那所以 在 不斷的這個 這個練講 講經說法之中呢 讓自己的這種心性啊 有所正悟 有所體質啊 這個也是後學的 個人的修行方式 分享給大家 來強調 這個尊知眾道 的一個重要性 那我們知道 這個 這個 論語裡面的淵偉啊 一向就是尊知眾道 那麼淵偉在 論語裡面啊 他的表現呢 也不算是 很有特色 不算是很有 很積極啊 但是呢 老師卻常常誇張他 喔 老師這個 對他的這個評價呢 是相當的高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主要是呢 這個 炎悔的修行啊 他是真正的落實 老師的教法 在論語的記載 孔子說啊 無語悔言啊 終日不悔如語 退而醒其思啊 易足已發 悔也不語 那從這句話呢 可以看到孔老夫子 對於這種炎悔的這種評價 他知道炎悔看起來呢 都這樣靜靜的 都不講話 喔 終日不悔如語 終日不悔 就是說老師的話呢 他都說 是是是 好好好 喔 老師講的話 反正就是一直點頭 一直說是 到底他有沒有懂啊 不知道 到底他是不是 真的了解了 不知道 所以呢 這個看起來呢 這樣 這樣呆呆笨笨的 但是呢 這個不在課堂上的時候啊 退而醒其思啊 易足已發 等到他回到他自己的 生活的時候啊 去檢點 他個人的行為啊 易足已發 也就是說老師的話呢 對他呢 卻有一定的程度的影響 能夠呢 引發他 他在於這個精神領域上 對於人生的看法上呢 啊 有一個很清楚的認知啊 那所以 把老師的話呢 充分發揮啊 孔子認為這個學生啊 顏匪啊 對於是 顏匪啊 不是於知啊 在 論語裡面記載 顏匪有這個文藝之詩的天師啊 哦 這個是主供 來評價他的師兄啊 顏匪 认为他文医之死 他自己文医之恶之三而已 那孔子也说 惟也非助我也 于无远无所不悦 那所以这句话 孔老夫子对于言辉 赞叹不已 大家好 道次宗旨 众师尊 上一回 讲到言辉的故事 那么我们 可以了解 有的人呢 他天生 就懂得 修行的道理 就懂得 尊师众道 所以 老师一指点 他就可以呢 自然的上手 那对于心性 对于圣贤的教法 能够自然上手的 这一定呢 是他 累劫累世 所修下来的 善根福德 那 那严辉呢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所以老师对他 非常地赞叹 这个严辉对于 老师的教法 一步一驱啊 真正的 真正的落实 到这个生活之中啊 所以 常常有人说 严辉在世间 有没有度化众生呢 不要说度化众生啊 有没有 教化过一个众生呢 在这个 理事上啊 这个事项上啊 我们好像 看不到任何的记载 但是这个事项上也许 这个 也许是有 那从 严辉的视线呢 让我们知道 一个人呢 他只要 把自己的毛病 习气 修正过来 恢复到 老师所教的 那个 至善的 境界 那他这个人 就可以成胜成贤 他就可以回天 所以 严辉 虽然说 资料上 没有记载 他有 度化过 一位众生 他在世 可能没有 但是他精神的影响 却度化了 很多很多的众生 那可以说 他的善根福德 非常的深厚 那么我们人 没有办法 像延回这样子 毕竟呢 人非 生出来 就能救世 圣贤 所以 所以呢 有可能 刚开始 在修学的路上 他并没有 具足 尊师 重道的 那种完整的人格 但是呢 那没关系 只要呢 能够秉持的 这个尊师 重道的原则 不断的去反省 去修正 去学习 透过老师 在旁 的指点 那渐渐的呢 也能够达到 尊师 重道 的一个标准 最终呢 让自己 成就 圣贤 所以 延回 不二过 不二过 又给我们 最好的视线 延回 得一善 全全福音 这就是 最好的修行 你看 不二过 不二过 就是真正的 忏悔 所谓忏悔 就是你 你的习气毛病 你对于这件事情 错误的事情 犯过的事情 永远不会再做 做错 不会再犯 同样的错误 这个是真正的 忏悔 那所以 为什么延回的 加持会这么大呢 因为他真正的忏悔 那我们现在 修行路上 或者是修行的法门 常常有忏悔的 这个书文 忏悔的仪轨 忏悔的这些 法会的形式 那有没有用呢 是不是忏了这些 我们的业障就消除了 我们从此呢 就可以海阔天空了 事实上呢 也不尽然是这样子 有时候呢 甚至完全没有效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呢 我们没有做到真正的忏悔 真正的忏悔是 你这同样的错误 有不再犯 在佛前立下重视 给自己呢 打下契约 永远不再犯这个过错 这个才是真忏悔 这个忏悔呢 就从信德流露出力量 那个力量呢 把自己推上 觉悟之路 所以延回的视线呢 他可以说 让人呢 非常的感动 那他的这个教法 是无形的教法 真正的修行的人呢 体悟到他这个教法 要儒教修实 修行供养 然后呢 让自己 踏上圣贤之路 因为啊 得一善全全福音 这一善呢 是 所谓的万善 任何一个善 那任何一个善呢 就是 一即是多 多即是一 所以体悟到 人世间所要面对的 各种 是 理因果 然后从内心来发出 没有一件事情 不是善的 他从 这个 明师所教授的 这个人心 纯然至善的 那一面去出发 所以看什么都是善的 那么全全福音呢 把这个善呢 持续的保持下去 所以后来 延尾成就 一代圣人 这个是我们不得不 说清楚 讲明白 那相对于 延尾的这个 传记啊 我们也可以参考 学会出版的 四倍传 还有 这个 轮语里面的 记载 那么我们知道 明师已经给我们 指点出那条 光明的大道 我们说明师一点 那明师一点在哪里呢 明师一点 不在外 不在内 就在那个生命的当下 没有过去 没有未来 就是此时此刻 当我们掌握到那一份 如鲁不动的道题 我们发挥旧集 我们呢 这个好好地来参应物 把明师的那一点 发放光荡 那么我们自己 也可以像明师一样 我们老家 是我们本来住的地方 那因为呢 我们常常呢 出外乱跑 这个乱跑 跑太久了 忘了回家 甚至呢 要回家 也不晓得 回家的路 所以 老师告诉我们 主人要常常在家 二六时钟呢 要守住 守住 不要呢 四处乱跑 主人如果四处乱跑 这个防止没有人准备 他就会卡灰尘 他就会呢 受到各种侵蚀 防止呢 渐渐轻腿 那渐渐轻腿 表示呢 这个肉体呢 渐渐毁坏 受到各种 无常的打击 这个受体呢 就不清安 就不自在 就会痛苦 那所以我们看到 现在众生的苦很多 那么病苦呢 是很 影响很大的 一个现象 那苦 我们曾经用很多的篇幅 来解释 众生的苦的根源 苦的根源呢 最主要的就是 我们忘记了真主人 真主人没有在主持 所以 第一个反应的现象 就是身体 不清安 不自在 这个 杂病重生啊 那所以呢 在 道场 我们也听到 很多修道人 他也是很用心的修道人 可是呢 却是 有病在身 有的人甚至呢 病到人 连走出去的力量都没用 那么后学也 受到 这个病苦 折磨了一段时间 也没有体悟 那渐渐的 得到前辈的指引 才了解到 这个病苦 是一种 现象 也就是说 告诉我们 要懂得 让主人在家 主人做主 其他的这个 世神啊 他是客人 他是这个 身体的这个外人 那外人呢 是不可以做主 我们要常常 让主人在家 让主人呢 进入 自然的生活 那进入自然的生活 跟大自然融合一体 这个防止呢 渐渐就 达到一个 自然的运作 那就健康起来了 那么我们 曾经也强调过 我们的真主人 就是我们的性理 真主人呢 一定是跟大自然 合成一体的 是大自然的 一个部分 是生命共同体 那么这个真主人 现在呢 住在这个肉体上 他一样呢 要依循 大自然的法则 来过生活 那么人的自然法则 就是遵守 道德伦理的标准 道场 我们的师尊 师母 不断在强调 老前人 特别强调 人道 守三纲 守五常 把三纲五常的道理做好 就是回归自然之道 回归自然之道 那么真主人呢 住在这个房子 就很清安自在 就不会得病痛 外面的这些世界的现象呢 在透由 这个真主人 慈悲真诚的流漏 慢慢的去 度化 慢慢去 去感化他 那所以 民事一点在哪里 民事一点 他也不是 我们求来的 也不是民事给我们的 而是呢 一直都存在在 在这里 那只有呢 体悟到大道 这种大道的人 才有办法了解 真正的民事一点 他的妙用 他的不可思议 所以 人怎么会有脾气毛病呢 那脾气毛病 需不需要去改正他呢 真正的说起来 脾气毛病 是不用去改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我们心的变化 那心会变化呢 是因为我们的性 我们的那个真主人 没有在家 真主人没有主持用事 所以呢 让这些外人 让这些这个 五一六成啊 当家做主 所以脾气毛病就一大堆 脾气毛病了一大堆 事实上呢 也是因为 我们的心 这个变化不安 所造成的 如果等得让真主人 在家 让这个灵性啊 回归到这个 光明至善的本体 主人啊 那主人呢 常常守住 那一点灵台啊 那么 脾气毛病 自然就 不改而改 就好像 太阳出来了 黑暗就不见了 那么主人在家了 当然这些 六贼啊 自然就跑掉了 所以让灵性呢 发放光芒 让主人呢 不要呢 四处乱跑 这个是 我们常常要保守的 这样的一个 道体 所以我们说 整个天地 是一个大宇宙 我们这个身体呢 就是一个小宇宙 一个无极啊 那这个无极里面 有 有一个生生不灭 有一个能够 变化万千 的一个 主人 那这个主人呢 要守住这个道体 保认住那个 光明的觉知啊 那他说 他在 这个整个宇宙的变化 他依然不离这个本体 虽然呢 这个大环境 我们整个人生的运渡 有各种的障碍阻难 烦恼妄想 只要我们懂得 用真主人做事 真主人的 这个临近之光啊 来渐渐地感化 这些众生 所以为什么说 烦恼及菩提 我们不可以 把烦恼去掉 因为烦恼去掉了 你连菩提也去掉了 菩提跟烦恼 事实上呢 是一体两面 他如果 这个 自信现前的 他就是菩提 自信不现前的 他就是烦恼 就好像镜子一样 镜子呢 你来什么就造什么 所以 如果 让我们的真主人 常常视线 那么黑暗的一面 烦恼的一面 就自然就淡出了 就化处了 我们就可以得到 清安 得到自在 那这个呢 要时时刻刻 二六时钟 不离这个本体 那么思想 言语 造作 通通不离这个本体 你就会感觉到 那个到底的妙用 所以让主人当家 客人呢 随着主人 的命令 来做事 绝对不能够让客人 来侠天子一路 令诸侯 这个是老师的比喻 侠天子 天子就是我们 当家做主的主人 我们这个道体 那这个当家的主人 不在了 直接奸诚乱道 就搞坏了 整个小宇宙的 一个磁场 那所以呢 身体 哪有不病的道理呢 家庭哪有不乱 社会哪有 哪有太平的日子 这个就是 侠天子 一定诸侯 那如果 我们常常 能够知道 我们内在 一个主人 他常常 这个 保刃在那里 那么你要 试着去把他 找出来 把他这个 发掘出来 让他出来 当家做主 真正的 是 做到 得意善 而全全福音 那所以说 我们世间的现象 已经是 可以说 乱道呢 已经不知道 怎么样乱 天下极乱 那这个乱呢 不在于 兵宫马乱 不在于 战争的这种乱 所以 现在的战争 也是 一触即发 但是因为 只要一发生战争 整个世界 就会毁灭 所以 大家 不敢 发动战争 那么 我们修道人 也要 时时 来警醒 世间人 来做出各种示范 来呼吁 这个世间的战争 不要 不要发动 那这个 战争 表面上 看起来是没有 可是呢 社会的战争 却很多 家庭的战争 很多 包括我们内在 身心的战争 却是 多得 不胜反局 你看社会乱 是忍在乱 现在社会的乱 比 古时候的那个乱 是 不晓得 多了好几百倍 好几千倍 我们打开 电视 看到报纸 每天所报道的 都是 烧杀掳掠 都是呢 各种 灾难 频传 那么受到灾难的 这些家族 酷天喊地的那种画面 常常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那每天都是这样子 我们修道人 我们 儒家的这个修持人 以这个安定天下 以追求大同世界为理想 可是我们到底要怎么做 我们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够抚平 社会上的这种争乱 抚平 各个家庭的那种争乱 这个呢 在于 人心的变化 因为社会是以人为单位 家庭呢 是以夫妻为单位 所以抓到根本呢 我们就知道要从如何下手 那根本 就是人的心 人心的变化 如果能够掌握得住 那么人心把它降服 把它安抚 那么家庭呢 就可以出现和谐的状态 社会呢 也出现光明的契机 那人心的降服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 你要让真主人 醒过来 真主人是一直在那里 但是呢 真主人没有作用 我们要让真主人 醒过来 让我们的这个 当家来做主 那所以如果说 能够让自己的心 转烦恼为菩提 让自己的心呢 随时流露出 那一份清静慈悲 自成的力量 就有办法 度化我们内在的众生 内在的这些 烦恼妄想 无敏的众生啊 透过清静心 透过慈悲心 透过平等 自成 这样的这个度化 慢慢的 也能够觉醒过来 那所以 累劫累势的脾气毛病很多 虽然我们今天没有办法 一下子转过来 没有办法像六祖会呢 一样呢 一下子就顿悟了 但是呢 每天听 听受 这些经教的教法 听受这些 前辈的指引 我们希望呢 自己能够渐渐的踏上 这个光明的道徒 那所以说 哪一天 我们了解了 我们开始在 实践了 我们开始让 真主人做足了 在于 我们身上第一个 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肉体的变化 肉体不再那么痛苦了 不再那么烦恼了 不再那么不安了 甚至呢 我们的外貌 所谓向好的部分 外貌是第一个 表现出来的 你看起来就是 这么安详 这么庸荣 这么自在 这个是呢 我们内在的主人 真正的在启用 真正的当家做主的 从脸上 是最直接可以表现出来的 那你如果说 我的脸上 我还是看不出来 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 那么你要跟你的 去年的你相比 你去年的脾气 毛病 烦恼妄想 跟今年比怎么样 如果今年的 烦恼妄想 没有像去年那么多了 那份执着 也没有像去年那么多了 那么表示呢 你的修行 渐渐的 有找对方向 那么跟积极的 你要跟上个月的你相比 上个月的我 对于这件事情 还没有办法看破方向 那这个月的我 我已经可以看破方向 真主人的当家 多了一份权威 那么我们内在的众生呢 就可以度化一些 那表现在外的这个向好 自然呢就更自在 更合想 那所以美丑不是在于 这个皮相上的长相 你看我们现在社会上 新闻上所看到的 这些摩托尔 这些隐性 他们透过 各种保养的方法 来想要拥有自己的 皮相的美好 但是呢 内心有没有这么样的美好 我们不得而知了 但是一个修行人 内在美好 皮相上的这种 的长相 自然可以让人感受到 那份美好 所以美丑不是相对的概念 一个人他长得在美 内心却很丑陋 我们也不认为他很美 所以当你的内心呢 那一份光明觉知 已经显露出来了 你也不会认为你自己很美 你也不会认为自己很丑 因为呢 你已经没有美丑的对待 你已经超越这些 这些现象界 那可以超越 自然就可以不老 那么我可不可以不死呢 当然可以不死 因为灵性呢 本来就不生不灭 可以不死是因为 我知道我离开这个 肉体的衣服的时候 我要去哪里 我是活着的时候 就已经证悟到那个境界 这个是不死 死了之后 还要透过别人的超度 然后才有办法 往生 那这样呢 不叫不死 不死 这样呢 功夫境界还达不到 我们再 再次就要知道了 修到了 生死一主 欲知十字 这个才是修行的功夫 这个才是真正不死的境界 所以房子 房子是我们在世 所表现出来的这个样子 所谓这个灵性 用肉体的方式来呈现 这个是不得已的面貌 那么当家的主人 住在这个房子里面 你必须把这个房子整理好 老师常常比喻 住在里面的是主人 那顾在门口的那个是狗 狗不是主人 真正主人 是要住家的 那个才是主人 顾家的 那个是狗 那么我们要做主人 还是要做狗呢 所以你灵性不当家 你的这个光明的觉知 你的那一份菩提心 不做主 你要让五一六成做主 让这些人贪嗔痴爱做主 那么你不是 把狗当看成主人了吗 不是奸诚乱道了吗 杂念重生 结果里面的众生 一个也度化不了 那你里面的众生 都度化不了了 你说你在半道 你要开荒 你要四处去度化众生 哪里能够度化得了呢 这个要很清楚 我们要很明白 当你打了旗帜 说要去国外开荒 那么你有没有达到 不生不死的境界 如果没有达到这种境界 那么你起码要能够让自己 不会老 要让自己呢 真正的把这个房子呢 整理的很好 雇守的很好 那你这个人出去 才能够代表道 你真的有主人在里面 所以我们说道场 道 道要在这个场里面 这个运行不转 运行流通 这个流转不息 这样的场 才是有道的场 才是真正的融天护法 护词的一个 一个道场 那么如果说 这个场没有道 盖的再怎么样 富丽堂皇 它还是一般的建筑 它还是一种 皮像的美好而已 所以真的盖佛堂 盖道场 不晓得内在的道场 也要死死去 去固守 道场里面的那个 那个真佛 你要去理尽他 你要去 去效法他 攻击他 让他呢 可以长长 大传法轮 这样才有用啊 结果呢 大家都不断的在盖佛堂 在盖道场 要道尽呢 不断的捐献 但是盖出来的道场 却是人事纷争不断 活动办了一大堆 结果呢 内在的众生 一个也没有度化 美其民都在办道 办道没有人 我要去做上司礼 我要去做饮保师 要去护子道场 这个都叫到半道 可是呢 内在的众生 我们自己都度化不了 我们说 不要说 自己的脾气烦恼 我们看看我们的家 家里是不是一团和气 这些族人呢 是不是都已经度化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那么你退而广之 真的做到正极承认 这个才是真正的半道 所以修道 不要落入有违法 道不是用讲的 也不是用讨论的 道是用悟的 道是做出来的 那所以我们不知道从而下手 我们道之宗旨就讲得很清楚 每一句话都是我们要遵守的条规 我们要见天地 我们要理神明 我们要孝父母众师尊 这些呢 每一个德行 都可以让我们 作为回天的依据 只要我们一个德目 做得通 做得圆满 那么其他所有的德目就圆满了 那我们这里强调 尊师重道 尊师重道的重要性 我们把尊师重道 做得淋漓尽致 做得一 做到一百分 那么你回天做佛了 其他的德目 也同样说明 通通圆满 所以这个是 老师啊 在佛堂里面 来告诫我们的这些道理 那现在呢 老师不借窍了 透过三彩 来开撒批训 开撒批训呢 那些训可不可靠呢 我们也不知道 老前人在世的时候 也常常有提到 老前人回天之后 那么天命 还有没有在呢 那这些先佛 来开撒批训这些讯文 现在这些讯文呢 不晓得是不是真理 不晓得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这个修行 所以呢 我们就遵照老前人的说法 这样就好了 就多看古训 那在之前 老师试给我们 叫九转禁丹 那这个九转禁丹呢 要我们常常来服用 这个九转禁丹 有点像佛陀当时 要捏盘之前 告诫他的徒众的一个道理 也就是说师尊不在了 也就是说师尊不在了 佛陀不在了 那么这些徒众呢 要依合而修 以什么为信呢 所以先佛他讲到 这个九转禁丹呢 这个可以 让大家呢 作为修行的一指 他讲到三不离 三不倒 三不旺 三不离 我们之前有讲到 不离道场 不离前贤 不离经训 那这个是三不离 那他有讲到三不 三不倒 三不倒是什么 不被贫病疗倒 不被名利拷倒 不被人事拷倒 这是三不倒 那么三不倒 他讲到不被贫病疗倒 贫穷 落魄 这个病苦 所打倒 那么贫穷跟疾病 这个不是一般人 可以掌握的 也就是说 这些贫穷疾病 要来打击我们的时候 我们几乎是束手无策 那么当时 我们刚才也有提到 这个不病 不死的方法 事实上呢 就是这个观念 那么贫 贫的概念是什么 贫也是一种相对的概念 也就是说 你看起来很贫 可是呢 你自己内心不贫 敬我们 则不贫 出我们则不贫 那不贫 不贫 不是外在的那个物质 的多果 而是呢 我们内在精神的丰厚 我们因为得益善 而全员福音 所以呢 我们每天都充满在这种 法喜道乐之中 所谓学而实习之啊 不亦悦乎 那么那种悦呢 是一种法喜 所以严慧 为什么被老师这么肯定 他就是学而实习之 把这个学习呢 学到呢 成为自己的习性 成为自己的习惯 所以习惯之后呢 我流露出来的都是圣贤 圣贤的动作 圣贤的言语 我们起心动念呢 都是圣贤在做的 在想的 所以你怎么会有贫苦呢 没有贫苦 圣贤与天地为一体 圣贤富裕的很 那真正的有钱人 却觉得自己很穷 因为呢 总觉得自己的钱还不够 想方设法要赚更多的钱 这是真正的贫 这个贫啊 所以 对修行的人来讲 贫不是一个修行的一种影响 而是呢 内在精神受负 那才是真正的贫 那贫呢 贫我们刚才特别强调 当然病有很多 很多种原因 那病的 这种现象 除了说大环境 整个 社会 局势 所影响的 除了说整个生理状态 所影响 还包括 被冤亲债主 所影响 但是呢 这些种的法则 都不理一个现象 那就是你 真心的用事 也就是说 冤亲债主 要来 讨报 冤冤相报 那么他要报的时候呢 你要呢 用真实的这个功德 回向给他 你要呢 好好的跟他 忏悔 跟他做沟通 那么 在依照 道之宗旨 儒教修行 供养 儒法修行 供养 好好的来供养冤亲债主 那么我们现在的众生 有百分之九十的疾病 都是冤亲债主 那冤亲债主 可以好好的沟通 那么我做工德给你 我分期付款还你 有一天还是可以还得完 只要呢 好好沟通了 他就会离开了 那你的病就减少了 但是有一种病呢 是非常难治的 那就是了业障病 业障病呢 除了刚才说冤亲债主 那种病之外 还有一种就是 自己的这个脾气烦恼 所累积的这种病 所以 比如说这个人 喜欢胡思乱想 想东想西 心情呢 就像一只 关不住的猴子一样 到处乱窜 那真主人呢 常常往外飘移 那这个人呢 心性不定了 当然了 累积久了 就会成为精神病 或者是说痴呆症 那这些病呢 是自己的业障所造成 那这个病呢 很难治疗 必须透过 这个明师的指点 透过修行的方法 一点一滴的 来把它划除 所以 不离道场 不离前前 不离经训 那这个是一个 很好的方法 老师不在了 他教给我们这 这些方法 我们 按时服药 那就可以把这些病病 给他治疗 那他说不被名利考挡 名利呢 是现代人 挥之不去 的一个欲望 那么我们修行 从世间人 的这个名利 跳脱 来到道场 结果呢 还是被道场的名利 所束缚 那么 这样修行有什么用呢 我们是要断名利 而不是转换对象 我们从 世间人 转到 道场的人 结果的名利 都还是一样 那不是转对象而已吗 你名利都没有断 那老师告诉我们是要断名利 名文利 这些人是修道人的大忌 可是修道人 很多修道人 却特别喜欢这个 在道场有名 在道场掌权 在道场得利 那个利也不一定是金钱上的利 那个利呢 有可能是 他在这个 这个人生周遭上 所获得的各种的利益 那如果说在道场 求名文利养的话 那就被名利考导了 那这个人 对于一个 这个资深的道亲来讲 更加的慎重 资深的道亲呢 他越资深 越没有办法看见名利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呢 是真正的考导修行 很多的地方 那他第三个 不被人事考导 人事 就是这些人事团体 为了应付这些人事团体 你必须呢 去逢迎他 去敷衍他 那或者是说 你必须说出一些 你不想说的话 你必须做出一些 违背良心道德的事情 这个呢 是被人事考导 那被人事考导了 真主人 不在家 这个是六贼作主 六贼作主 烦恼重生 欲望不止 那烦恼重生 欲望不止 当然就是代表了 我们的轮回 也没有办法止息 我们什么时候能够 脱离六道轮回之苦 没有办法 你没有把名利断掉 你没有把这些 这个人情断掉 没有办法 所以 要做到像孔子所说的 从心所欲不与举 那是已经真的 真主人当家了然清楚 主教的修行 不离开人世间 人道要把它圆满 人道圆满 是依照这个真主人做主 他才是真正的圆满 那不是说 叫你去做一些 缝尘 敷衍的 的这些表象 才叫做圆满 要依良心做主 良心做主 良心对得起良心 抚养无愧于天地 那么 这个才是 不被人思考到 那这个真的是 很难的一种修行 所以人道难修 是难修在这里 那么我们一个人 从出生 到现在的过程 我们所受到的这些 人事 这些大环境的影响 太多太多 如果一个 一个修行人 没有拿住这个真心 拿住这个良知 作为一归的话 那么我们很容易 被这些世间的缠组 给流转掉了 那么我们现在又没有民师 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 持听我们 所以我们依照民师的教法 民师所留下来的这些经典 这些圣训 好好的去参入他 然后付出实践 这样呢 还是等同民师在旁边一样 所以 他叫我们随时 药服 把这个药来服用 那他讲到三不忘 三不离 三不倒 三不忘 那第一个呢 不忘佛心 不忘金线 不忘月立 这三不忘 那不忘佛心 佛心就是 师心 老师的心 我们要以 师心为己心 以师志为己志 那老师的心呢 是 度化世间一切的众生 将众生呢 带离回老家 礼天 我们帮助众生 帮助这个老师 帮助众生 让他们也回归到老家 这个就是佛的发心 所以诸佛是现在人间 总是要开示 误入众生啊 让他们 有这个佛的 这种知见 然后呢 进入到佛的 一条大道上 终究呢 回归本来面目 这个是佛心 所以佛所出发的心呢 他都是 清净的 他都是平等的 他都是真诚的 都是慈悲的 这个就是信德 那么人的信德呢 跟佛的信德 完全一模一样 没有差别 可是佛可以圆满流露 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 圆满流露这些信德呢 那是因为我们的真主人 没有做主 我们常常不在家 不在家去外面呢 这样打混摸鱼 东逛西逛的 结果呢 忘了我们有这个家 忘了这个真主人 所以六贼做主了 这样自然的 就必并重生了 他说众生众生 是杂念 杂念重生 众个杂念重生 所以如果自己的内在的 内在的那个众生 没有办法度啊 你的佛心也没有办法 现前 你的那个 亲近平等的 这种觉悟啊 也很难 朗现 那时候也要时时不断的 提醒自己 老师所传授给我们的 三宝心法 要常常去参悟 参悟呢 让自己的佛心 源源不绝地 朗现出来 落实在这个人世间 起心动念呢 都是佛 佛菩萨的 那种意念 这个形式呢 也是佛菩萨的形式 那这个就是不忘佛心 所以我们这里要强调 不是开荒 开荒 出口开荒 不是你去参加这些活动 不是你去指挥交通 这个就是佛心 是你在做这些动作的同时 你同时不忘记 真主人当家作主 你随时流露的 亲近平等 慈悲自省的那个心 那这个心呢 用在每一个事物上 让这个整个磁场 感受到圆满的波动 这个是佛心 那不忘金线 那不忘金线 不忘金线 就是我们沉船的这条 大道 上次我们讲到 道只此一家 别无分号 这个一家是一啊 那个一是什么 依旧是 这个 师师 密附本心 那个心 佛佛回神 本体 那个体 那么老师告诉我们 当家的真主人 让你呢 能够真主人用事 那这个就是 老师所教给我们 老师这么教 我们这么做 我们把老师的 道法 把它闯开来 把它弘扬开来 让众生都已得度了 这个是不忘金线 所以老师的 老师的这个天命 是老母赋予的 是上天赋予他的 不是 不是这个 祖师师相送受的 绝对不是这样 那么所以说 我们从这个老母 从老祖师 祖师 到老前人 这个金线 我们不能够忘金 这个就是我们的师承 这是我们 足足相传的 一脉血统 那这个呢 叫我们不能够忘本 不能够忘根 一个忘本 忘根的人 他就 什么工业也成就不了 那么没有办法抓住 这个金线 当然就没有办法回电 所以我们 把尊师重道 用了这么多篇幅 在讲 就是要告诉我们 这一条金线 千万不能够断绝 不能够忘记 死死感人了 然后这个老师 成传是老祖师 祖师呢 成传是老母 那么他把我们本来 就已经拥有的那一份佛心到底 传给我们 我们今天 能够印证到这个佛心到底 我们就可以 了生死出三界 回归本来的面目 回到老家 来参拜老母娘 那老母娘也不是一个人 老母娘我们要知道 老母娘 就是一个 那一种不生不死的状态 就是那个 如如不动的本体 那个不是精神 也不是物质 那是一个道体 那这个道体呢 只有进入到 那个道体的人 走上这个 回到道体之路的人 才可以慢慢接受得到 所以那份精神 精神的可贵 是多么样的宝贵 所以我们怎么 怎么会不知道感恩呢 我们怎么会不知道 要去报答他呢 那这个精神呢 又扩及到 无量无边的 的境界 因为佛 明师的发心 是无量无边 他都对于万事万物 都要通通 要度化 通通要把他带回殿 那所以这个 这个无 尽虚公遍法界的存在 这个是明师的 这种教化 那所以我们的心呢 也是要像明师一样 我们也要让自己 达到这样的境界 我才可以做到 帮助明师 来普渡众生 来收缘众子 所以不忘经线的道理 就是叫我们要 时时感恩 时时回馈 再来就是不忘愿力 不忘愿力 就是我们的本性本愿 你刚愿这个字 跟我们平常写的字愿那个愿 你不一样 原来的愿 下面 有一个新字 这个是我们的愿 那这个愿呢 是出于本性本性的流露 所以才叫这个愿 那我们世间所讲的这些愿呢 是一种理想 一种目标 理想目标呢 有可能达不到 可是呢 本性所流露出来的愿呢 是一定可以达得到 所以不忘愿力 我们力的愿呢 一定要达到这个愿 所以要达到这个愿 你才有办法 大上绝路 回归到本来面目 那本来的心 成为我们的愿 所以本来的心 本来就应该这样做 所谓法尔如释 所以要问为什么 法尔如释 所以不忘愿力 就是不忘我们的 我们的触发心 那我们求道 都立了十条大愿 开法尔如释了两条大愿 六条大愿 这个都是我们根本的愿 那我们现在的 现在除了这些愿之外呢 我们还要把 道智宗旨佛归礼节 好好的来落实 好好的来推行 道智宗旨跟 佛归礼节 是车子的两个论 所以是不可以偏废的 只要能够落实 道智宗旨 让每一个人 都实践了 这个道智宗旨的教法 那么这个事件 终究会达到 世界大同的一个境界 我们期待的 路不时宜 夜不庇护 这样的一个 人间的进度 会在我们 的手中完成 会在我们这一代呢 把它建立起来 那所以 这一切呢 都是发授于 那个亲近的本体 了解到 民事一职 的那份重要性 我们所负担的 这些责任跟使命 觉得 就已经是 本来的 本来的理想 也就是说 我本来就应该这么做 那么这个本来的力量 就是无穷无边 就可以这个达到 尽充 遍法界的力量 那所以我们 老师常常教我们 多磕头啊 多磕头 向母忏悔 向 像的 向这个 老母感恩 多忏悔 多感恩 那么我们的力量呢 才可以 无穷无坚的发挥 那今天 众师准讲到这里 大家好 道智宗子 讲到第七句 信朋友 信是人 力胜的根本 所以孔子说 人无信不力 那在五常之德之中 信是 属于 中央物极土 那个土的 的位置 所以中央物极土 啊 统这个 其他的事段 人意理智 所以人意理智 的养成啊 都需要靠 信的这个 基本要素 所以信的这个德目啊 在于 人力身处事上 是非常重要 那尤其 我们 在社会之中 在这个 修行的 道场里面 只要我们 出了这个家门 信的这个德目啊 就要坚持 坚持住 那这个信呢 它有很深的 的意涵 我们会慢慢解释 我们这一句讲到 信朋友 我们也要定义一下 那什么叫朋友 在礼记里面 它讲说 同师约彭 众道也 同志约友 义和也 那么可见呢 这个朋友啊 它的定义呢 是不太一样的 它说同师约彭 那同师呢 就是同门师兄弟 那同门师兄弟里面 拜的同样的一个老师 在同样的一个老师的门下呢 在修学 那么这样的 同学之间的关系呢 这个叫彭 那因为呢 这个 拜师学道 拜师学义 等等呢 这样的一个因素呢 是我们讲到师道的关系 学生跟老师是属于师道 所以说 同师约彭 众道也 所以 这个师兄弟之间呢 是因为众道 是因为要学道 他们理想目标呢 是在于这个道 那这个道呢 当然 古时候的学子 读的是 这个四书五经 或者是说 这些 五经 五经的这个经义啊 那么 他们的目标 就是学圣学险 圣险的一个行义啊 就是道 所以 徒弟们呢 众道 就是呢 尊师 那同师约彭啊 在同样一起修学 同样一起呢 这个 研读 参学的这些同学 就叫蓬 那同志约有 义和也 同志呢 就是 志同道合 的伙伴 所以这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啊 就不一定是败在同一个 师门之下 那他有可能呢 是在社会 有志一统 有共同的理念 那他们可能是同一家公司 或者是说同一个地区 为了这个共同的目标 来共同奋斗 的这样的一个伙伴啊 就叫尤 所以尤的定义呢 显然是比较广 那分子也比较差 义和也 但是呢 这个 他这里讲到啊 虽然说有的关系是比较广和复杂 可是这里面基于一种 朋友 跟朋友之间的那种 道义 这个道义呢 是 人跟人之间啊 必须要坚守的一个德目 那所以说 朋友啊 是五轮之中的一轮 所以信朋友 不但是五常之德 也是呢 五轮的一轮 那所以说我们 我们把朋友的定义啊 把它包括了 我们现在说的同事 同学 我们说的同袍 同才 同志 甚至在道长 我们说同修 等等的 我们生活当中啊 跟朋友相处的时间很多 只要我们出了这个家门啊 我们所遇到的对象 都可以算是我们的朋友 所以呢 朋友是这么样的广而多 所以人呢 不能够脱离朋友 就好像呢 一个个体啊 不能够脱离社会 所以从小到大 我们除了父母 除了兄弟姐妹 这些亲戚之外呢 最重要的是朋友 这个人家说啊 在家处处好 出外调调难 那出门在外 就是需要靠朋友 当你有困难的时候 朋友替你解决 受到 委屈了 受到不贫了 朋友可以帮你打气 生病了 朋友可以帮你照顾 那你失忆了 朋友可以帮你安慰 所以朋友的 这种关系啊 的作用啊 就好像汪洋中的灯塔 沙漠中的 绿洲 黑暗里面的阳光一样 在我们的 这个生活上 时时刻刻啊 都是需要交朋友 不可以 失去朋友之道 那当然朋友 有分为 所谓的义友 有所谓的损友 那这个观念我们还会讲到 在朋友的交往当中啊 我们一定要呢 选择义友 而远离损友 彼此之间呢 誓死的劝善归过 已有福人 这样呢 不但的建立了 个人 生命上的尊严 也展开 丰厚 真正正道的一种人生啊 所以呢 知心的朋友 其实呢 是 很重要的 那么 知心的朋友 我们都认为不容易找 其实只要呢 我们愿意呢 用性的态度 用诚信的原则 来对待朋友 朋友就在我们身边 他会呢 主动 伸出友谊的手 真心对待分享 当自己对朋友 付出情感 他也会同样的 回应在我们的身上 这个是 我们人 跟朋友之间 一个重要的关系 那我们讲 信朋友 信呢 一定是 先从自己信起 所谓 信智 信他 古代的呢 教我们 信自己 然后呢 才能够信他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意思是说 你自己要能够相信 你自己是一个正人君子 你是一个好人善人 那么你相信你自己的 你对待别人 你一定也用同样的标准 同样的这个作为 来看待你的朋友 那所以 你会相信朋友 你会跟朋友呢 真诚对待 甚至呢 用这个生命相交 这是一个自信 的人啊 他才能够信任 的一个原则 所以身为一名君子 面对自己的言行君子 一定十分有自信 我们上次也讲到 自利才能利人 自爱才能够爱人 正己才能够承认 那么自信才能够信任 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自己平日呢 待人已成 求学 很专 那么谨言慎行 我的行 我的言 都是正当 不会寻思贪求 没有妄想邪念 也不会呢 贪图个人的享受 为人处事上呢 都能够 真信待人 所以说 这个真诚 的心啊 诚信的心啊 就能够感动别人 感动天地 那因为自信的人呢 信念纯真 他的言行诚恳 没有妄想杂念 所以在人际关系上呢 他也常常获得 别人的认同 所以自信的人呢 他习化如今 不轻易开口 那他做人很稳重 不会呢 看到什么就批评什么 不闲言杂语 不谈人的是非啊 凡说的呢 都是实实在在的言语 凡出口的呢 都是呢 能够 为对方所信任 也就是说 讲出的话 就能够 为对方所取信 所以自信的人修养呢 他的耳朵 能够静听 能够提听 能够呢 会听 没有所谓的协听 耳朵只听该听的 不开听的 他就拒绝听 他也听不到 所以呢 他对了自然光明磊落 而且呢 他肯定每一个人的价值 自信的人呢 善恶分明 必有所断 有断的这种依据啊 一定是发自信德 故能够呢 信心具足了 料事如神 那他因为 信是人的信德 所以自然流露信德 就是一种圣贤 的言行 所以一般人 常常以为 亲眼目睹的 不会有错 可是呢 我们 亲眼目睹的 常常有疏漏的地方 但是自信的人 判断事情呢 都有凭据 不会呢 乱下定言 所以 他就没有错乱 那他为什么 有办法做到这样呢 这个是靠 平日的修为 经验 跟这种观察 内省的培养 能够眼明心细 能够看出 这个事实的真相 所以才得到大家的 认同 跟钦佩 所以一个自信的人 绝对不会自信 一般人以为啊 不欺骗他人 他人 这样就信 其实啊 真正的 不自欺啊 也是一种 性的行为 如果是自欺呢 也是一种无性的行为 所以欺人者 一定为人所恶 自欺者 更为人所恶 为什么呢 因为人都有信德 都有良知本性 这个本性不昧 良心自在 这个灵台呢 这个光明用事啊 内不愧对自己 外不愧对别人 光明正大 毫无虚假 这样的表现出来 是信而自成 所以呢 可以善恶自判 所以自信的人 一定积极处事 当他面对 不如意的 这种困境的时候啊 他事业受困 人际关系失和 或者是感情受挫 前途受阻 他如果怨天尤人 不但不能够解决问题 反而承认了自己没有信心 结果把事情呢 搞得更复杂 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呢 自信的人 遇到失败啊 他都会化悲愤为力量 变这个 自己不断地改变现状 以求改进 给自己轻松一下 甚至自嘲一下 然后微笑地面对前途 这是一种不自欺 自信的一种品格 所以可见呢 这个信呢 在我们的身上 是多么要的重要 他能够把 仁义理智信的 这个信德 连带的启动 那所以呢 是五常的根本 信之于仁义理智啊 就好像呢 土对于金木水火一样 那土呢 能够长养万物 万物呢 终究又回到 这个土 我们说大地啊 所以这个土呢 寒肠万宝 那土是水性 仁义理智信 这个其他前四项 都要用信来成就它 比如说 有人没有信 这个是假的 有义没有信 有理没有信 有智没有信 这个呢 都是呢 虚理 这个呢 都是伪智 这个都是无信的行为 所以信统乎事端呢 是一切无常的基础 也是呢 为人处事的原则 人如果没有信呢 这是孔子说的 大车无你 小车无物啊 没有那个轴心 这个车是怎么能够走人 人如果守信 没有坚持 那么也好像呢 一条船啊 没有舵 没有舵的船呢 盲目航行 它怎么可以登上彼岸呢 所以信啊 这个信心呢 是我们内在的保障 只要我们心中有信仰 就会产生信心 有了信心 就有取之不尽 用之不解的能源 所以这样的能源 不是在外面找 外在的物质 即使再丰富啊 也是有告捷的一天啊 因此呢 解决真正的能源啊 就是开发 这个自信的能源 反求诸己 向内在那个性德 来开采 我们内在的财宝 才是无限无量的 所以老师告诉我们 向内寻找 这个向内寻找 也是明示一指的重要性 可见信心跟人生啊 关系是非常密切 我们的这个生活之中啊 你看跟信连在一起的 就非常多 比如说我们要有信念 我们要幸福 信任 信奉 我们要信守 信行 信赖 我们要有信誉 信意 信解 信愿 信条 信物 信托 甚至现在有信用卡 一经里面还有提到 信集囤鱼 相信囤鱼 它会在它凡此的季节出现 所以囤鱼出现了 就知道是什么季节 所以过去佛法 也曾经以一波为信 你看五祖传 传一波给六祖的时候 传此一波以为信体 让大家相信佛法在这个东土洪传 用这个一波来做信 那这个皇帝啊 用这个玉玺以为信 只要呢 这个印章 盖下去 这个就是皇帝 对百姓的承诺 这个就一定要做到 所以叫均如戏言 所以一个君子 以信誉为信 以德为信 这个是 基本的修养 做人要守信用 做人做事要有信心 所以信守能够信守不语 做事情才能够成功 有信心呢 才能够远离一切的对立 是非得失 这些妄念 而达到平等自在的境界 所以华严津他讲一句话 那他说呢 信为道元功德母 掌养一切诸善根啊 我们 求道之后 开法会 最后一堂课 信愿行政 这个信呢 他不只是说 你要信这个道 信这个明师 信这个天命 最重要的 你自己也没有自信 你对人也没有诚信 当你这个标准做到了 你用注意信天命 信明师 信大道 那么相信呢 你会自动自发的 去做你该做的事情 去疗你的愿 去行 苦度众生的责任 然后最终呢 能够证得你该证的果位 所以信心啊 是失败时的种子 的一种活种 当人遇到各种 这个障碍线前 在茫茫的黑雾之中啊 能够照亮前途的 就是你的信心 所以世间的财宝 要用信心来取得 那么内在的财宝 也是要用信心来取得 辽阔了江海 要用信心的船 来去度过 丰硕的果实 要用信心的根 来成长 无尽的宝藏 要从信心的门进入 有信心就有希望 有信心就有力量 信心是道德的根源 是智慧的保姆 信心的门里面呢 寒敞的无限的宝藏 所以人生最大的敌人 不在外 而在内 就是自己 自己的虎以不定 缺乏信心啊 就是失败的主要因素 有信心的 不但能够成就 这个世间的工业 也能够养成 出世间的道业 可以说呢 信心就是最好的保障 所以对待这个人 对待朋友 要诚信 所以我们与其追求一个完美的朋友 不如呢 和朋友相互激励 彼此提升 所以这个真心对待啊 不求回报 不占有 这个要有耐心 不看表面 不陷害朋友 困难之中呢 就可以见得到 朋友之中的那份真情 那对待朋友呢 是主动关怀 安慰他 鼓励他 分享心情 包容接纳 不是呢 做嘲笑 比较 排斥批评 这些动作 所以欣赏朋友的优点 言己 宽人 所谓言以利己 宽以待人 多体谅对方的困难 对方有错 也能够宽容 要能够自尊 尊人 避免自大 骄傲 避免呢 这个控制 避免说自己想要管别人 要避免这些念头 你才能够呢 跟朋友之间啊 处得 处得和乐 你看世间的人 都想要管控别人 我想要管理别人 我想要掌控一切 这个呢 都是呢 杠高我们的心 这样的人呢 在朋友之中呢 很容易得罪朋友 除非呢 他有相对的得心 否则呢 他这种 从而想要掌控 占有的心呢 终究毁坏自己的 在一份土壤之中啊 把他拔除 放下自私自利 这些自以为是的偏见 我们学会呢 做别人的好朋友 所以我们想要 有这样的朋友 你自己要先做好朋友 这是提升朋友 跟朋友之间的关系 所以用诚信 来建立起来 那一个人没有讲信用 讲话呢 人家不会相信他 那么他为人呢 就不可能被人看中 甚至呢 他的一生也难以成就 所以对朋友 绝对不会夸他不死 讲一些呢 不该讲的话 不可以自欺欺人 那这个 我们在道场所碰到了 同修 事实上 就是属于 信朋友这一条 那到这中子里面 告诉我们信朋友 就是同修之间 要懂得互相 谅解 互相 互相信任 修行呢 就是调整自己的心 使之不要迷心 那么 如果说 自己的信心都保不住了 那你 怎么可能得到别人的信用 跟敬仰呢 所以信识 诚信 诚信的做人 是一个 修行人的一个基础 那 以前呢 有 伯语跟淑琪 这个例子 那他们两个人 是代表清高的形象 那他们呢 就是对于 这个 他的 国民 因为他们是一代的 一代的这个 诸侯嘛 那对于他的子民呢 要有诚信 所以当他的国家呢 不见了 因为我们知道 伯语淑琪是商朝的人 他是奏王时候的子民 那他的这个国家不见了 他的国家变成 周朝的土地 所以他为了 这个信守国家的这样的一个信念 坚持做这个商国的人 所以他宁可离开这个土地 那他怎么离得开呢 全天下都是周朝的土地了 他怎么离得开呢 所以他躲避到山里面 不接受外面的这个饮食 吃山里面的这种果实 结果呢 贫困饥饿 最终一死 那伯语淑琪的饿死 他是一种 世间的表率 是圣贤的德行 他是教导人 做一个诚信 的一个典范 那古代 你看秦始皇 富有天下 但是呢 他无诚 无信 对于百姓呢 不讲信用 而且呢 对于百姓呢 百般的这个剥削 民不聊生 万民唾骂 所以没有办法得到 人民的尊敬 后来呢 他的这个王朝 当然就被推翻了 所以 一死可去 诚信不可思 一死就是 穿衣吃饭 你可以减少 可以没有 可是一个人的诚信呢 不可以失去 唯诚取信 唯有一个诚字 才能够取得 别人的敬仰跟信任 所以修行人 非常谨慎 绝对呢 不可以失去诚信 否则呢 你就是自欺欺人 你欺骗别人 其实就是欺骗自己 那欺骗别人呢 可以骗了一两次 但是最久了 人家也会看出 你的伎伎 任凭你再多的花言巧语 人家也不会再相信你的 这个是 这个欺骗自己的心呢 那现在 我们的社会 欺骗的案子很多 那欺骗的动机呢 主要都是为了 诈裁 那诈裁的人 他可以 骗一两次 但是呢 他可以变多久呢 有可能一直被 一直这样骗下去吗 不可能 因为呢 这个世间呢 是有一个道义存在的 朋友跟朋友之间 也是有道义存在的 人跟天之间 那种道义 所以 所以合天的人 就会活得 很想自在 伪天的人呢 就会受到 天人的惩罚 这个就是 我们说的 因果的现象 那他今天 诈骗的钱财 他能够得到 这个钱 享用到 这个钱 其实 也是 他的果报 他命中里 有这些钱 但是呢 他这个钱 比他命中里面 还要少 少了 十分之一 少到 剩下 十分之一 比如说 他有一千万 结果他用诈骗的方法 得到一百万 那他以为 用诈骗的方法 很好 拿到钱 所以不断去诈骗 不知道了 他命中是有一千万的 结果只得到一百万 那他如果福报没有了 福报没有了 当场就被逮到 当场就被拆穿了 铃铛入意 收到他的果报 阳世间的果报 收完了 阳世间的果报 也不会逃过 还是要继续收 所以 自欺欺人的人 是很愚痴的人 真的是很愚痴 所以我们 这个信 古人说 人眼为信 人讲的话 就是信这个字 信这个作用 所以人 本身的话 就是代表信用 那人呢 是万物之灵 除了说 行为 表现出感情之外 最重要的 就是用言语来沟通 所以人有言语 是一种 这种高阶的动物 高灵体的动物 然后呢 又会诉诸文字 所以文字语言 成为人际 沟通之间 很重要的一个媒介 那所以古人造识啊 说人讲出来的话 就是信 那事实上呢 也是在 不断的提醒人 人讲话要深重 你讲出去的话 就是要如此兑现 那么人如果 能够言而有信 亲朋好友 他的同修 同才之间呢 都会乐于跟他交往 那自己呢 当然就会 成就自己 那种成功的机会 也会形成一种 良好 互动的社会风气 所以人不能够 离群所居啊 一切都需要互助合作 那互助合作之间 你跟人的信用 就非常重要 你讲信用 别人就信用你 诚信相对 敬业乐群 那么人际关系 当然就会服药之伤 那么西方的文化呢 他认为口说无凭 所以呢 要这个白纸黑字写清楚 人的这个约定啊 都要有自为证 那现在这种风气呢 传到我们中国人的社会 中华民主这个社会 结果呢 也必须这样子 以前的那份自然的约定 已经失掉了 失去了我们的信德 所以人跟人之间呢 这个不合 同修跟同修之间不合 同事跟同事之间也不合 大家彼此互斗 大家彼此呢 征求个人的利益 失去了那份 天然信德的那种交流 所以人言为信 现在变成一种口号 端待我们 这些有心人士来会 弘扬他 那我们到这种子 特别把信朋友讲出来 所以讲信用的人 言出必行 不合乎道理的 不能够做的事情 他不会做 也不会帮朋友做 不会盲从去做 那该要信守的承诺 约定的事情呢 一定是尽心尽力做到 如果临时有困难 那么或者是一时做不到 那也要做适当的处理 所以讲信用的人 言出必行 言而有信 他不会忘语 不会忘语 就是不讲夸大的话 不会吹牛 不会说谎 他不会吹牛 不会吹牛 不花言巧语 不会找借口 不会讲那些 这个 有的没有的 虚而不死的话 不两舌 就是不拨弄是非 不会道听俗读说 传是非 碳人隐私 又能像大喇叭一样 到处宣扬 那这个在我们的现代的社会 是非常的普遍 媒体的报道 以揭发人的隐私 为乐 那么民众之间 也以打听这样的事情 为生活的乐趣 所以变成了 所以变成了人跟人之间 互相猜忌 互相的不信任 互相的厌恶 所以这个嘴巴 是造成了很大的口业 那有自信的人 有信心的人 信朋友的人 他不恶口 不恶口就是不会讲这些嘲笑的话 尖酸刻薄的话 辱骂 批评的话 埋怨的话 甚至呢 讲这些黄色的笑话 所以这个十善业里面 讲到这个身口意的口 是归戒得非常的仔细 这个细目呢 非常的细 那可以知道说 我们人啊 这个嘴巴一讲出口 他所影响的 这个力量很大 孔子讲 一眼足以心邦 一眼足以上邦 这嘴巴的 这个 运用的技巧 很重要 所以在孔门里面 这个四科 十者 那么德性科 列为第一 再来就是言语科 再来就是正式科 再来才是文学科 所以孔子这样的分法 是有次第的 做人做事以德行为第一 再来是言语 那言语里面呢 孔老夫子 两位最代表性的学生 子贡跟宅我 这两个都口才非常好 那么他们两个人 受到圣人的教化 所以呢 两个人尊师重道 弘扬圣教 都还不失啊 这个出言为信 人言为信的这样的一个流落 但是一般人呢 我们现在讲口才好 口才好 不见得是他信得的流落 有时候呢 只是为了敷衍 只是为了打听 或者是说 只是为了夸大 那这样呢 人言不是为信 成就了一个人的那种 毁败的一种前途 所以一个人成败的根源 源于我们内心的诚信 如果连讲话的信用都做不到 那么很难想象 还有什么事情能够做得到 孔子说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没有信用的人 我们不晓得 他还能够成就什么 宗庸讲不诚无误 这个诚呢 讲到人言为信 那么人言不为信的话 无误 无误是什么 没有对方 没有对方就会做出 没有诚信的动作 没有礼貌的动作 没有把对方看在眼里 没有把这些万事万物呢 发自内在的 这种诚信来对待他 那么你想想看 一个不诚的人 没有诚信的动作 那他怎么会成就一切呢 他看世间如无误 所以缺乏真诚的心 缺乏该有的信义 那么他的事业 很难成就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语言啊 是心灵外在的表现 那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层面 影响深远 所以 所以 论语里面 曾子晨提到 他说呢 动容貌 思远抱慢矣 所以呢 这个容貌的表现啊 是要稳重 要呢 这个 重结 那么一个人呢 他的这个容貌 常常表现出和眼月色 表现出那种 那一份雍容 那一份这个稳重 的那种容貌 那么就会远离 暴乱 怠慢 远离暴怠乱 那么这个人呢 就会得到人家的尊重 那整个 这个世间 整个在场的这样的一个气氛 也会得到和谐 所谓以和为贵 那么这个和呢 是发自于 内在的诚信 所得到的 那所以我们 在讲话的时候 容貌给予人 什么样的感觉 也是关系重要 因为呢 它代表着 我们的心 我们的行为 容子啊 这些言语意涵 对方 能够 透析 说话的人 的内心世界 从你的容貌 跟你讲出来的话 了解到 你这个人 的起心动念 所以呢 它会做出 适当的反应 那这个反应呢 有时候可能是很 很暴力的 那所以要远离暴力呢 一定要呢 发自真诚 所以言语一定要谨慎 那 手信的这个 这个故事里面啊 在我们中国 非常非常的多 朋友之间 手信用 这个是 很多的故事 那我们书中用到一个 寄杂挂件 那寄杂挂件呢 我们是常常听说 那常常听说 它里面的 主要的一个 内涵 主要的意思 故事内容 我们就借着这个机会 好好的 把它了解一下 那寄杂是一个 周朝 春秋时代的 无果的国君 他的一个公子 那这个寄杂 有一次呢 出使鲁国的时候 经过许果 结果呢 就去拜会许君 这个许君啊 一刚到寄杂 就被他的这个气质 被他的这个涵养 所打动 内心呢 对这个计杂呢 非常的佩服 所以对他非常亲切 那计杂 那时候呢 这个 被 被许君啊 这样默默的注视着 他的那个 这个端庄得体的仪容跟穿妆 结果呢 许君就 看到他有 这个 配了一把宝剑 那他这个宝剑啊 可能也不是普通的宝剑 这个许君呢 因为看到记杂这个人的行为 那同时呢 也对了他所佩戴的宝剑呢 起了一个很大的想法 那剑呢 古时候 是一种装饰 也是一种礼仪啊 所以 无论是这个 士大夫 或者是将相 通常 通常身边都要配一把宝剑 以前不能够配剑入宫 在那个时代的 并不是这样子 那记杂了 这一柄 这一把宝剑啊 铸造的很有气魄 整个构造啊 很精密 造型的很温厚 还相有宝石的 典雅又不失庄重 所以呢 只有记杂这样的有气质的人 才能够配合上这把剑 结果徐君这样一看到 哇真的 越来越喜欢了 其实呢 他是喜欢记杂这个气质 如果一般人呢 配上这把剑 可能没有 把剑的那一份 内涵给凸显出来 所以呢 徐君呢 同时呢 也把对记杂那份敬仰 对于这份 他的这个配剑 也带着向往 那徐君呢 虽然喜欢他的剑 可是呢 不好意思说出来 只是呢 目光在那里看了 一直在那里打转 那记杂看在眼里 内心就想说 徐君可能会很喜欢这把剑 那我应该把这把剑送给他 但是呢 现在还不能送 因为呢 他还要去鲁国 作为一个使者 他必须有配剑 所以还不能够送给他 等到他去出使鲁国完之后呢 再来把这把剑呢 送给徐君 那他记杂这么想 后来呢 当然就出使到鲁国去了 不晓得说 事事无常 他回到徐国的时候 徐国的国王 就这个徐君呢 已经去世了 那结果记杂 来到徐君的这个墓旁边啊 内心呢 有说不出的悲气跟感伤 好 他望着昌凉的天空啊 无限的感慨 所以朋友跟朋友之间啊 那一份情谊啊 那是用言语无法表达 那他记杂跟这个徐君之间啊 那种朋友的互动 已经到了互相信任 能够呢 把自己所爱的 所拥有的这些物品 来送给他都没关系 所以他就把那把剑 挂在徐君墓旁边的那个树上 那心中就默默的念了 你虽然已经重了 可是呢 我内心啊 那个对你的许弱啊 却常常在 也就是说 我已经默认了 这把剑要送给你 我是希望呢 回头的时候再给你 不晓得说你就这样走 希望你在天之灵啊 在向着这棵树遥望的时候啊 还能够记得 我配的这把长长的剑啊 放在这里 向你道别 所以他就把这个剑啊 挂在那个树上 然后反身离去 那记者的这些水虫啊 就非常疑惑了 就问说 徐君已经过世了 你把这把剑挂在这里 又有什么用呢 那记者就说 虽然他已经走了 但是呢 我的内心曾经对他有承诺过 而且徐君非常的喜欢这把剑 我心里想 回来之后 一定要把剑送给他 这个是君子的诚信 所以我一定要这么做 大家听了他的话呢 都非常的感动 这种一个君子啊 讲求的这种是 是诚信跟道义啊 怎么能够因为他的过世啊 而背弃朋友 应该有的性跟义呢 放弃原本的初衷呢 所以记者挂件的故事啊 给人一种这个性朋友最高的标准 很好的典范 那自古以来 圣贤一再教教导我们 希望我们拥有高脉的智杰 那这样的智杰呢 往往表现于内心之中 也就是说从性德流露出来 落实在我们的日用寻常里面 像记者这样子 他并没有 隐落 出口隐落徐君 可是呢 他因为徐君的过世 而不违背自己应有的存信 所以他把信呢 这个做到极促 做到的圆满 让后人呢 对他产生无比的崇敬 跟感动 所以 一个人的言语 是人的那种心声 我们的心声 透过言语表达出来 但是有时候的心声 是不需要言语表达 那言语是内心自情的一种表白 要明昔的动视 了解为人真实的那份品格跟操守 就要关注人内心的世界 内心的世界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性德是否光明的朗现 我们的心善行为就善 心恶行为就恶 那从记者的故事啊 他的内心想要把箭送给徐君 但是呢 他并没有言语上的承诺 又何况不久 徐君过世了 他仍然坚信 内在的那份诺言 不惜捨去 这个千金难买的 他的宝刀啊 就把他送给了徐君 挂在他的墓上 墓的树上 那可见呢 在这 记者的这几句话之中呢 虽然是两三句啊 可是呢 植地有生 细腻的这种精神啊 传扬万古 和不朽 我们就因为这个故事呢 就认识这个人 而这个人呢 就因为他的诚信呢 流传千古 让人家赞扬不已 那所以说 信 对人 跟人 之间呢 那一份的 不可或缺 那朋友 是尽得修业的伴侣 明圣经里面 他提到 貧富先交朋友 朋友乃是五轮 信心内外平等 何妨减难再尊 那意思是说 跟朋友交往 贵在于诚信 真实的心 不在于货富贵贱 所以 知心跟互助啊 没有欺心跟厉害的心 即使自己碰到困惡 灾难 挫败打击 跟朋友的交往 那份友谊啊 还是以心应心啊 无所欺求 这样才能够长久 所以 古大德说 朋友 文善相告也 见善相似也 朋友可以立志 可以劝过 可以折善 所以古人呢 不结交 品德不如自己的朋友 结交呢 比自己贤德的人 来做朋友 孔老夫子说 物有不如己者 那这句话呢 常常有人误解 认为孔老夫子 他有比较 有分别 别人不如我了 我就不跟他做朋友 事实上呢 孔老夫子这句话呢 是从信德去做断论 也就是说 我的这个静德修业 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同修 很好的浅显 来指点我 来提醒我 来带领我 在我的这个言语造作 我的起心动念之中呢 不断的来告诫我 这个呢才是一个 超过自己的朋友 所以他说 物有不如己者 孔老夫子的意思 已经讲得很清楚 德性在这个品格上 他根本没有对我的静德修业 没什么帮助 甚至呢 是酒肉朋友 那孔老夫子 认为这些朋友呢 要呢极力的 挽洩 不要呢 跟这些朋友混在一起 免得自己的德性呢 也被污染了 甚至呢 被脱落了 那所以 文善相告 见善相识 这才是一个同修之间 所应该有的 这样的一个 德操啊 诗经他讲 他三之死可以公寓 也就是说这个人呢 这个优点 这个人的好处啊 可以作为我 的一个学习的对象 那我是一块石头 我希望变成美誉的话 就要向他三之死来学习 所以友情的范围是最广 对象最多 弹性最大 好 透过交往沟通 透过这种媒介 朋友不但丰富了 人们的感情世界 也拓展了人的 这种生活空间啊 而且呢 能够砥砺德行 提升理想 完成我们对于 生命内在的情操 这个是朋友的那份可贵 所以了解到 那朋友跟朋友之间的 那一份珍贵之处 我们呢就 不能不 有朋友 尤其是修道人 就不能够缺少朋友 那珠希呢 有徒弟啊 学生问他 与人交友之后啊 知道对方不是不善 可是呢 想要绝交 又怕呢 会伤到对方 不和他绝交呢 又是呢 懷着这种 这种 怨特的心 就是抱怨 这种不甘怨的心啊 就是说 那这该怎么办呢 如何是好 所以朱子就跟他讲 这个不叫做怨特 也就是说 不是抱怨 不是不甘怨 心如果有怨的话 和又和对方交往 这个才叫做怨特 这个才叫做抱怨 所以如果朋友不善 人情意理上啊 自然会跟他远离 远离之后 那见他 也没有什么大过 那么 你何必跟他绝交呢 你还是 可以继续跟他交往 而且呢 你还可以用自成的心 来把他不足的部分 来感化他引导他 这个就是所谓 亲者不失其亲 故者不失其故的道理 这个是朱子 他教导学生所说的 这一番道理 那所以 可见他认为 一个朋友 如果说 他是在这个德性上不足 做人上不及格 那么你就赶快远离他了 远离他没有什么大过错 那么你如果说 这个 看他呢 能够感化 能够呢 来引导 你就好好好引导他 让他呢 不要呢 做人不要这样 没有品格 他能够引导了 那么你就成了他最好的朋友 你为什么还要 跟他这个断绝往来呢 所以你还是要成绝他 所以 非到 没有办法度话 不要随便放弃朋友 这个朱子的话 意思是这样 那所以说朋友 乃是五轮之一 出外靠朋友 所以结交朋友应该呢 敦厚 有言而有信为主 所以自信 自信的人 以诚信带人 自然就可以游走天下 是天下为一家 哦 论理里面讲 四海之内接兄弟 这个四海之内接兄弟啊 都讲得非常好 谁说我们没有兄弟呢 到处都是我的兄弟 我们把四海之内的这些众生 都当成自己的兄弟 兄弟是守主 他是我的守我的主 跟我是一体的 这个意思呢 表法的意义很甚 你看我们在礼天 在老母立院那里 结果下来人间 要来度化 度化我们这些兄弟姐妹 结果呢 留在人世间回不了家了 所以老师派 这个老母派名师来 又来叫醒我 已经被叫醒了 你还要赶快把这些兄弟姐妹 都带回去 那这些兄弟姐妹 通通都是布满在整个世界 四海之内 所以四海之内 都是我的兄弟姐妹 都是我要度化 带回去的目标 所以我们怎么可以分族群 分国家 分别你我呢 都是一体的 了之到四海之内 接兄弟这个道理啊 我们就会知道说 为什么观圣帝君 张飞 张三爷 刘备 刘皇叔 这三个不同性的朋友 能够成为兄弟的道理 他是在表演给我们看啊 你看不同性的人 都可以变成兄弟了 那何况又同性的人呢 那不是这个亲上更亲嘛 不是更加的不可分割嘛 所以 所以呢 这个朋友跟朋友之间呢 要互相的 来归戒劝勉 能够一起来 来成就道业 这个呢是 刘关章 陶原山结义的一个典范 大家草安 大家好 道之宗子 讲道性朋友 仁义理智性 无一不是从自信而发 那从自信而发呢 那么每一个德目呢 都是自信的代表 所以我们讲到性朋友 性也是性德 我们自信的流露 我们讲 德一善而全全福音 只要呢我们把一个善 好好的下功夫 好好的伸住 好好的来立行 那么每一个性呢 都能够通往我们的性德 每一个德 都能够通全德 所以性 只要通了 那么我们也能够 正悟到我们的自信 所以 人眼为信 表现在自然的生活 就是 你讲出来的话 无一不是 诚信的 所以你要先了解 佛 菩萨 圣贤人物 他们绝对不会讲欺骗众生的话 因为呢 他们所流露出来的言语 都是从自信而发 所以自信的话呢 当然是实在的话 正直的话 所以金刚经他有讲到 如来是真于者 如于者 实于者 不义于者 等等呢 那么可见呢 人讲出来的话 都是光明的觉知 都是自信的流露 那所以我们讲到性朋友 你看朋友 如果内印证到我们的自身的话 朋友其实是 我们的这个内在的众生 外在我们有朋友 内在的朋友是什么 内在的朋友 就是真主人 旁边的这些 四神 我们说六四 言耳鼻舌身义 我们的这个四肢百亥 好 我们的五脏六腑 这些呢 都是朋友 都是自信上的朋友 那么自信呢 他本身 他是真主人 所以真主人 一定是讲 真实的话 他绝对不会欺骗朋友 所以你看我们整个身体 在运作之中 真主人当家做主 那么其他的身体 其他的这个器官啊 运作一定是 如此的运作 大家不会彼此互相欺骗 手会欺骗脚吗 不会 头会欺骗这个脏腑吗 也不会 大家都如实进行 那是因为什么 因为呢 我们的真主人当家做主 所以信是那个真主 这个我们要清楚 也只有从这个 这个信德出发 了解到我们真主人的 那一份 那一份真实的存在啊 我们的起心动念 一言一行 没有不是信德 除了信志 还要信他 那么你会讲 我们有时候 身体根本不会听真主人的话 我叫他不要生病 他还是会生病啊 叫他不要去乱来 他还是乱来 叫他不要乱看 他还是乱看 为什么真主人 没有办法去 驾驭这些 这些朋友啊 这些伙伴呢 那是因为 你的真主人 根本没有当家用事啊 他没有在主宰啊 没有主宰 所以呢 他 表现出来了就是没有信用 没有诚信 那没有诚信呢 当然你的这些伙伴 朋友 就对你没有诚信 就胡搞瞎搞 结果了 搞得了 身体 这样子 一生的毛病啊 所以真正的自信的流露啊 他的身体无一不是协调的 这个我们要清楚 所以信朋友 真正一个内在的含义呢 是在这里 真主人代表信 朋友呢 代表辅助我的这些伙伴 大家呢 相安如是 大家呢 和平共处 然后呢 共同为一个目标而努力 所以我们就活得健康 活得自在 跟人相处呢 也不会有隔痕 也不会有摩擦 整个社会的秩序呢 就是一片的 太平祥和 这个 这个是信朋友的争议 掌控的很好 所以他对自己很了解 所以他对自己很了解 他是用诚信来带人 所以别人也用诚信带他 那我们这里用到 晋草的杨户的故事 历史上 很有名的堕泪碑 的一个故事啊 那杨户呢 他是 晋草 西晋 那个时候 也就是说山国的北魏 一直到晋草 那他呢 是 那个 晋 这个 南城人 智俗子 那他的祖先呢 都一直都是 当官了 所以他是官患世家 他的祖先有一个德行 那就是呢 清廉 教导子孙呢 无一不是清廉 所以这个官呢 做到他的 他这一代啊 一定是 第九代 都是以清廉著生啊 文明于世 那所以 在杨户 十二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过世 他的俗父呢 继续的来 去抚养他 所以他对他的 祖父啊 非常的恭敬 也非常的孝顺 似同 这个父亲一般的 的孝顺啊 当时啊 因为山国 还没有完全的 统一啊 那么晋武帝呢 要攻灭孙奴 救命养户啊 去率兵 去攻打孙奴 那杨户呢 就率兵 正守在 襄阳这个地方 那他跟 东吴的军对峙啊 这个时候的 东吴的军呢 也出现了一个名将 那就是呢 陆抗 陆抗跟陆迅 这一对父子啊 都是 三国上流民的 的一个大将军 那么两个人呢 互相对峙啊 结果呢 大家呢 不是以武力来竞争 而是以德行 来显著 杨户呢 用德来 这个怀柔远近 用怀柔的态度呢 希望呢 来取得东吴这边的人的民心啊 那他跟陆抗 对峙的时候啊 秦修德政 哦 对 敌国 的人民啊 都是开诚布公 而且呢 广招 武国的人啊 能够来归附 那么 这个对于投降的人 想要走离去的 就让他自行离去 也不会去管他 那杨户在军中啊 他也不穿盔甲 不披甲皱啊 哦 一点威严的样子都没有 所以他的侍卫呢 也不过是十几个人 在轮流交替 哦 他不 很少用示威 什么事情都自己来 哦 他维持到一个 他祖父所留下来 这样的一个形象 一个清廉 爱民的形象 那每次呢 当他的这个部队啊 在跟无人交拼的时候啊 在战斗之中 他从来不会去用偷袭的 用计谋的方式 来战胜对方 如果说部署将 将军里面啊 有人提议说 用欺诈的手段 来取胜东吴啊 杨户呢 也不好意思拒绝 也不能说不对 所以呢 就把他 送给他这个美好的酒 用这个纯酒啊 让他来喝醉 喝到最茫茫 使这个将军呢 不能够再说话 那他不说话了 当然就 就不会用这种手段 那有一次呢 他从他的部下 在这个敌果的边境 抓到两个小孩子 疑问之下呢 知道是东吴那边的降临的孩子 杨户呢 立刻派人把他送回去 后来呢这个 这个 吴果这边的降临啊 就自己来投降 这两个小孩子的父母 的这个父亲啊 十分感激他啊 帅部队来投降洋户 那有一次呢 洋户的军队啊 经过吴果的境内 要收割这个稻谷啊 作为军粮 那么就把这个 收割的稻谷 他的这个 钱树啊 看一旦多少钱 然后就拿这个布匹作为敌呀 那如果说吴果 他的将士 有射杀到野兽 可是野兽呢 跑到晋国的土地 被士兵抓到了 那么洋户呢 也就命士兵把他送回去 这个是吴果人打到的 不是我们打到的 那所以他的这个行为啊 让吴果的人啊 心悦成福 吴果的人都称洋户为洋户 不敢称他名字啊 所以当时啊 跟洋户对峙的这个祖帅 陆抗啊 也非常的佩服啊 那陆抗呢 他也是以德性出身 所以呢 他也没有用什么技巧 詐谋 来迎娶对方 这两个人呢 就以德性 来对抗 以德相称啊 以德相称啊 这样的将领呢 可以说 很少听到 那听说有一次啊 这个陆抗 他生病了 那洋户就 那洋户就 洋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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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也把这个药呢 药草送去给她 希望他趕快把病养好 那陆抗呢 收到了 養護的這個藥他也沒有懷疑 就安心的把它服用下去 那左右的人勸他說 哎呀不可以服啊 那個是敵方將領送的藥 你怎麼可以服啊 路鋼就說 世間沒有會毒殺人的養熟子 養熟子就是養護 毒殺人的人是不是養熟子重人 路鋼他常常就對這個部署說 這個養護專修人德 可是我呢 專行暴力 這樣下去呢 不用戰爭啊 人心自然會歸向養護 所以我到時候一定會打輸 那後來呢 養護 85歲 58歲的時候去世 當時三國人 在平均壽命都是在五六十歲 那養護呢 58歲去世 那麼當地的人 聽說養護去世了 沒有不哀嚎痛哭的 大家呢停止營業 什麼事情都不做了 都在街頭巷尾呢 在那裡嚎啕大哭啊 哭聲相戒啊 連這個五國這邊的士兵啊 聽到了也為之哭泣 那因為他一生呢 用仁德感召人心啊 所以連敵古勒的這個部隊啊 對他的死啊 都非常的傷心難過 那麼在襄陽的百姓 襄陽縣南雁山這裡啊 建立一個石碑來紀念陽戶 那逢年過節啊 只要有人經過這個石碑 看到這個石碑上的名字啊 寫著陽戶 那麼大家都停留在這裡 思念陽戶 大家都默默的掉眼淚 甚至於有人來到這裡呢 嚎啕大哭 嚎啕大哭 所以這個叫做墮淚碑 所以墮淚碑是歷史流明的啊 有記載在 有記載在這個 這個禁止裡面啊 那所以一個陽戶的一個視線啊 這真的是人言為信的一個典範 那所以我們知道 人言為信 古人造字啊 把人所視線的這個畫 那就是一種 一種信德的表征 那這個信德的表征呢 它就是一 就是一種 這個聖賢的 的言語 的動作 那所以 沒有不講信用的 現在的信用啊 已經到了谷底了 所以人跟人之間呢 要用法律來約定 做生意要有誠信原則 那朋友之間呢 要講信義 這變成呢 是一種 這種規定的條文 那我們知道 法律是 人間啊 最後的一個手段啊 用法律來規範人世間的行為啊 這已經形成一個 一種強制性的手段 那這種強制性的手段呢 不是人性所發的 人性所發的 絕對是自自然然的 那所以 這個已經 不是信德了 所以我們看到 古代的這些例子 讓我們說明 信的一個可貴 那我們這裡又用到 蘇東坡 跟這個佛印 兩個人的故事 我們聽過蘇東坡 跟佛印的故事也不少 也常常聽到 那這一段故事呢 是比較少聽到的 那有一次呢 蘇東坡 他去遊山朝聖 那麼聽說南京呢 西西峽山 有一尊非常莊嚴樹木 的一個佛像 所以很嚮往 他就去拜訪佛印禪師了 希望佛印禪師能夠 一起跟他去 那佛印禪師呢 看到這麼誠心啊 就答應蘇東坡說 那好 我們一起去 這個西峽山 去朝聖 結果他們兩個 一路上呢 翻山越嶺 好不容易爬到了山頂 蘇東坡呢 目睹到這尊佛像 心裡感覺到 非常的仰望 但是呢 又產生疑惑 什麼疑惑呢 為什麼這座佛像啊 會跑到這麼高的山來呢 是怎麼 怎麼搬上來的 那佛印就跟他講 這尊佛像是最奇特的 他不用別人搬 也不用人家去雕刻 自然就在這裡了 所以這尊呢 叫做飛來佛 那蘇東坡當時反應很快啊 就說啊 那既然飛來了 為什麼還不飛去呢 佛印馬上跟他講 哎呀一洞不如一盡 這個說得好 一洞不如一盡 這個聲裡面很有殘疾啊 孔子說 既來之者安之啊 那他講一洞不如一盡 所以呢就安子在這裡 那蘇東坡又馬上問啊 那為什麼要進在這裡呢 佛印說 既來之者安之 就是孔子講的這句話 那兩個人呢 又來到七峽山的天竺寺 蘇東坡看到這個寺內 供奉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菩薩拿著佛珠 然後呢 蘇東坡覺得很納悶 就問佛印 觀世音菩薩既然已經是佛了 為什麼還要拿這個念珠啊 佛印就說啊 拿著念珠 也不過是為了要念佛號啊 那蘇東坡又問 念什麼佛號呢 佛印說 當然念觀世音菩薩的佛號啊 那這時候蘇東坡更加納悶了 那他自己就是觀音啊 為什麼還要念觀世音菩薩的佛號呢 佛印說啊 求人不如求己嘛 這個真的是殘位無窮啊 說得好 求人不如求己 所以觀世音菩薩也是求己 所以我們知道求己是求什麼 求我們的自信 我們的自信呢 是圓滿具足 我們的自信呢 是如如不動 所以他說 移動不如於盡 求人不如求己 一切呢 都在自信中成就 所以菲萊佛 觀世音菩薩那念珠 這些呢 都是表法的象徵 如果不是從自信裡面去探討 去參詢的話 我們怎麼懂得 內在那個圓滿光明 那個如如不動的本體 是這麼樣的偉大 這麼樣的光明 所以蘇東坡更佛印呢 兩個人在相交的這個過程 這個蘇東坡慢慢啟發 他對於這個禪禮的這種通曉 對於人生的體悟人 當然就更加深刻 那在中國當然蘇東坡的名氣是很大 但是呢他的成就呢 卻不如佛印 他的這個文章啊 這個氣勢宏偉 獨步千古 形成這種唐宋的時期啊 一個大文好 那所以 讀到他的這個文學創作啊 在整個中國文學 占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種角色 但是文學的創造 如果沒有從自信裡面發覺到 那一份自然 那一份圓滿 那一份多元的這個自信 那他怎麼有辦法寫出這一篇好文章呢 人家說文以再到 文以再到 文章是表現出那個道 道的味道出來 那如果沒有道呢 你這邊文章呢就沒有味道 所以道呢是這個根本 文章呢是那個表現的方法 那所以 本身如果對於自信的參求 沒有很深入的了解 那麼他所寫出來的文章 也只是膚淺的文章 如果對道呢 有很深刻的體悟啊 那他寫出來的文章啊 就是一種生命的文章 生命的文章呢 就會讓人家百看不厭 就會讓人家呢 不斷的去玩味他 所以四中坡的文章呢 已經有漸漸達到這樣的境界 但是呢 對於這個盛行的經典 對於盛行的經典 我們還是覺得盛行的經典 更加的 往內在去參詢 更加的讓人有所感受 所以 雖然蘇東多了文章 很氣勢磅礡 很宏偉 很壯觀 而且呢 文采很好 但是總不如經典 這麼樣的 讓人家的思念玩味啊 那麼這可見呢 他的一個成就啊 佛印給他啟發的 很多 那如果 沒有佛印的這樣的一個起因啊 蘇東坡也許就沒有這樣的認知了 沒有這樣的體悟啊 那所以用到 佛印跟蘇東坡的故事 要了解到 一個良事一有的重要性 我們選擇朋友 如果沒有選擇一個 能夠指引我的 能夠呢 帶引我走向 人生大道的 那麼這個朋友呢 對於我的生命 幫助的就很少 有限啊 那麼如果我們能夠找到一個良事一有 像佛印這樣的良事一有 對於我們生命 甚至我們生活上的 這樣的一個具足 我們就會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 性朋友 性朋友要講到這裡 我們怎麼樣找到這樣的良事一有呢 其實都看在你個人的 的那種內在的 修為 也就是說我們如果能夠 以 誠信 為根本 我們流露出 我們內在的那種內分性的 跟人相處 以自信做主 跟整個 整個 內在的眾生啊 合約的相處 那這樣呢 我們就能夠找到那份良事一有 只要你有誠信 自然就會有誠信的人 來跟你做朋友 那這樣的朋友呢 也許就會啟發你 那所以這個 性朋友啊 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德性 如果想想看 我們自己 要憎悟內在本心的那一份 光明的 的本體啊 那如果沒有這些 朋友的相處 你會這麼容易就證悟到嗎 你看我們的真主人 雖然我們都知道 我們內在有一個真主人 是那個 性體 流露出自然的本性呢 就是一種 倫理道德 但是呢 我們如果說 譬如說我們的眼睛不聽話 耳朵不聽話 我們的這個六四 不聽話 他們在那裡胡搞瞎搞 結果呢 我們這個真主人 我們也沒有辦法 真正的自由的表現出來 我們這個 本體的這種流露啊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這個完全的發揮啊 所謂一分 沉浸得一分利益啊 那麼我們沒有辦法 達到十分的沉浸 就沒有辦法達到十分的利益 所以這個沉浸呢 是自己的政務 結果我們沒有辦法政務 都是因為這些外在的朋友 在那裡 在那裡干擾你 障礙你 你喜歡看好看的 吃好吃的 聽好聽的 你也喜歡去走那個 風花雪月的 一個遊樂場所 結果呢 你的真主人呢 就受災漾了 你那個信呢 就沒有辦法流露 所以信朋友講到這裡 我們就應該知道 事實上就是在 要先自信才有辦法信的 莊子說啊 君子之交淡若水 小人之交甘若離 君子淡以親 小人甘以絕 彼無故以何者 則無故以離 那麼這個 莊子講的這句話 他說到一個君子的言情 那麼我們知道 一個君子的標準 他是要做到 他的這個起心動念 都要是善的 那所以起心動念 都是善的 他跟人家交往 一定也是以善意 跟人家交往 那麼君子的交往 就好像那個水一樣 很平凡很平淡 很平常的事情 他沒有特別的 用一種 這個賄賂的 阿諭的 慘媚的方式 來跟人家交往 所以才說君子 是叫淡如水 所以我們這句話 的重點是 點到君子 也只有君子 他是先 先對於自己的性得很了解 那所以他對於人的行為 也就是講到這個性 而君子之交淡如水 這句話呢 真的是一種很好的修養 那他相對的 他說小人之交甘若禮 這個甘若禮 禮就是一種很純的美酒 那麼小人的交往 就好像一個甘甜又很純的一個美酒一樣 那麼這種甘甜的這種美酒 味道很濃烈 大家都很喜歡喝 所以接觸到的人都認為說這個是一個絕品加釀 他說小人的這個交往 就好像呢 每次都用這個絕品加釀 來招待人家一樣 那你會說那這樣很好啊 這樣有什麼錯嗎 那麼這個莊子 他是一個非常有智慧的人 我們知道道家在整個中國的思想上 他從來就是來解釋儒家的 對於儒家的一些言語啊 他用另外一個層面來解釋 並且用另外這個層面來教化眾生 所以他講的話呢 我們都要好好的來體悟 才會了解道家他們的這個言語模式 那他說小人之交甘若禮啊 我們人跟人之間 哪有辦法每天都吃這種 絕品的加釀呢 你口渴的時候 你會以絕品的加釀來當作你的飲料嗎 我們平常所需要的這個水分 會用這種很甘甜的飲料 來當作我們的飲食嗎 這個是不可能 我們平常飲食之中最好的就是水 所以當我們平常的飲料 能夠超越所有的飲料 那但是所有的飲料也都是從水來 所以這個在說明啊 平常就是道 那麼平常就在用的 當然就是一種道的一種流程 那小人跟小人之間交往 或者是說小人對人交往 用這種絕品加釀 一時的討好對方 可是呢 這個是付出代價的 因為絕品加釀不是 隨時就可以取得 所以呢他用了 他用他的代價 來貢獻給你 那他背後的動機是什麼 這個就是要討論的地方 所以小人他一定常有背後的動機 那他跟別人相往 都是為了得到利益 所以呢才會 好像呢 絕品加釀一樣呢 這麼用豐厚的味道 來跟人家相往 交往 所以君子跟小人最大的差別 也就是在這裡 君子平常心思道 小人呢 就是阿語奉誠是道 這個人反道而行 那他說君子但以親 君子啊 用平常的道理 用平常的視線 用最平反的這樣的一個流露 來跟朋友交往 那這個平常的這種視線啊 就是最好的交往 就是一種最輕的一種表現 那相對於小人呢 甘以絕 絕是什麼呢 絕就是絕情 斷絕 小人呢 用這個甘美後味 來跟你 來跟你做斷絕式的交往 那斷絕式的交往 當然就是指 我只跟你做這一次的朋友 因為利益相合 所以呢 我必須奉上這個美好的佳肴 或者是說 送上這個金銀珠寶 但是下一次絕對不會這樣子 下一次就要跟你斷絕 所以小人甘以絕 他說 你無故以合者 則無故以理 無緣無故合起來的 沒有什麼理由 那就跟你變得很要好的朋友 那這個呢 一定是無緣無故 你們就會分離 因為字不同道不合嘛 你們一時利益相交的朋友 一定是分離的 最為快速 那所以 跟朋友交往 要用君子存信 所以我們這個自信的本體 跟我們的這個五上六伏 跟我們的這個五官六四 來交往 也是呢 君子存信 那希望呢 大家都彼此安住自己的本位 真主人呢 控制好這個六個門 控制好這些 那個四肢百害 然後呢自在的運作 這個是君子的一個心 所以小人以利來相交 沒有所謂的智 什麼道沒有 也談不上什麼朋友 那所以我們這裡用 左洋之交 那左洋之交的這個故事呢 也許我們有聽過 也許沒有聽過 但是這個故事呢 相當的精彩 他跟這個管包之交 跟桃園結役 都有異曲同工之妙 那左 左羊 左邊的左 這個是左伯桃 羊呢是牛羊的羊 他叫羊腳哀 左伯桃這個人是一個賢士 很閒冷的一個讀書人 那他呢 父母雙王 勉勵啊 這個奮發向學 後來呢就養成了祭祀之財 聽說在這個楚國啊 楚元王 要招募賢士 所以他就呢 想要去楚國 一展長彩 那當時的年代呢 是戰果時期 所以這個楚元王呢 募忍浩義 遍求賢士 他想要去楚國 投奔楚國 結果呢 來到半渡 一個山上 這個楚國投呢 就在一個 貨屋裡面呢 看到有燈光 也就是說這裡是有一戶人家住在這裡 那因為半夜了 又這個 細語紛飛啊 所以他希望能夠來借助 這一戶人家 他就去敲門請問啊 結果出來了呢 是一個主生 也是讀書人 這個人就是養腳愛 那他就表明來意啊 那養腳愛當然很樂意 來歡迎這樣的人 來借助 結果兩個人呢 就共續 共續胸中的學問 將個人的理想志向啊 在那一天晚上啊 來互相的切磋 結果這樣一談之下呢 哇兩人才知道說 兩人的趣味相同 而且呢 所學呢也相同 兩個人都希望呢 能夠有一展長彩的機會 所以 他們兩個人呢 覺得說非常投遠 希望呢能夠自己 彼此啊 彼此啊來結拜 所謂的 異性驚然啊 那走伯塔 因為比較大 所以走伯塔就做哥哥 養腳愛 就做弟弟 那兩個人 隔天早上 就一同前往 楚國的方向 希望呢 能夠得到楚國的 楚元王的重用 結果走了走了 都走了很多天了 那他們也不曉得說 這個楚國啊 到底還有多遠 那他們的能力也有限 走到半路了 已經是這個飲食絕糧 盤產都花費光了 也不曉得怎麼辦 半夜呢 就住在那個古墓裡面 衣服擔保啊 寒風透骨 兩個人呢 這個 畏懼在一起啊 相當的欺苦的樣子 後來那天晚上 他們呢 避在這個苦木啊 沒想到那天晚上 非常的寒冷 那下雪 風雪很大 不斷的下 下的呢 那個左伯塔呢 受不了 因為天氣實在太冷了 那左伯塔呢 他的身體比較差 所以呢 遇到這樣寒風刺骨的夜晚 又在外面啊 沒有東西可以吃了 他真的是已經受不了了 沒有辦法再撐下去了 所以他就跟羊腳孩講 他說小弟啊 我想啊 這個 古墓之內啊 百余裏啊 都沒有人家 所以我們現在也不可能出外求救 我們的糧食也不夠啊 衣服也擔保啊 如果說我們兩個人的糧食 都給一個人吃的話 那麼你還可以 借著這個糧食 突出重尾 真正的去到達楚國 但是呢 如果我們兩個人 一起靠這個糧食 一起出發的話 兩個人可能都會餓死 那所以呢 我建議 我的糧食給你 你趕快 帶著這個糧食 你趕快呢 這個 前往楚國去 那這個 楊腳哀 一聽這個大哥說 講的話 當然是無法接受 所以呢 就拒絕 拒絕左伯陶的 這樣的建議 結果呢 這個風雪 越下越大 兩個人呢 就將 將身體也縮在一起 那左伯陶 就要建議養腳而已啊 弟弟啊 你看我們這樣 再說在這裡 結果會怎樣 你也想得到 結果就是兩個人 都死在這裡啊 那麼我們的這個 志向 我們的理想 都要埋在這個風雪之內的 你願意 你願意看到這種情況嗎 趁著你現在呢 還有力氣 你把我們兩個人 的糧食帶著 趕快出去 趕快逃離這個風雪 往楚國去 你如果說 你如果說 能夠見到楚王 得到楚王的重用 你還可以回頭來救我 這樣不是很好嗎 那這個 養腳哀這樣一聽啊 覺得也很有道理 你 畢竟呢 在這裡孤等 只有死路一條 於是呢 養腳哀 只好 拿著兩個人的 這個糧食 其實呢 也是半雞半寶 那撐著 挨著這個寒冷啊 趕快 前往楚國去 那這個前往楚國 當然需要一些 接見的一些禮數了 就碰到 碰到那個 他們當地 大夫的這個宴情 以及介紹 終於見到了國王 那楚元王看到 楊小哀他的表現啊 十分的 十分的好 他可以說 讀書人的典範 就重用他 拜偉仲大夫 四黃金百兩 這個 彩斷百批 結果呢 這個接受國王的 風刺之後啊 他就不敢接受 跪在國王面前呢 痛哭流涕 那國王就問他說 我是你這些 為什麼你還痛哭流涕呢 這個楊小哀啊 才跟他講 他還有一個大哥 左這個 左伯桃 還躲在風雪的古墓裡面 他的學問 道德 文章都比我好 他因為呢 要我一個人趕快來 來求見楚王 所以他還躲在那裡 愛惡受動 希望 楚王 能夠派一些人 跟我去古墓 去把我的大哥 救出來 哇這個楚王一邊啊 非常的感傷 也非常的感動 就趕快呢 這個特準 楊小哀啊 你可以離開工作 帶一些士兵啊 趕快到現場 去救佐伯桃 後來就去那個山中 古墓裡面 找到了左伯桃 可是找到了 是左伯桃的屍體 左伯桃已經凍死在古墓裡面了 那楊小哀呢 非常的傷心 非常的難過 他的大哥竟然為他 寧願死在這個風雪之中 那他現在得到光明富貴 他的大哥已經死了 那他這個公明富貴 對他來講 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他一直 在古墓之中啊 流連不去啊 他就請這些士兵啊 先回去 自己呢 要好好地厚葬 他的大哥 並且陪伴他的大哥 就陪伴一段時間 那他就在 當地啊這個古墓旁邊啊 做了一個 很風光的墳墓啊 埋上了他的大哥 並且陪伴 陪伴在他旁邊 那有一天呢 在夜晚睡覺的時候 進南左伯陶 來拓夢 拓夢說誰啊呢 他說呢 非常感謝弟弟 給他風光的後葬 這一份情誼啊 他非常的感激 可是沒想到啦 中了這個墓地啊 旁邊有一個將軍 這個將軍呢 他就是金柯 兩個人 兩個墓地啊 是相通的 那金柯呢 非常勇猛 他旁邊又有一些武士啊 所以常常欺負他 也就是說 左伯陶常常被金柯欺負 所以 每天呢 他都嚇得 不得了 每天都無法安睡 應該怎麼辦呢 那這個楊巧阿姨 隔天醒來啊 這個感覺到這個夢啊 太奇怪了 結果呢 他就趕快去查 查看看 其他旁邊有沒有什麼墓 結果一查了才知道啊 原來有金柯的墓在這裡 我們知道金柯是誰啊 金柯就是赫厚有名的 刺殺秦王的金柯啊 哇 刺殺秦王你看 他雖然沒有成功啊 可是他一個人帶著刀 上這個秦宮 要去刺殺秦王 而且在那個宮廷裡面啊 演出一場追殺的戲碼 這個如果不是普通人啊 他是沒有辦法做的 這可見呢 這金柯非常 非常沉索 而且呢 非常勇猛 那他死了 葬在這裡 竟然跟左伯陶 也是 相連在一起啊 那這下問題 問題不得了啦 那怎麼辦呢 這個那一天的晚上啊 就是他查看之後 那一天的晚上 左伯陶又來了 又向楊小孩哭泣啊 說啊金柯的水寵很多啊 這些水寵都是當地的人 獻貢的 貢獻的 好 那所以呢 這個水寵啊 都欺負他 叫他趕快離開 不得住在這裡 所以呢 他也沒有辦法 在這裡啊 安眠啊 這個楊角哀啊 一聽到他的大哥 又是這樣的哭訴了 楊角哀也沒有辦法 不知道怎麼辦 那走伯陶就跟他講 不然你 用草人喔 都裝 裝一些假人 做一些假人 然後逼上彩衣 手持刀戒 這個把他 焚在我的墓前 就當作是我的這個佣人 那楊角哀隔天呢 也是這麼做 就照他這麼做 結果呢 這個呢 這一天的晚上啊 可以說風雨交加 好像有兩軍在對戰 這個楊角哀啊 在夢中 就突然又看到左伯陶來 跟他哭訴的說啊 根本不是金柯的對手 而且金柯的手下 還有一個高健理啊 那 他自己的這個 屍體啊 不久就不要逐出目的 希望楊角哀 他這個好弟弟啊 趕快把他 遷移他處 免得呢 受到祸患 這個楊角哀一聽 這個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啊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太不可思議了 人死了就死了 竟然還會因為目的 而發生爭吵 但是呢楊角哀呢 他對於這個大哥呢 相當的敬重 也非常的懷念 他寧可到他大哥那裡 去呢 一看究竟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所以呢 他決定 去陪他大哥 怎麼去呢 當然就是 以死謝罪啊 也不是說謝罪了 就是以死相陪 相陪 他去跟楚王 他寫一封信呢 去跟楚王告別 喔 就是要死子啊 希望呢來世再做圖報 那他這個死之後啊 他就 交代 旁邊這些生前在世的這些人啊 跟他 把左伯陶 的屍體放在一起 葬在一起 他寧可做 地下的鬼 他也要幫助左伯陶 打敗 金科這個強魂 走 你看楊角哀呢 他要下去幫助左伯陶 這個是很神奇的故事 這個 他只要千里就好了啊 他為什麼要 要死去陪伴他 去對抗強敵呢 當然這裡面呢 含有一個 信朋友裡面 很強的一個意念 齁 就是於 對他的這個結拜的大哥 他是於 出自於一股浩然正氣 保護他大哥 因為他大哥為他而死啊 他當然要好好的維護他大哥啊 那他那一天呢 這個楊角哀下葬的那一天 兩軍天 風雨大作 雷雨交加 喊殺連天啊 可以說兩軍交戰啊 病病病病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啊 當地的人啊 都覺得 昨天晚上實在太可怕了 晚上的時候大家都不敢出來 雷電交加 喊殺連天啊 所以當地的人啊 這個趕快 這個關門庇護啊 虎頭 虎頭 就睡覺 隔天一大早醒來啊 趕快去看 查看一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結果呢 一看到金科的墓啊 這個 正裂如發 白骨散於墓前 金科的墓 被震碎了 他的這個骨頭啊 散 散布在他的這個 墓前啊 墓墓之前 墓 墓旁邊的這個松坡啊 都被連根拔起 而他整個墓的這個造型啊 通通被毀掉了 那金科的墓墓 前面啊 還有一個祠堂 一個祠堂 就是金科廟 廟中也污染起火 燒成一片礁地 哇 鄉裡面的人 就大驚啊 這個 是怎麼又回事啊 然後呢 趕快到這個 左伯塔 楊小哀的墓 去看啊 哇 完好如初 趕快去拜祭 這個左伯塔跟楊小哀 然後呢 上報楚王 主王 聽到了這件事情啊 敢念他們兄弟的義氣啊 這個朋友之意啊 就命 這個官員趕快到墓前建廟 並且加封左揚兩個人為上大夫 這個廟呢 這個廟呢 視為綜藝之詞啊 從此 楊小哀 舍命全交 的故事啊 流傳到現在 各位 這個不是民間故事喔 這個是真的是正史 正史裡面有記載的喔 喔 楊小哀跟左伯塔的故事啊 我這樣的故事呢 真的是 太今天地氣鬼神了 我們很很難得聽到說 有人有人這樣做的 那朋友呢 交到這樣性命相交了 這個真是非常難得 那麼楊小哀 既然是一個讀書人 那他哪有辦法對抗金科這種強敵 喔 我們先不要說金科是好人還是壞人 我們就說這個 這件事情啊 金科要把左伯塔趕走 那麼可見呢 金科呢 在這件事情上 他就是扮演壞人的角色 那楊小哀呢 他不忍 他的大哥在這裡一直受欺負 所以他寧可去幫他大哥 那楊小哀也是讀書人啊 他怎麼有力量去幫助 幫助大哥去對抗金科呢 又對抗他這些高劍儀 這些武士呢 我在想 當時楊小哀啊 一定是憑著一股自成的力量 那這個力量呢 就是所謂的浩人正氣 這個浩人正氣呢 結果讓他 什麼都不怕 他連死了都不怕了 而且是真正的死了 真正死到地府去 所以他還有什麼好怕的 所以我們台灣外 有一句話說啊 不怕死會最大啦 不怕死的啦 這個楊小哀當時的那一股正氣 已經超越生死 這個真的是信朋友信到的一個最終極的 的一個地步 那所以他的一個浩人正氣啊 打敗金科的這些武士啊 這些士兵啊 成就了他的一個德行 楊小哀捨命全教的故事啊 流傳到現在 跟桃園三結義一樣 令人歌頌不已 這個是 人意包天地 所以 我們中國裡面 中國的歷史裡面 有很多 朋友相交的故事啊 那種性命都不顧了 這個是故事很多 那我們再說一個 張千載跟文天祥的故事 文天祥也是正氣好人 也是呢 不顧生死的這樣的一個忠誠 這個我們都知道 那張千載呢 浩宜二是文天祥的朋友 文天祥在顯貴的時候呢 他閉門隱居不出 不跟他交往 因為呢 他說呢 自己 這個跟這個權貴交往 會引人側目 會讓人家覺得說他有企圖 所以他對於文天祥啊 都是 隱居起來 閉門不見 一直到後來文天祥 兵敗之後 被押到吉州 被元朝的這個軍隊 押走 那張千載偷偷去看他 並且對他說 文丞相 將被押送到燕京 某必當水網 就是說我一定會隨你 幫你護送到燕京 那護送當然是暗中護送啊 於是呢就暗中跟著文天祥的求徹 一同來到燕京 並且呢在煎熬附近啊 來照顧他 死死關注他 結果文天祥被關了三年啊 三年之中 他每天衣食無缺 就是這個 張千載張一二啊 照顧他的 好 那麼有一次文天祥就對他講 我可能將死了 會被處死 我絕對不會投降 我死之後 請將我的手機藏在墓櫃裡面 帶回到我的家鄉安葬 張千二啊 這個張千載啊 張一二 就答應他 後來文天祥被斬殺之後 張千載 就在這個 這個文天祥的這些部隊裡面啊 文天祥的士兵都成了俘虜了嘛 他就在這些俘虜之中啊 找到文天祥的夫人 歐陽士 他說已經呢 得到了文天祥的屍海 並且已經將他火化 放在這個墓櫃中啊 他將要背上這個 背上這個 骨灰啊 往南方的故鄉安葬 還沒有到的時候呢 他的兒子 在故鄉之中啊 就夢見 父親對他講 我已經從意 不久將要歸來 道志宗子 講到 和鄉林 這是第八句的經文 和鄉林 和 是一種 本性的狀態 那也就是說 大家如果是 一體的 一個生命共同體 那怎麼會有不合的現象呢 這是不可能的 你看我們的人體 人體裡面 沒有聽說 左手跟右手不合 手腳不合 或者是說 腦跟這個心不合 沒有這種現象 那麼我們要知道 整個人體是一個小宇宙 宇宙的這個自然運作 是處於一種和諧的狀態 所以人呢 才有辦法 健康自在的 的生活 生命的軌道呢 才有辦法如此的運行 那處於整個社會 整個國家 甚至整個世界 宇宙之中啊 也是要處於一種和諧的狀態 那也只有和 整個世界 才有辦法自在的運作 才有辦法健康 這個運行下去 那所以 講到這一句和相靈 那也說明 現在社會的狀態 是屬於病 病態 那病態呢 就是 某一地方的人 某一族群的人 跟某一族群的人不和 所以產生了整個社會現象 是屬於那種抗爭的 鬥亂的不健康的存在 這個就是 不適合相靈 所以我們講到 相靈的 對象 是 除了說我們周遭的鄰居 我們的村裡之外呢 應該扣擊到整個社會國家 甚至呢整個世界 乃至於整個宇宙 這個都是我們的相靈 那你看 我們的社區跟社區之間要和諧 社會跟社會要和諧 國家跟國家要和諧 那麼地球之外 也有外星人 也有這些 星球啊 這些外星的 族群動物啊 甚至人類啊 我們也要和諧 這樣呢整個宇宙呢 才叫做生命共同體 那麼 眾生都是一體的這個現象呢 道理因為非常深 必須透過修行的證物啊 才有辦法體認到 生命共同體 那個天地一體的狀態 所以呢 我們在這裡呢 不要講這麼弦遠 儒家也告訴我們 先從人道做起 那麼道之中子呢 更直接指出 你就先從和相靈做起 那相靈的相處啊 看起來呢 是稀鬆平常 可是呢其中的道理呢 必須要每一個分子來體會 我們社會上講 以和為貴啊 那位地主於這個世間啊 這個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國家跟國家要和平往來 族群跟族群也要和平的相處 我們看歷史上 多少次的這種紛爭 戰亂 帶給人民多少次的苦難 那麼這個引起很大的這種犧牲 跟人類的悲劇啊 這都是因為呢 不和所產生的 所以要和呢 才能夠呢 立足在這個 這個社會上 你才有辦法呢 在這個社會上呢 運作自如 所以佛家也講六和境 世界要和平 那麼家庭呢 也要和諧 和諧才有力量 才有幸福啊 所以在這個家庭以外 包括的對象 就是相鄰 那你看我們在團體裡面 有為了 共同的理念而奮鬥 在公司之中 共同謀直 互相奮鬥 社會中呢 也有為了 相同的這個 理念啊 互相合作運作 所以相鄰的範疇啊 都包括在其中 那麼這樣說來 人不管走到哪裡 都是呢 要講求以和為貴 如果人不和諧 人就 人的這個生活就會痛苦 世界不和諧 這個世界呢 的生存就是痛苦的 所以和諧是雙方面的事情 是在後天的環境之中 我們必須修醒的一條 這個 這個約定 一種佛規啊 那所以 親友跟親友之間要和諧 親友呢 他會在我們最需要的時候 幫助我們 因為有這個緣 不管是什麼因緣 親友之間呢 我們成為親友 相處呢 就應該互相幫助 那麼我們人 所以關心密切的 也就是 親戚 朋友 所以 親戚朋友之間往來 要互相尊重 要互相體貼 互相友愛 那麼 那麼同事之間要和諧 一個公司團隊裡面啊 他的一個運作 他的一個成就啊 絕對不是靠一個人可以完成的 需要很多的成員 共同努力來促成 所以一個公司團隊啊 想要有力量 他裡面的成員呢 就要和諧 彼此相處呢 才能夠凝聚共識 所以同事是 和自己呢 在同一個 這個單位之下 同事之間的關係呢 必然會影響整個團隊的運作發展 所以同事之間 要互相的 和諧呢 就必須互相 這個忍讓 互相原諒 互相 互相這個協助 所以才能夠在和諧之中呢 共識 共榮 共緣 那麼住戶 在社區之中 住戶也要和諧 社區呢 是有很多的 住戶啊 很多的戶人家 共同組成的 那麼共同組成在這個區域裡面呢 這個 區域的每一個分子啊 都享有社區的 的這種利益 跟服務 所以呢 要營造一個美好生活的品質啊 大家呢 必須呢 和諧 共同來創造 所謂守望相助啊 這個觀念呢 就是互相照顧 互相往來 那麼呢 互相問候 那人跟人之間的距離 就會縮短 那就會形成一個 這種和諧的社區 這種和諧的社區 你看人 人跟人為什麼會有 不融洽 會發生爭執 甚至呢 不諒解對方 這都是因為 疏於往來 人跟人之間沒有通 這個沒有通呢 就閉塞了 就雜草重生了 所以彼此呢 不曉得對方在想什麼 就產生了這個 疑慮 甚至猜忌 或者是說呢 互相供給 這樣呢 沒有溝通 因為沒有溝通 所以產生了不和諧的 這種社會狀態 所以要常常往來 我們中國人 中國人 講究禮善往來 在過年過節 要常常的送禮 常常的來互相的 互相的問安 造成一種和諧的狀態 所以族群之間也要和諧 一個國家 一個社會 一個地區 可能會有不同的族群的人 共同生活在一個環境裡面 如果老是分說 你是哪一個地區的人 你是哪一個族群的人 你是本省的外省的 你看這種族群的意思 如果運用久了 那麼久了呢 就會削弱整個社會的力量 雖然呢 人因為有這種膚色 語言 文化上的不同 但是呢 大家同時生存在這個空間 互相包容 是很重要的 有了這種生命共同體的觀念 族群之間才不會有衝突 世間呢 也能夠造成一種和諧的狀態 和氣自想 乖氣自立 這是古人講的 只有和氣呢 才能夠一片祥和 那乖氣呢 乖氣就是乖偽之氣 暴力之氣 自立呢 立就是互相的怨對 互相的責罵 所以和諧的這種色彩 是令人舒服的 和諧的環境 是令人自在 和諧的人生 更是一個 人啊 健康快樂的泉源 所以可見呢 這個和相林 這個觀念啊 在我們的這個社會 世界之中呢 是很重要 那中國人 中華民族自古呢 就講究和相林 到了現在呢 是因為呢 整個歐美的觀念 影響到 我們中華民族的 這個 人跟人相處的這種 觀念 所以你看這種 這個 公寓的這種文化 形成 那麼設 這種都會區的形成 所以造成 人跟人 越來越不互相往來 就住在對面而已 因為門呢 常常是關著的 所以呢 也不曉得 對方在裡面幹什麼 甚至呢 對方是誰 沒有互相了解 沒有互相了解 形成一個 非常 非常陌生的環境 所以整個都會區呢 就會形成一種 整個大陌生的環境 那這個環境呢 這樣的環境的營造 是醞釀的這種 這個疏離 犯罪 或者是說 那種 各種不安的 溫床的行程 你看 你看現在我們 在大樓的建設 由於空間越來越不足 那麼車子越來越多 那所以呢 有的大樓設計 就把一樓規劃成停車間 二樓以上才是住家 那麼這樣的一個設計 你看 會造成 這個門 這個大樓 是 處於那種 關閉的狀態 那這種關閉的狀態 人就不容易互相見面 人家說見面三分前了 所以人跟人之間 不容易見面 不容易見面呢 就產生了彼此的這種疏離 陌生 彼此的不信任 那整個都會都是形成這樣一個狀態 所以呢 這種好事分子 這種呢 有心人士 就會運用這樣的死角 來造成犯罪的事實 所以在都會區 很容易看到 這個小偷 小小 來闖入 人家來行偷竊 這個都是因為呢 整個社區的營造 它的這個 它的基本的規劃 就是一個錯誤 那這個因為呢 現在的環境呢 也是朝著這樣的氛圍去走 所以 河鄉林的部分呢 變成呢 是一種 很遙不可及的 一種現象 所以現在社區之間呢 有志之士 來強調 敦春 敦青木林 俗華講 遠親不如近領 再好的親戚啊 離得再遠 都比不上旁邊的這個鄰居啊 對你的幫助來得重要 所以說 這個河鄉林 鄉林是你在危急的時候 可以及時伸手 援助你的人 好的鄰居呢 甚至比親戚還要重要 在互相照顧 守望相處的這個角度來看啊 那麼 彼此之間的生活 也產生一種 依存的關係 所以 這個敬林啊 在群己關係之中啊 就顯得相對的重要 那有時候鄉林呢 是小孩子的玩伴 是家庭主婦 這種聊天 這種 這個互數新生 的一種對象 那麼也是呢 減少這種蕭小 來供給的 的一種 的 的義工 也就是說鄰居是我們 保護我們家的義工 那鄰居呢 保護我們這個社區 同時也是保護他自己 那所以 外出的時候呢 鄉林可以幫助 幫忙看家 甚至呢 協助看管小孩 照顧老人 照顧病患 幫忙餵貓狗 帶收報紙信件 甚至你搬家的時候呢 還可以幫忙搬運物品 很適合 好 好 公商其境呢 可以幫忙 準備 有時候家中有什麼問題 鄰居呢還可以幫忙 來修理 或者是呢 來協助 彼此之间有什么好吃的点心 或者是说有什么菜 大家就这样送来送去 你看这样的一个画面 这个才是我们 我们那种很自然的 很和谐的社区生活 所要追求的目标 真正的世界大统 先要从社区的大统做起 那也只有从这个社区的小统 才能够达到大统 所以这里讲到和相邻 是对于现代的社会 治安不佳 整个犯罪率提高 一个很大的呼吁 那么我们记得孔子 他曾经讲 所谓乱邦不拘 伟邦不入 这样的一个道理 那乱邦不拘 伟邦不入 所以可见孔老夫子 来到一个地方 先看这个地方 他的一个人心怎么样 人心呢 是不是处在一种 非常疏离 非常陌生的状态 或者是说 人跟人之间 是不是常常发生口角 常常斗争 那这样呢 这个大德 他曾经讲 君子居必择灵 游必救土 择居所以求是 求是所以必换也 这句话呢 他讲得很好 讲得非常好 一个君子 他所居住的地方 一定要选择邻居 这个邻居的重要性呢 会影响一个君子的德行 影响整个社区的生活 那君子呢 他有心要教化这个社区 他必须呢 要来选择 他的邻居呢 是不是有达到一定的水准 他说游必救世 出外 出外这个游学 出外遨游 或者是说呢 这个旅行生活 那他呢 一定要呢 接近有德的 这个才是 因为有德的才是 可以让我学习很多 我不足的 所以他又说 择居所以求是 求是所以批换 那么君子选择 选择邻居 就是一定要呢 选择那种 显冷的人士啊 来做我的邻居 那么选择 显冷的人士来做我的邻居呢 他说所以批换也 就是远离各种忧患 远离各种灾难 你看如果我们住在一个君子的家里 我们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每天就好像如木春风一样 能够随时得到君子的教化 甚至呢 君子的德性可以庇护到我们的家 整个社区 所以在佛经讲 一个地方 如果住了一位阿罗汉以上 那么这个地方呢 他不会有天灾地边 不会发生了这些灾变的产生 那么一个阿罗汉就等同儒家的君子 所以一个君子啊 住持在我们这个社区啊 我们这个社区呢 也不会发生天灾地边 因为他的德性呢 足以劝化每一个人 那么人性改善了 整个磁场改善了 磁场改善了 当然呢 就不会有天灾地边 来侵扰我们 所以这个燕音他讲的这句话呢 非常有道理啊 这句话呢 从生活之中慢慢来体会啊 我们会发觉到说 每一个生活的环节 都是人起心动念所造成的 人的这个起心动念 是因为这个心性的这种变化 而产生了起心动念 所以这个何相邻啊 也是从我们的自信的变化里面 来落实 你看如果说我们自己的心地不好 我们的自信心性纷乱 我们要怎么样找到 闲冷的人士来做我们的邻居呢 这也是不可能 所谓呢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啊 什么样的人跟什么样的人住在一起 所以有什么 有所谓的什么 什么区什么区 这个文教区 商业区 游乐区 什么样的人跟什么样的人住在一起 你会住在什么区 当然一定是的 你心中所发出的那个磁场 所以接近就 接近那些人 那所以你想想看 何 何是信德的流落 何是一种生命共同体的状态 所以人跟人之间要和 人跟这个众生之间要和 人跟天地要和 跟这个万物呢要和 那这个和呢是发自于信德的流落 因为呢我跟他是一体的 一体的 所以呢我跟他的运作呢是没有互相违背 大家呢彼此 运作自如 所以对于这个相邻啊 我们也是一样一样的和睦 可以呢互相来往彼此帮助 给人方便 那给人方便也是给自己方便 那个邻居相聚啊 有的呢可以做我的老师 有的呢可以做为我的效法的典范 所以择其善而从之 这个是呢 增长自己的知识跟见解 这个都是邻居 可以带给我们的好处啊 所以善择领啊 这个仔细的 用心的来选择邻居啊 这个是有学问的 居住安定之后啊 跟邻居和谐相处啊 那维持人跟人之间的 那一本和睦啊 那个是更重要 居家生活 难免会有一些为难的事情 那么相邻之间呢 互相伸出援手 这个是非常自然 而且呢是一种 人类的那种亲爱 人类的温暖 我们看看发生在我们寻常 百姓身边的事情 我们就会知道 在一个人在选择相邻上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重要 所以古时候呢 有一个很好的典故 那就是万金买临 这个典故啊 可以作为我们的 一种和相邻的 的一种指导 在南史里面记载了 宋记啊这个人 那么这个 武帝啊 当时的皇帝啊 任命一个官员 叫做李正真 吕正真 管理 管理一个南康郡这个地方 那吕正真呢 到任之后 他也不寻私情 秉公处理 因公会客的时候啊 他的兄弟也不能够进到他的客厅 所以呢 一些亲戚啊 不能够在做小买卖啊 来到他的办公厅啊 想要呢 请求他呢 能够呢 帮忙一下 谋的一官半职啊 这个李正真啊 他都 很耐心的去说服他们 请他们不要 做 来游说他 请他们离开 那李正真的家的前面 有一所 他属下的这种官色 位置也很好 那有人就建议说 赶快的 把那个属下调到别处去 那么他就可以呢 把这个官色啊 给他留下来 自己住 结果李正真呢 拒绝这种事情 他认为呢 这是一个很不道德的事情 所以呢 他因为拒绝这样的事情 更受到人们的称赞 那么当时有一位叫做宋记亚的官员 因为告老还乡啊 把李正真邻居家的 的一处房子啊 买下来住 他想跟李正真 住在一起 那当时他去 拜后李正真的时候啊 这个李正真问他说 你花了多少钱 买这个房子啊 宋记亚说啊 我花了一千一百万啊 哇 这个房子要一千一百万啊 吓死人了 那当时的钱应该是很多 那李正真呢 大赐一惊啊 说要一千一百万 怎么房子会这么贵啊 宋记亚说啊 其实我其中一百万 是用来买房子 一千万是用来买邻居啊 这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说 他邻居这个房子啊 其实价值只有一百万 可是呢 他给他一千一百万 可能对方也不想卖 所以呢 他用更高的价钱 一千一百万 把这个旅正真旁边的房子 买下来 那他的用意呢 是为了 就是要住在旅正真旁边啊 形成了 所谓万金买临这个故事 很生动的告诉人啊 邻居关系啊 在我们自古以来啊 心目中的重要性 我们都很期待 有一个君子 是住在我们旁边的 我们社区出现了一个 圣行这样的人物啊 那更不得了 那现代人呢 当然追求潮流 追求民生啊 所以呢 旁边住了一个有名的人 就不得了了 但是这个有名的人呢 如果常常招惹是非啊 也会带给社区很大的困扰 所以有有名的人呢 不足为奇啊 要真正的有道德学问的人 这个呢 才是我们 我们所希望的 有道德学问的人 跟他住在一起 真的是如沐春风 整个社区呢 可能都会因为他的 他的这个 道德学问的影响 而变得一片祥和 你看当时 诸葛亮孔明 他隐居在 南洋的卧龙岗 当地的百姓呢 就因为这个 诸葛亮的这种教化 连那个农夫啊 连那个耕田 种到的啊 都会吟诗 都会唱歌啊 唱这种 这种古人的诗教啊 古人的经教啊 当时刘备看到这一幕啊 都觉得很惊讶 哎呀 为什么这些重点的农夫啊 他会赢这个诗歌啊 而且这个诗歌的意境啊 还很高远啊 所以一问之下才知道说 这个都是孔明教的 所以呢 他要呢 这个三顾茅鲁 来求得大险 来帮他画我们作册 所以我们的这个社区 如果住了一个诸葛亮 孔明这样的人物 我相信呢 我们都自己都觉得 一面有光啊 所以当然邻居除了乡邻 好的邻居 还有可能有恶邻居 那恶邻呢 至少门千学 他品性不断 半夜喧哗 垃圾乱堆 出口恶眼 或者是说饲养 这个动植物 随处白变 所以这样的邻居呢 我们都觉得深恶痛绝 可是这个现象呢 在这个事件又很多 所以可见呢 我们要搬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啊 我们必须要问清楚 我们的左邻右舍 都是些什么人 如果说以这个善邻相处 可以导致于旗 可以呢 旗帜于底 可以见选私情 跟恶邻相处呢 连自己善的品质呢 也可能变成恶的品质 为什么呢 因为我好像 跟一个臭的东西在一起 你这个臭的东西 如果说味道太浓的话 你的家也会变成臭的 所以选择相邻 是人生一大课题 那么我们知道 有时候呢 我们居住的环境呢 会变成怎么样 那个不在外面 而是重在里面 孔子曾经说啊 德不孤必有怜 那他这句话呢 就印证了这个观点 也就是说 我们的居住环境啊 重在我们自身的道德 而不是外在人的品格 我们没有办法要求别人 那么我们可以要求自己 如果自己为善呢 那么别人看到我们为善 别人看到我们的 这个道德言语 他也会相对的 不会那么样的恶 甚至呢 慢慢就受到感化 所以孔子这句话呢 是有很深的意思 你看中国文化 以民人伦为教育的先入 民人伦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那所以我们 道次宗子今天讲到和相邻 这个是很重要的这种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家庭之外的这些都算是相邻 那么人与人互进 互助 是家庭社会国家 所以能够组成的一个力量 顺应的自身的这种良知良人 成己成物啊 由生这个修生 然后呢来到平天相 这个都是因为自己的 那一份道德 德不孤必有灵 所以有道德的人 大家都想跟你住在一起 你看这个古时候 这个顺 他所住的地方 一年呢就成为村落 三年呢 就成为一个 一个很大的一个都市 所以有德的人呢 是选自 成为邻居 是否为好邻居 一个重要的 一个依据 那所以 这个德不孤必有灵 这句话呢 重在先要求自己 人不能独群 所居啊 我们出生的时候 年轻 年少的时候 跟父母 跟家人共处 年长的 要就学 就业 必须离开家庭 跟这些社会人士 跟这些团体接触 所以 和群融洽 恭敬有礼 是人处事 所应该有的 这样的一个心态 恭敬的心 谦卑的心 平等的心 知恩感恩的心 这样的人呢 必然是左右风源 他随所住处啊 常处安乐 都是在祥和之中啊 如果说 世财奥物啊 我慢兴起啊 常常呢 跟人发生竞争啊 那么人际关系呢 就好像铁 生了铁锈 反而呢 会让自己这块铁 锈死掉 所以生活之中 必然呢 得到各种的困难跟障碍 所以 得不孤必有礼 这句话呢 真的是一个 很好的助角 那临你之间 要互相团结 是 这种社区 社区建设 很重要的内容 有一句话说 邻里好 赛金宝 邻里团结 主要是能够跟人 这个居住环境中啊 邻居做到互相协调 互相谅解 邻居发生困难的时候 互相照顾 互相这个 相助 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呢 真的是 赛金宝 比你 请了 多好的保全 用 用这个 多大的这种 薪资啊 来保护家庭 更有力量 邻居就是最好的保全 哪有比邻居 更好的保全 那邻居为什么要帮助你 邻居要帮助你 还不是因为你这个人 是一个好人 是一个善人 是一个有道德品格的人 所以要先要求自己 当我们在家居生活的时候啊 也要常常想到自己是不是有影响到别人 尤其是现在呢 这种喇叭音响 这种电视媒体 相继呢 扩张的时候啊 我们在 在这个 家居 生活上啊 要想到 会不会影响到别人 那在 这个 教育子女的时候啊 也不要这样大声叫骂 会影响到邻居 对于这个生活上的垃圾 不要乱丢 那尤其是住在楼上的 更不要倾倒垃圾 倾倒污水 你在阳台上种花草 结果呢 让水滴到楼下去 造成楼下邻居的困扰 那么没有错 你看起来好像是没有犯罪 但是呢 你跟邻居之间的相处就不好 楼下的人就会抵制你 你进出楼下的时候 他们就会想办法来障碍你 你看那你这样的生活 你会过得快乐吗 那你如果至少门前选 自己家里有事情的时候 别人会管你嘛 所以想想呢 我们 这种邻居之间 社区之间 这个都是做人的道理 一个文明的这个社区 邻居之间的这种交往 理解 跟项目的帮助 那是非常需要的 所以增进邻居的团结 促进邻居的道德建设 克服 这个至少门前选 不顾家 不顾别人家的这种 不好的思想跟行为 把方便让给别人 困难的自己要克服 当邻居有困难的时候呢 给予真诚及时的帮助 也要呢 立除借掉这种单独小便宜 跟一时之力 对于这种公共设施啊 或者是公用的空间啊 来不当的使用 为了自己的私利啊 来使用它 所以要尽量通过这种协商 公平合理的解决 当然对方如果说 占据公共空间 你也不能够一下子 就把他 就把他去除掉 或者是 就对他抗争 一定要呢 以和为贵啊 好好的来沟通 必然呢 大家都会互相体谅 大家都一步 自然 社区就和谐了 那么说来说去啊 这些呢 都是 教育的问题 就是 我们除了自己要求 自己道德之外 那么 邻居之间 他的教育呢 是不是缺乏 人跟人之间的教育 是不是缺乏 也就是说 人没有受到 良好的教育 所以产生一些偏差的行为 他不认为是错的 那影响到别人的时候呢 他也认为很正常 所以这个是 整个教育呢 出了问题 那整个教育出了问题 必须要谁来负责呢 每一个人都要负责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负责 有心的人士呢 就要 起来呼吁 起来提倡 把这些圣贤的这种教话 把它推广出去 把这个人伦刚场啊 落实在人世间 那每一个人都守着这个伦理刚场 都强调这种道德品格 那么怎么会有社区的问题呢 怎么会有居处的问题呢 怎么会有人跟人相处的问题呢 没有 自自然然的就化解 所以重在教育 所以我们今天 在这个课堂上 讲道之宗子 用这个光碟 来强调 这个道德伦理 这也是一种方法 有心的人 有缘的人听到了 那他就可以反省 他就可以去推广 他就可以呢 把这样的道理 讲给更多的人听 所以 教育是不可或缺的 那么我们修行人 对于世间人的教化 更是要在生活之中 一步一步的来推展 不是说到了佛堂 到了道场 才可以讲道 才可以去教化人心 这个我们 应该都要很清楚 那么在美国 有一个哲学家 其实呢 他本来是一个作家 那他因为写了 这个《湖滨散记》 这本书啊 因而呢 成了一个 一个美国代表性的 自然主义的哲学家 那他因为在湖滨 湖的旁边呢 生活了一段时间 所以体会到 人跟大自然 那种互相依存的关系 那种互动 互助 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从他的书中呢 可以看到 人是不可 不可以脱离大自然 人跟自然呢 是合而为一的 那他也引用了 德不孤必有灵 的话 他认为呢 把人内在的世界 比喻成一种地理的形式 那么 人应该在这个地理的 地理上啊 好好的来探索 好好的来开发 那他的意思呢 就是把我们 这个心地啊 好好的来开发 我们那一份光明的本心 那开发出来之后呢 其实我们就是自然嘛 我们的内在是自然 外在也是自然 所以呢 大自然跟小自然是一体的 那所以这个 胡斌散记啊 这个作者 梭罗 他里面呢 强调这个观念 他的这个文章 也是对于 美国当时的社会啊 提供不小的影响 这个自然的一种 道这种学问啊 透过他的笔法 来传授 所以他曾经说啊 这个人类 以万物之灵自居啊 以成千上万的发明自豪啊 还有呢 仙人 这个偶心气血 的这些诗歌 慈父啊 不过只是在森林 一张春风的喜悦 那 只要在大自然之中啊 吹到这种春风啊 那么就不难领悟到 何者才是文明进化的指标 那他的意思是说啊 人在大自然面前 是相当的卑微的 是要当相当的谦虚的 只有呢 这种心灵沉淀下来 不受物质欲望的诱惑 人才能够心灵神慧啊 然后跟这个大自然 和这个共处 所以我们在这个 道之宗旨 敬天地地生命里面 特别强调这个观念 我们也用了很多篇幅 来强调 人跟天地的关系 人跟大自然的关系 还有人跟鬼神的关系 所以我们不是一个人 我们不是只有人类居住 在这个社会上 我们需要人 需要相处的 还有很多对象 所以何相邻呢 也遍及了这样的一个说法 所以 孔子又说了一句话 他说理人为美 则不处人 焉得知 居于忍者 所居的这个灵理 是最美好的 不则处忍者之理 随意而居 安得为有志者 也就是说 你如果居住 不是去找一个 有人者的地方 你怎么会算是有智慧呢 有智慧的人 一定是去找 那个不是乱邦 不是委屈的地方 所以 邻里之间 有人后的这种风俗 这个是美好的 一般人选择居住 如果不是住在 人后风俗的地方 那么是人 很容易迷失 不知道是非上恶 所以 社区 落实这种大爱 这种感恩 尊重 关怀 这样的一个人文精神 回归人类 本来的这种 良知 道德 重现 人后的古风 这个是现在的 社区 已经有觉醒的 一些观念 那么人跟人之间的文化 就是人 跟人互动 创造 落实下来的文化 那所以 礼人为美 礼人呢 美的 要自在欢喜 所以 必须要有 这种 相对的人 来参与 来关怀 其中 所以 居所 如果不选择 有人风 的地方 那么就是 没有是非 你想要 想要 有这个道德 有这个品格 你就不容易 也就是说 你没有智慧 选择有道德品格的人 自己怎么会有 得到 有道德品格 所以这个 是礼人为美 所交给我们的 的一个智慧 那么 我们看到 这里用一个故事 造鬼 这个人 那他是 水草 的一个 官员 那他行持 他的 行持 就很 很重视 品格 对于外面的 这些 邻礼 他一定 秉持的一种 仁厚之心 内外不欺 除了自己的 品格要求之外 他绝对不会去 以官员的身份 来欺负了 邻礼 对于邻礼 非常敬重 那他 他的邻居 跟他 割了一堵墙 那邻居的家 种了一棵 桑树 哇 长得很高大 那当然 这个桑树很高大 他的这个 上面的 枝叶 就有可能 很长到 其他的人的 墙院 那么造鬼 他们家的 院子里面 就有伸出 他们家的 桑树 那桑树 当然就会 结桑 桑树 桑树 那这个桑树 结果了 成熟了 有的人 会掉造 造鬼家里面的院子 那他家里面的 这个仆人 就把它捡来吃 哇 而且呢 津津乐道 说哇 这个桑树 长得桑树 果实非常甜美 结果造鬼 知道这个消息 就对这个仆人 讲 很大声的 喝者 说 这是 邻居 树上的果实 这是别人的 我们不应该 施自取实 你们赶快 把它捡起来 还给人家 那么这个仆人 他没有达到 那个修养 听了就很奇怪 怎么这个果实 掉到我们家 我们还不可以吃呢 不可以吃 因为他不是我们的 所以造鬼 他的修持 他就知道 别人的 就是别人的 没有经过人家的允许 我们是不可以 施自取用 所以 这些仆人 觉得在疑惑的时候 造鬼就教育他们 机会教育 他说 你们要知道 这个物 都有他的主 尽管再怎么样 维系的东西 如果不是我们应该得的 我们就不应该取 伤身这种果实 虽然是小东西 可能邻居 也不会跟我们计较 但是呢 我们不能够欺骗 自己的良心 如果呢 任他呢 遗弃在这个地上 这样也是我们的不对 这个叫暴枕天路 所以你们不要怕麻烦 赶快捡起来 还给他们吧 结果他的同仆呢 听到了赵鬼的这个讯会啊 就明白这种道理 于是呢 就很乐意的 去把他捡起来 装在篮子里面 送到邻居家里面去 这个说 说明这个是他们家主人的意思 结果呢 因为赵鬼这么做啊 邻居家的主人听了之后呢 也非常的感谢 那所以赵鬼跟这个邻居家 哇感情呢 格外的和睦 也可以看出赵鬼他的品格 实在是呢 心 心静如水 心清如水 赵鬼不久之后呢 当然这个 就 位置就高升了 要离开齐州 那齐州这个地方的百姓呢 忍忍就叹息啊 那么他调到圆州 圆州这个地方的百姓啊 每一个人都赞叹不已啊 哇 我们家来了一个 大闲人啊 那有一次呢 赵鬼上任之后 外出去办公 回来已经是半夜了 结果呢 因为呢 路土崎岖又黑暗了 他的那只马受到惊吓 就冲到人家的田里面去 他连忙下马 把那个马拉到这个路旁边了 结果呢 就仔细看了一下 这个田里面啊 被那只马践踏的这些河苗 他觉得很不安了 于是呢 他也不敢走 他就在附近呢 找那个破屋过夜 到了这个天亮的时候呢 再来找他们的主人 就等到天亮的时候呢 看到有这农人经过那里 就问他说 啊这个地的主人是在哪里 他就登门拜访田主人 那么这个田地的主人 是一个普通的农夫而已啊 看到做官的来 当然就很惊慌啊 可是造鬼就很客气的跟他讲 他说很对不起啊 昨天我骑的马 不小心把你们家里面的那个田地啊 河苗给踏坏了 看应该赔多少钱 我赔给你们 说完了就又拿钱要给他们 这个田主人啊 不敢接受啊 这造鬼讲 你不接受我就不能安心了 那田主人还是不接受 造鬼把这个钱放了就走了 后来这个田主人啊 这个农夫啊 就打听到这个官员到底是谁啊 才知道说原来是很有名的造师嘛 哎呀我们这个园州的这个大闲人啊 父母官啊 于是大家都赞叹了 能够有像造师嘛这样亲政的官员啊 是民之父母 是人民的这种 这种很大的福分啊 所以你看这个造鬼 他表现了这种河相邻的典范 那么如果讲到我们修道人 这个河啊尤其是重要 我们佛法里面呢 佛陀当时 用了一个标准来规范生团 规范这些修道人 彼此相处的一个规范 叫做六合境 就是有六种合的方式啊 把彼此的这种生活方式 这种见解思想 逐渐拉近 那么呢 渐渐呢 达到平和 见证呢 达到一种尊敬 那他这种本来是佛教 这个团修 团体共修的一个基本守则 可是呢 这个观念呢 如果眼神开来 可以到家庭 可以到这个社会团体 都是可以遵守的 一贯道强调道化社区 道化家庭 这个道化家庭里面 道化社区之中 他的一个标准呢 也可以用六合境 来 来作为一种生活的这种准则 六合境 第一个 见和同解 第二个 戒和同修 第三个 生和同住 第四个呢 口和无证 第五个 义和同月 第六个 就是立和同军 这个就是六合境 那这里面呢 他讲到这个六种 合境的方法 可以真的是作为 我们这个同修之间 的一个共识 你看 见和同解 见就是见解 见解呢 要彼此能够包容 彼此接纳 那这样呢 才叫做自同道合 自同道合 大家目标相同 这个信念相同 那才有办法在这个道场 好好的 来发挥 共修的力量 借和同修 大家来遵守 同样的规界 来修持 那这样呢 每一个人守着这种道之充实的理念 那就是一个很持戒的团体 那生而同住 生而同住 就是说 每一个人的这种身体 都是处在一种平和的状态 没有人比较大 也没有人比较高 你也不可以说呢 这个习性非常多 就要当大家谅解 也不可以说 别人比较懦弱 就要欺负他 所以叫生而同住 大家住在一起呢 都是一律平等 守持着道场的规界 那口额无证呢 大家守住这个口额 所谓病从口入或从口出 言多必失 我们讲者无心 听者有意 就会造成很多的这种怨对 这种果报 所以口戒是很重要 一和同修 大家学道学佛 都是法喜充满 大家不管学哪个法门 都是处在一种 和乐的状态 你尊重我 我尊重你 大家这个立事练心 好好的让自己 达到这种亲近心 那立和同修 是当时佛陀的标准 也就是说道场的裁员 十方大者的捐助 都是要秉公处理 不可以的自己 独自占有 也不会用在一个人的名下 有多少大家 这个是同样得利 这个叫立和同修 那大家呢 如果能够在六合徑的基础里面 做到这种和的道理 那一定能够达到 这种道化社区的 这样的一个境界 那这也是 这个道之宗旨 他要强调和相邻 他很重要的一个规见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道之宗旨 何相邻 何相邻 我们必须认清楚 到底是谁在何 那相邻又是谁 这个呢 是必须我们 要了解清楚的课题 那何是信德的流漏 是自信的 发端啊 所以自信呢 跟所有的万事万物 无不适合的状态 所以我们中国的经书里面 《易经》里面 他常常提到 太和 中和 保和 都是处在和的状态 对于整个 太和 就是协调 阴阳 是非 好坏 善恶 所以我们生活在人世间 人世环境的 这种对待变化 我们必须 想办法把它合起来 是跟非合起来 对跟错合起来 善跟恶合起来 那么 善 有他 有他 恶的 一个种子 恶呢 有善的种子在里面 那所以呢 是非善恶 这种标准啊 是没有一定的 所以中国人画太极 它不是像一个西瓜 用一刀把它剖成两半 它是有一个曲线的 那这个曲线的变化呢 如果阴 阴多一点 那阳就少一点 阳少一点 阳多一点 阴就少一点 而且阴阳之中呢 含有一个对方的种子 在里面 所以当一个人 当他开始在犯下错误的 那一刹那 它就已经种下了 慈悲的种子在里面 那这个种子呢 可以让他 返回自信 可以让他呢 恢复本来面目 所以那个 那个现象 不是真实的 是虚幻的 那包括善 善也是虚幻的 所以佛教人 你要在人世间 造善业也是错 造恶业也是错 善恶都不照 要留下清静业 这样呢 你才能够把 帮助自己 返回本来面目 那所以 跟人世的关系啊 一定有所谓的对待 那这个对待呢 没有标准 在世上讲 有不平 为什么某的人 某个人 他的运气都这么好 受到提拔这么多 他可以过着 这种富贵荣华的生活 那为什么我就不行 四处遭受打击 四处遭受排挤 那这样的一个对待的世界 在某一些人看起来 就是不公平的 所以明圣经讲 世上不起等事 全凭一点真心 那么不起等事呢 是世间的现象 那是一种 合的状态 所谓合的状态 是因为世间就是有不公平 那样才 那个才叫做平等 你说世间的人有 有这个世上讲 你哪有办法平等 男的跟女的就不平等了 那么大人跟小孩就不平等了 这个富贵的人跟贫贱的人就不平等了 你要怎么平等 所以世间的事是没有办法平等的 这本来就是一个相对的 的一个世界 那这样的一个世界呢 我们怎么要去把它 把它压成其头事的平等呢 这是不可能 所以世上讲不平等 可是呢 全凭一点真心 一点真心是什么 是从理上讲 是从那个心理上讲 人的心理 圆满 具足 清净平等 所以当 当你受到打击 当你受到这个障碍 各种的危难的时候 你要知道 你的内在的这个自信 没有因此而受到减少 你的自信呢 也没有因此而受到这个欠缺 那这个就是真平等 所以真平等是平等在 那个心理 那个理上 不是平等在世上 这个我们要清楚 那么太和的道理 就是呢 我们要生存在这个不平等的世间呢 我们要把它协调 协调出那个阴阳的道理出来 协调出那个 那个合理点 虽然它比我富贵 可是呢 我比较平坚 但是呢 我调整我的心态 然后呢 我可以跟他 好好的来相处 这个是太和的道理 那么所以我们现在人世间 遇到了各种事情 先不要怨点尤人 先试着呢 反攻自行 所有所谓呢 行有不己 反求诸己 你先先问问自己 自己的心理 有没有圆满 那么如果自己的心理 是圆满 具足的 那么他也应该是 清净真诚的 平等的 那他所流露出来了 绝对不会有 好坏对错 是非善恶的区别 那么回归到 我们这一点自信 那么我们也就没有什么 好抱怨了 也没有什么好计较的 因为这一切 就是个人的业 我们都只是在 自作自受而已 那么你以前干过这些事情 现在呢 受到这些人的讨报 你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这个道理呢 必须把因果拉长三世来看 所以一般人是没有办法 了解这样的道理 那么因果的变化呢 也是非常的细微 所以这个世上 世上的这个现象 都有各种不平等的现象 但是呢 美国的预言家凯西 他曾经说过 我们人 每天所遭遇到的事情 没有一件事情 是突然发生的 那表示说呢 我们多生多节之中 曾经埋下了这样的一个种子 所以今天遇到这个源 我们就受到这个果报 好报 坏报 散报 恶报 通通就是我们先前种下的因 那么我们知道 我们会 受到什么 什么样的现象 什么样的境界 那么了解到我这个 因果的道理 我们知道说 我们先前 是种下了这些因缘 因素 以至于现今受这个果报 所以你也就 坦然面对 你也就会 理得而心安 因为那个道理 你抓到了 所以 和乡林的生意 就在这里 你了解到圆满 具足 那个亲近真诚的本性 所以呢 跟人家 相处 跟这些乡林相处 社区相处 责族群相处 没有不是 何的 何的现象 为什么 因为他们 跟我都是一体的 那么他们会来障碍我 会来阻挠我 这个是因为 我曾经在 对于他们 有过不好的 这样的一个 种子在里面 那那个 来讨报的 并不是别人 其实就是自己 自己的业力 现前 然后呢 变化成各种境界 来干扰你 打击你 那不是别人要害你 那是完全是 自己 多生多结 所累积下来的 这个因果现象 但是呢 到最终就告诉我们 何乡林 你对于这些 冤亲在主 对于这些 生活在你周遭的 这些族群 这些万物 你必须要用 和的态度 来对待他们 所以叫和 就是叫做太和 那中和 中和是什么 中和 就是让自己 能够达到 如辱不动的境界 中就是不偏不倚嘛 和呢 就是你发了一些 中结 所以我处在 如辱不动 处在这样的一个 不会变化的 这种自信之中 那么当我 跟人家相处的时候 我会知道 用什么方法 用什么态度 来面对他 所以让自己处在 这样的一个 不偏不倚的状态 这个就是中庸之道 那中庸之道呢 不是偏于好 不是偏于坏 那是一种 和的状态 所以有时候 我们看到 古时候的老师 在教学生 有的老师 对学生是非常严苛 有的老师 对学生呢 对某一个学生呢 却非常的宽松 那么这个 并不是老师 有所偏心 而是呢 这个学生的根性 必须要用 这种方法 来对知他 老师是 如如不动 那么呢 要和这些学生呢 你必须呢 用各种 适合他的方法 这个就是 中和 我们说 自中和 天地位万物欲 所以天 是高明 地是薄厚的 你不可能 把天 地把它相反 或者是说 你把万物呢 把它变成 其他的 其他不同的物种 比如说 庄子里面 常常比喻的 一只白鹤 它的脚就是 那么长 一只青蛙 它的脚就是 那么短 你不可能 把白鹤的脚 装在青蛙的腿上 把青蛙的腿 装在白鹤的脚上 那么这样呢 这个就 失去自然的本性 也就是说 失去 这种中和 的一个 一个现象 所以 自中和 这个中和 是我们修养的功夫 那么天 天生地养 人在其中 人必须 补天地的不足 把天地 所要 赐给人们的 教化人们的 通通把它视线出来 所以天地的 视线 是透过 修行人 透过圣贤 透过君子 透过这些佛菩萨 来教导我们 所以天是高的 地势 地势后的 这本身呢 就是一种 不平的状态 但是呢 他们各有作用 各有作用呢 这个就是 所谓的 自中和 让每一个人 有自己 这个就是自中和 让每一个族群 有他们自己的 这种文化生活模式 这个就是自中和 这个就是呢 和相邻的态度 那么每一个社区 有他们营造出来的 不同的生活方式 这个是河相邻 那就要讲到保和 保和呢 保就是保认 保认住 那个和的这种圆满 那一份清静 那一份真诚 要死死的 把他保认住 让他不要有所流失 有所破洞 所以和的状态呢 是属于这一种 自信的圆满 那这个自信的圆满呢 他是不可以 有任何瑕疵的 他本来就是 光妥妥圆硕硕 如果有任何的 一点瑕疵呢 那表示呢 这个 这一份光明的绝世啊 没有办法 完全的朗性 那他有可能呢 就会发生 这个相邻的暴动 族群的暴动 所以和是 是我们的自信 相邻呢 相邻是我们这些 自信旁边的 的这些伙伴 这些族群 是我们自信 我们自信旁边 有很多的这个族群 比如说 住在我们身体上的 有这个五官 有四肢 五脏六腑 这些等等的 这个都是 不同族群之类的 那不同族群呢 就是所谓的 和相邻 那个自信 自信真主啊 要跟这些相邻 要达到 一种和的状态 随时保持住 那个和 不要让他 有出差错 所以世界和平 世界和平 我记得联合国 不乱 那族群跟族群之间呢 那个对立的现象更加明显 甚至宗教之间呢 大家彼此互相的丑视 互相的看不起对方 宗教跟宗教 宗教本身不合 那他们的开会没有作用 所以学者专家是也没有产生作用 那世界和平到底要怎么样落实 我们必须在这里呼吁 每一个人要落实 道之宗旨的教化 佛规礼节的这种教导 从道之宗旨 佛规礼节 落实到每一个人的人心 让他们的心呢 真正的产生出 想要追求圆满 追求清净 追求真诚 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那么每一个人 就会慢慢的走向 这种光明之徒 那这个很不容易啊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度化众生啊 所以度化众生不是 你把它点一点 那就没事了 如果点一点都没事的话 那照理讲 现在呢 世界和平 应该呢 渐渐露出曙光才对 但是我们发觉到说 你不要说世界和平 在台湾 我们就看不到和平的现象 我们每天报纸 所看到的 新闻所播的 都是一些 这个斗争 欺诈 或者是各种八卦的新闻 每天都处在这样的一个 社会环境之中啊 那么我 我们台湾号称宝岛 号称到的这个 出产国啊 台湾自己都不能和了 怎么可能达到世界和平呢 所以归咎到一点 还是要落实到 我们人心 每一个人的人心呢 要真正的做到 道之宗旨的教化 道之宗旨 每一个都是性体的流露 自知俱俱呢 都是践性 所以河湘岭 河湘岭就是教导我们 能够跟其他的社区 其他的种族 其他的族群 其他的身为国家 好好地相处 包括我们的自信 能够跟这些 这个 这些四神 这些 我们的五官六辅 五官 我们的这个 四章五章六辅 四肢百害 来好好地相处 那么自信发漏呢 自信也要跟 我们外在的这些众生 好好相处 那么我们现在真主人 为什么没有办法 跟人家好好地相处 因为真主人 根本都没有在家 真主人没有用事啊 那谁在用事呢 就是四神在用事 我们说六事 莫拉士 阿赖也是 这些在做主 那这些做主的 就是一种对立的 是分别的 那所以 人类一直处在 这种对立分别的状态 人跟人之间的感情 就互相地疏离 所以越来越仇视对方 越来越默视对方 那么这样的现象呢 就导致今天社会 不安的现象 人人心求安顿 可是呢 却不知道 把心安置在 这个自信的圆满上 我们都要 这个和谐社区 和谐社区 不是你去那里 娇娇插花 娇娇捏 捏这个黏土 这样就可以和谐 如果你不晓得 自信的这种 本质具足 你不晓得 真主人当家的话 你这个 社区的和的部分 是只能够做到表面功夫 你没有办法真正落实 所以真正落实 要从我们修道的人开始做起 每一个有 有志一统 有这种觉悟的人 赶快 赶快来下功夫 所以三宝心法 这个是明师教我们的 回天的这种功夫 三宝心法 不是在 求道的仪式 这样传一传 然后就没事了 你就可以回天了 求完道之后 等着跪空 等着身软如眠 大家都可以回天 这个是相当的 错误的执见 所以这个老祖师曾经讲 半道不修道 终日欲戒分 半道不知道修道 那么半道的这个定义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去点一点 去做上下指理 去做打毛巾 去跟人家热闹一下 挂来营宝师 以为自己很有功德 结果呢 自己的心性呢 完全没有证悟 内在的脾气毛病 一点也没有改 所以半道没有修道 那么你这个半道 有什么 有用吗 有意义吗 如果我们不是用 真正的道德良知 来度化别人 来影响别人 来教化别人 别人怎么可能会听你的话呢 那么你自己都不了解 自信的所在了 那么你哪有办法 教导别人 自信之所在呢 你没有办法回天 你没有办法生死自在 如何教人可以生死自在 如何教人回天 所以正己成人 这个才是真理 我们上次讲 三省事物的功夫啊 这个是儒家传给我们的 这个是实实在在的修行 你好好的三省事物 好好的在道之中 直上下功夫 你是有德之人 所以我们说 道德 有道又有德 我们现在呢 有道无德 那么有道无德 你的道也会失掉 那有德无道呢 就成为 这个世间的 善人的标准 你还是没有办法回天 所以道跟德要合起来 道是什么 道就是我们圆满了自信 那一份真诚 那一份慈悲 那一份亲近 感恩忏悔 尊师重道的心 只有那一份 德的这种 真实的心 才有办法 让我们回归自信 让我们的超脱六道沦位 了脱生死 这个才是正吉的功夫啊 所以正吉要从这里正 那么德行的流露 也是从这里流 德行的流露 那么大家呢 感受到你这份德 当你传道给他的时候 大家呢 要效法你这份德 希望呢 能够回归道体 回归到像你这样子 道德充满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报身啊 那么这个报身呢 是经过修行所证悟到的一个法身理体 那所以说我们自己很重要 他说中日欲戒愿 那半道不修道呢 整天都是在欲戒里面打滚 欲望呢 就是贪春痴 每天都在贪春痴里面打滚 愤恨不平 整个生活了 秩序乱糟糟 那么你自己 内在都是这样乱糟糟的 你烦恼妄想都是 这么样的分杂了 你怎么可能有办法澄清 整个社会 我们的家庭可能都没有办法了 更不要说社会国家了 所以儒家那一套 这一套的这个修行功夫啊 事实上格物自知 诚意正心修身 齐家治果平天下 这是一套非常好的 一个修行的方法 那么这个修行的方法呢 我们用简单的 这种做法 把它落实在道之中止 那就是儒家的修行方法 落实在道之中止 佛归礼节 把它好好的做出来 表现出来 然后呢 你才有办法去影响别人 你才有办法去成人 成人成物 再影响到整个 天地万物 所以天地万物的成就 是因为你的成就而成就 你是一个世界的重心 你很重要 那因为你的自信 是跟整个天地是一体的 所以常常有人问我 粉笔会不会成佛 这个原子笔会不会成佛 这个书本会不会成佛 他们如果是万物之一的话 那么物有法性 物的这个法性呢 跟人的佛性是一体的 我们从水的实验啊 这个在网路上常常在报道 佛教界也常常以这个例子 作为讲课的课题 日本的一个科学家 江本圣博士 他用水做实验 用米做实验 水有没有见闻缺制 他把水用瓶子装了 在瓶子外面写上 爱感恩谢谢 这些善意的字眼 结果这个水呢 是充满能量的水 这个水呢 在瓶子里面呢 一直都不会坏掉 那甚至呢 它可以让整个湖水 它那个那一份脏乱 那一份那种 混杂的这种湖水 透过人的这种善念 去把它改变过来 水有见闻缺制 那它用米 米同样有见闻缺制 它可以看 也可以听 也可以感觉 也可以知道 这种实验呢 在我们的网路上 都可以看得到 大家可以去参考看看 很有意思 那么水 也不是动物 也不是植物 水应该是属于矿物 那矿物有见闻缺制 那么表示呢 其他矿物也有见闻缺制 也有法性 所以石头也有法性 原子笔也有法性 那么他们什么时候成佛 就是你 当你成佛了 整个境界就成佛了 所以怎么可以说 不修道呢 办到不修道 我们以前 还有听过 半道成道 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这个说法呢 是 很早以前 大道在红产的时候 当时呢 人心非常善良 真的是得益善和全权福音 所以呢 老师讲什么 先佛讲什么 就赶快去做 然后呢 把这个道理 赶快去度化众生 所以以前呢 半道成道 因为他们在半道之中呢 在跟人家讲述之中呢 同时就在回馈自己 警醒自己 也是在成就自己 所以有半道成道的说法 现在呢 我们看 现在的讯文里面呢 几乎 先佛都没有这样讲 先佛都没有叫人 就赶快去度化众生 而是不断在强调了 度化众生 不要忘了度化自己 半道 不要忘了修道 你修行不修心 你哪有办法呢 去度己度人呢 那么如果说 自己都没有办法得度了 如何可以去度化别人 这个是无有是处 那无有是处的道理 大家拼命做 我们必须想到 六祖谈亲 五祖忍和尚 那句话 他说呢 此事福不能救 因为当时的独众啊 终日子求福田 可是呢 不知道生死大事 那么此事福不能救 此事是什么事呢 就是生死大事 这件事情 福田呢 没有办法帮助你 了多生死大事 所以了多生死大事 超越六道轮违 这件事情 那只有修道 只有明师的一指 一循的明师的指点 你就赶快去 去修行 明师传授给我们三宝 三宝的心法 无不是叫我们要回归自然 你观天法道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自然就是道 那么人的自然是什么 人的自然呢 就是那一份 良知 那一份自信的流程 表现出来是什么 是清静心 是慈悲心 是平等心 是真诚心 是感恩的心 如果我们常常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感恩之中 清静之中 那么我们还有什么会跟人家不合的 会跟整个宇宙社会不合的 没有这种事情 那么我们的这个外在合的内在也 内在也一定也合 你的心都是清静的 你的心都是真诚的 都是处在感恩的 你的身体怎么会有不合的现象呢 所以我们现在社会 医院是越盖越多 而且呢 永远都住不够 我们会发现到这种怪现象 台湾的社会啊 大家都往大医院跑 而且呢 特别喜欢去住医院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身体不合 不是那里酸就是那里痛 不是这个丈夫出现了病变 不然就那个 那个丈夫出现问题 都是处在问题之中 都是不合 那么我们的自信 我们的真主人 为什么没有办法 跟这些族群好好相处呢 那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看到真主人 真主人不用事了 谁在用事呢 这个六贼六贼用事 我们说这个四神用事 我们的分别 妄想之所 这些烦恼在用事 烦恼妄想一多了 结果造成身体不合 第一个现象 表现在外的就是身体 就是我们的气色 就是我们的长相 那么我们的这些外在呢 表现出来了就不合了 那我们有办法去期待 我跟家里的人合吗 跟这个佛坛的人合吗 跟社区跟整个社会合吗 所以修行没有 不是从自信下功夫的 合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自信的流露 是要教我们 看待所有的众生 看待所有的万事万物是一体的 只有一体才可以合 在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 什么是第一 我们的头 头最重要 头说第一 手呢 手说我双手万能 手最重要 脚说我如果没有脚 你能够去哪里 脚最重要 那五丈六五都说他最重要 那结果谁最重要 也不是头 也不是脚 也不是手 而是谁 每一个人都重要 每一个族群都重要 每一个器官都重要 那么这个呢 才是自然的生活 才是呢 真主人当家的生活 真主人当家 就是回归自然的生活 就是处在感恩 处在亲近 处在真诚 慈悲的那一份状态 就是大家都是第一 你哪有可能说 你头第一好 我只要抖 我不要手 我不要脚 不可能 我只要手 不要脚 不要头 也不可能 我只要心脏 脚腹不要 也不可能 每一个脚腹都第一 所以 看 用眼睛 眼睛看是第一 耳朵听 耳朵听是第一 嘴巴长 嘴巴长是第一 每一个都重要 没有不重要 那扩及到我们的社会 每一个族群都重要 每一个分子都重要 谁最不重要 没有人不重要 天生我才必有用 没有一个族群是弱势的族群 是低能的族群 没有这样的族群 每一个人都重要 每一个人都是第一 只有大家把所有的族群 都看成是第一 是一体的 是第一的 是整个大生命的 这样的一个本体 那么才有办法 真正充满了一种 和的状态 所以这个是真正的 见到修行的功夫 我们常常听到 华人在世界各国 然后做生意 做得非常成功 但是呢 这个华人 他不晓得 何相邻的道理 所以常常 在当地的这个国家 受到当地的居民的排挤 不是呢 被绑票 被枪杀 不然呢 就莫名其妙的失踪 或者是家庭呢 遭遭毁坏 每天呢 生活处在这种恐惧不安之中 那么我们台湾的政府 台湾的这些学者专家 也不断的在感叹 台湾人 没有尊严 台湾人到处受欺负 事实上呢 并不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仔细的来思索这个道理 这个里面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和的因素 也就是说 我们这些华人 我们这些台湾人 到世界各地去做生意 他没有跟当地的居民 处在一种和的状态 那么 有一句话说 一家保暖千家院 你这个家庭 住得豪华 又舒适 吃得三生海味 出门呢 就是这个豪华的轿车来带步 穿的呢 都是这种凌络绰缎 高尚的衣服 结果呢 在你旁边的住着 都是这些木造的房子 这些矮房子 居民呢 都是生活在有一餐 没有一餐的状态 结果你住在他们旁边 看到 看到他们这个样子 完全没有和 你完全没有和 人家怎么 怎么可能放过你呢 所以一家保暖千家院 你这个一家保暖 其家呢 其他家千家不保暖的 他怎么可能会放过你 他怎么可能会容得下你 他怎么能够不愿你呢 你想想看 你只要出一点点的慈悲心 就可以帮助他们 过了好一点的生活 结果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呢 变成大家的眼中钉 所以呢 大家视你为敌人 想办法呢 就是要报复你 就是要毁坏你 因为你不把他们当人看嘛 你自己 吃处这么好 我们吃处这么差 所以当地的这个居民 那有不群起激愤的道理 所以 了解到这个道理之后 我们就要懂得 有福同享 我自己得利益了 赶快把这些利益呢 分给大家一起享用 菩萨有功德 他自己不要功德 他把功德呢 分享给众生 让众生得到功德 那么修行人也是要这样 你到一个国家 你自己 做生意做得很好 你正在度化别人 可是呢 你自己吃好穿好 别人生活你都不照顾 那么你哪有办法 去让这些人得度 那没有修行的人 当然就更糟糕 所以华人在这个国际社会 常常受到排挤 不是没有原因的 因为华人的奋斗力很强 自制力很够 所以他们有办法自给自主 可是当他们自给自主之后呢 却没有想到 其他那些没有办法自给自主的当地人 所以当地人呢 不断地排挤你 不断地障碍你 甚至呢 不断地恐吓你 还威胁到你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那他们不是无缘无故了 你要想想自己 有没有照顾到他们 虽然他们不是你的员工 但是呢 他跟你生活在一起 就形成一种共业的现象 你要影响他们 你要让他们过好生活 那有些人不懂 你要负责去教育他 你看我们古时候 儒家讲 坐之君 坐之亲 坐之师 这个三项要同时达到 那么你才有办法 真正的把这个地方呢 做到一个和的状态 你才有办法和祥领啊 你跟坐之君 君呢 君就是领导他 领导他们 走向你的目标 大家呢 遵守你的目标 要达成一定的使命 要让他们呢 能够改善生活 能够改善他们的这个行为模式 改善他们的思想 这个是君 君呢 你要以身作者 你自己不以身作者 如何去改善他们呢 坐之亲 亲呢 就是亲爱 你要像这个家人一样呢 去亲爱他们 跟他们在一起 体验他们的生活 听听他们的心声 了解他们的想法 然后呢 适度的呢 让你自己 用一些方法来帮助他们 想一些方法 怎么样呢 来更 更让他们能够 了解到你的心意 你的诚意 他们看你这么样关照他们 这么样爱护他们 他们怎么可能 会群起暴动来攻击你 这是做之亲的道理 那做之私人 你要教导他们 你要教化他们 他们今天这么苦 吃不饱穿不暖 他们生活在这种 这种 卑劣的环境之中 为什么 那么你为什么可以 生活在这种 富贵无语的状态之中 这个是有原因的 所以你要教导他们 让他们真正的 离苦得乐 让他们脱离那种 苦的状态 而达到这种热的状态 这不是菩萨的慈悲吗 你要拔他们的苦 然后引导他们到快乐的境界 这个是做之私 的一个本分 那所以 和香灵 在这个香灵之中 我们要做到 做之君 做之亲 做之私 这样的一个人格修养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 说 达到和香灵 那么你也不会说 一家保暖千家 千家院 就不会有这种现象 那么再想想 我们的身体 当我们的一个身体 某一个部位受伤害的时候 是不是所有的 这种器官 它都想办法 来让这个受伤的部位 赶快好 是不是这样子 那是啊 我左手受伤了 右手要拼命的去安抚它 希望左手的伤赶快好 那其他的功能 也拼命的来想要帮助它 让这个受伤部位赶快好 所以这个身体是一种自然的法则 达到一种和的状态 那么我们对待族群 对待这个万事万路 为什么不能这样子呢 那所以和 和的道理是一种 是一种很 深层的修养 是一种谦卑的流露 我们让自己 有办法 帮助众生 达到离苦得乐 那这个就是和相邻 真正的让 让每一个 这个族群 都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 这个是和相邻的一个态度 那么我们这里用到 这个陆祖中医 金公祖师啊 他曾经讲的这些道理 那他说呢 这个众生 这种轮回的业因 是因为 这种念头的引起 那这个 这种念头呢 让众生呢 形成一种 业力 那这业力呢 因为同样业力的人 住在一起 所以就形成一种 共业的现象 所以为什么有个 有些族群 看起来总是比较贫穷 比较落后 或者是说 看起来 极难就是比较多 这个就是一种 念力所形成的共义 那所以这个 这样的族群呢 必须要由我们 修道人啊 进入里面 去 救度他们 去教化他们 去视线给他们看 让他们也懂得 这种道之宗旨的道理 懂得修道办道的道理 懂得呢 这种离苦得乐的道理 要透过教化 才有办法 慢慢改变他们的习性 所以习性是虚幻的 习性不是真实的 因为呢 习性是我们累积累世 所累积下来的 是卡在 这种自信 之上 那自信 没有不慈悲的 自信没有痛苦 我们的自信呢 没有所谓的 这些 是非对待 那有这些呢 是因为我们的自信 被于我们的 我们的各种念力 各种业力 所覆盖住了 那所以如果说 我们能够转变 我们的念力 那么是不是 我们就可以转变业力 转变业力 是不是就可以帮助我们 离苦得乐 所以他说 一念三千念 一念万年根 一念呢 就形成了这种 各种复杂的念头 我们说过 一念不觉而有无名 那么这个无名呢 相续不断 累劫累世 永不停息 那一念接着一念 就一直到 轮回不已 所以一念万年根 形成了这种 万年不对的现象 事实上每一个念头都不同 但是呢 念念相续 而且呢 刹那圣灭 因为变化太快速了 所以人的知见呢 没有办法去领受 没有办法去转变它 所以造成了 我们自己随着业力而走 浑然不自知了 那这样要 要知道 我们 一刹那 一刹那念头 到底是有多少 那华严经弥勒菩萨 他曾经讲 一刹那的念头 一间两百八十万兆 那这个念头到底有多少 就是无法想象的念头 怎么一个刹那而已 会有这么多的念头出现 因为有粗的念头 有细的念头 粗的念头 人都不容易察觉 何况呢 还是这种维系的念头 那所以呢 祖师曾经说 真佛本无念 因念生魂魄 那么真正的佛菩萨 圣贤人物 他是没有念头的 他不是起心动念是善的 而是连起心动念都没有 那么连起心动念都没有 就没有生 没有死 没有变异 没有所谓的 这种轮回的亡本 都没有 都处在一种寂静的状态 都处在一种 清静 平等觉悟的状态 这个是真佛的状态 那真佛本无念 那无念呢 无念才是 心性的状态 那所以这个讲到 在布袋戏里面 曾经有一个故事 那这个故事呢 很有意思 一个魔教的 魔教的大将 非凡公子 他发展出一套功夫 叫做无空间距离的杀人法 我这套功夫 单单听他的名字 就知道说 哇这个是不得了的功夫了 杀人不用空间距离 他可以一刹那之间呢 用他的念头来杀人 把他的念头呢 转成一股无形巨大 不可压抑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来伤害对方 所以当他这个功夫一出现 在中原武林这边 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 遇见这样的招式 每一个人都输了 所以被当时被杀的这个 所谓正统武林人士 也是很多 束手无策 那么其中呢 素环真的这个好兄弟 叶小差这个人 他是忠义第一 他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人 那他的心呢 达到一个忠的状态 当然就是不偏不倚 他是为了整个天下 武林来着想 他要想到 如何破解这些招数 那所以呢 他每天就在那里沉思 有一次啊 他在一座湖 在那里沉思 我们说了三宝心法 用三宝功夫 那他要用三宝功夫 来破解这个 无空间距离的杀人法 那当时呢 突然呢 有一片这个枫叶 就从树上掉落下来 那这片枫叶呢 在湖面上这样 湖面上飘飘飘飘飘到湖面上的时候 就湖面呢 起了阵阵的涟漪 起了涟漪之后呢 结果又归于其境 那他就因为看到这一幕啊 他突然就顿悟了 顿悟什么呢 顿悟到无声之声 无声之声 你看那个枫叶飘下来 是完全没有声音的 但是呢 他却有办法引起 这个湖面上的涟漪 所以呢 他顿悟到这个无声之声啊 就让他想到 要如何破解 无空间距离的杀人法 那么无空间距离 他是用意念杀人 如果我们是无念呢 人是无念 可不可以对付 那个强大的杀人意念呢 他突然觉得这个是 绝对可行的 他当然呢 他就把这样的一个顿悟 融入到他的武功之中 结果叶小差呢 跟非凡公子两个人 互相在对峙的时候啊 非凡公子用出那一招 无空间距离的杀人法 叶小差呢 就用这个无声之声啊 在禅中讲 只手之声啊 那只手之声就是一只手的声音啊 一只手的声音就是无声啊 他就用无声的方法 也就是说无招的方法 就突然 叮叮叮叮 把这个非凡公子的 无空间距离杀人法的招数 给破解掉了 当然了 非凡公子就被他打得落花流水 就赶快逃命去了 那透过 透过这个戏剧的表演 我们就知道 这个功夫的展现啊 这一幕啊 会让我们体悟到 那种无念的状态 当然这戏剧的表演方法 只是点到为止 那里面的方法 要我们用心去悟 意念是绝对是可以杀人的 这个是在科学上可以印证的 如果说我们希望了 某一个人赶快死赶快死 每天呢 用这个念头去 去报复他 结果了 这个人就真的 会被你 意念杀死 所以为什么念佛可以成佛 我们义佛想佛 每天都在做佛事 当然就可以成佛 这个是念 后来呢 他说无念 无念呢 就是达到真佛的状态 没有起心动念 没有起心动念 我就没有生死 没有轮回 他说 他这里说 因念生魂魄 魂魄 魂魄 我们这些灵魂 是我们的念头产生的 我们的自信呢 不是精神状态 也不是物质状态 那灵魂是属于精神状态 当人能够达到无念呢 就是超越了这个 这个精神跟物质的状态 回归到真佛法界 而一真法界 就是真佛的状态 所以他说 克念正神在 妄念 父邪神 我们要达到我们的神 是正的 是在 我们的心性上 我们心性的变化 都是 都是这种 自善的 所以这个要用正念 要克念 儒家讲 克念成圣 克呢 克就是当然就克服自己的念头 让自己的念头 回归到无念 当然我们一下子绝对没有办法达到这样子 但是起码我们可以让自己达到起心动念都是善的 这样的标准就是一个君子的标准 忘念复邪神 我们如果起心动念有一事好的这种邪念 这些邪神就来干扰你 烦恼妄想就会出现 所以就打乱了一团和气 所以我们想要和相邻 事上呢 就是在这个克念 正存在 克念成圣的道理 我们要先 先稳住我们的心念 让它达到无念 无念的状态呢 才能够和一切万事万物 帮助一切万物达到一种 一种平和的状态 大家好 道知宗旨 讲道改恶向善 这一段经文 那改恶向善 我们必须清楚的了解 到底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善恶的形成 是什么原因 那怎么样改 怎么样向 这个就是 我们今天 讲道改恶向善的 主要的课题 前几天 有一个道亲 有两个道亲 其中一个资深的 一个资浅的 来找到后学 那么这个资深的呢 成全这个资浅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资浅的道亲啊 他来到道场 本来呢 很用心 很发心 在道场的付出 但是最后呢 看到道场 道亲所 视线出来的 的这些言语行止 让他非常的失望 所以呢 他把自己闭门 视过 也不接近任何人 也不接近 这个道亲 所打来的电话 那这个资深的道亲呢 当然就觉得 很紧张啊 想办法要成全他 一定要让他出来啊 这可能是 业力在阻碍他 那所以说 他就 把这个道亲呢 带到后学这边来 跟后学聊聊天 那说实在的 后学也没有办法 教他什么 如果想到 老师 他已经将 自尊自贵的大道 将我们圆满巨主的 这个三宝 都已经传授给我们了 那么我们到底 还欠缺什么 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 不晓得 要用什么样的方法 来告诉这位道亲 你现在 身上所具有的 就是你一切的资料 圆满的资料 而且呢 最丰富的资料 你可以解决任何问题 一切的问题 都是在内心 找方法 而不是去向外寻求 解决之道 那后学的这些观点 跟他讲 让他呢 有所起悟 有所反思 那他这个道亲呢 也是很有根性的人 他听到 这样的一个方法 这样的一个见解 让他觉得有所起悟 那如果说 讲到说 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 道场的一切 一切现象 很多都是 人心用事 这个不足为奇 只要是有人的地方 那么不管是在 道内在 在道外 人的纷争 总是会产生的 那么这些 这些不如法的现象 的产生 都是因为 对于民师所教导的 这个三宝心法 不了解 对于我们这个 圆满的自信呢 不够 体悟 没有深入的这个 见解 以至于造成 自己所 所做 自己所为 也是 不是 如如 自信的follow 那么这个 不是自信的follow 当然就是 世心的follow 也就是忘心的 的流程 那么真主人 不做事 真主人 不用 不用 不用公 不用这个主持 结果呢 外面的这些人 外面的这些 五一六成 在做主 四心在做主 烦恼在做主 那么五一六成的做主 就形成 人在言行上 就造作各种的不善业 那这个不善业呢 有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 那么别人看在眼中呢 总觉得这个人呢 很奇怪 他讲话 他的这个动作 并不像一个修行人的行为 但是能够看得出来 一个人的这个言行 举止到底是不是有达到标准 这也不是一个普通人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社会呢 一般的人都是这样子 人人都是这样子 那么这件事情呢 就 见怪不怪了 好比青少年犯罪 青少年呢 在外面呢 有所好险 无所事事 随便 闹事 打架 然后被抓进警察局 然后抱一抱 没事了 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夫妻离婚 夫妻分居 那么 社会报导 把这个 这种现象呢 也当成是一种自然的反射 那么现在我们的电视剧 我们的这个 生活周遭 触眼所及 看得到了很多的单亲的家庭 一个母亲 一个父亲 带着一个孩子 或几个孩子 单独抚养 单亲问题 在现在社会上 已经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现象啊 产生了一种社会上的隐忧 这种隐忧呢 是社会动乱的根源 但并不是说单亲家庭是错误的 而是说它是一种不协调的状态 不是与人类那种生活合理的状态 所以在这样不协调不合理的状态之下 所产生出来的这样的子女啊 他们以后长大 势必呢也是一种不协调的状态 不协调的这种心理啊 来进入社会 那所以他的一些所作所为 他这个不协调的言行啊 他认为是自然的 我认为是正常的 那所以就会造成跟别人格格不入 跟整个社会格格不入 那么就有更多的失忆的人 怀采不欲的人 充斥在整个社会 那么他们如果比较激进一点 有可能就形成 社会暴动的一个代言者 所以这个问题呢 我们必须好好的去思索 这个都是有连带关系 有因果的关系 今天讲改俄向善 如果能够从这个改俄向善 的这样的一个标的来走 相信呢 每一个人都可以 让他的生活 转成到最美好的境界 那么我们知道 善恶 这个是古时候 古代的就一直在强调 我们要饮恶扬善 我们要去恶从善 做好事 大家都知道 做坏事 大家都脾气 但是那个好的标准是什么 善的标准是什么 恶的标准又是什么 我们必须分辨清楚 如果说从古大德的解释 那么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 这些古大德 这些真正有修行证悟的人 他们所讲出来的话 就是属于建信的话 建信里面的话呢 绝对是清净平等 所以在了凡视讯 云谷禅师 曾经这么样的开示 有人问他 那到底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呢 是不是 这个帮助别人 就是善呢 拿食物给人家吃 就是善呢 云谷禅师呢 对于这些问题啊 统统把它否定掉 因为我们眼前所看得到的善 是属于 这种 慈善 急难救助 这种善 那这种善呢 不是一种究竟的善 那这种善的这种言行啊 行为都只是一种 福报的因果 那所以云谷禅师就直接把它否定掉 那他说呢 善就是 没有自私之利 一切呢 舍己为人 一切为别人着想 只要起心动念 都是为了众生 为了别人 那么这个就是善 只要起心动念 都是为了自己 为了我 那么这个我的这种念头 这个就是恶的念头 所以云谷禅师 他把善恶的标准定义在 我的标准 可见 这个我相啊 一向是 众生 我们人 最会去执着的 修行人 要把我相去除 这个是非常困难 我的 我所有的 我所掌控的 我的这个事业 我的家庭 我的子女 乃至于说 我的道场 我的后学 我的业绩 等等的 这个我的 只要还有一天 存在我们的意识之中 那么我们一天呢 就累积了更多 不善的种子在里面 这个不善的种子啊 会把自己呢 带落到无比的 痛苦深渊里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呢 这些都是恶习的种子 那么造了恶因 当然就说要受恶果 所以自己的 这种困难 挫折 障碍前 障碍现前 苦病缠身 这些呢 都是自己从前啊 做出种种的 不良的 业障习气 不良的这个恶言恶行 所形成的这种果 那所以如果说 起心动念 都是恶的 都是为我的 那就是一种恶习的累积啊 起心动念都是为别人 那就是一种 善种子的累积啊 所以善恶是什么产生的 善恶我们说的产生 是属于他的果报的现象 为什么有的人 他出生就是 在富贵人家 在优渥的人家 在不愁吃酸的人家 可是有的人呢 他必须跟着父亲呢 为三餐劳苦而努力 或者是说为了 为了 学业 而要去 工作 为了下一餐 而必须努力呢 去找工作 有一顿没一顿 所以每一个人的果报不一样 那所以在 明圣经里面讲 世上不起等事 全凭一点真心 那么这个世上不起等事啊 这个是世间上的现象 世间上的这个真实现象 就是不等的 你说怎么等呢 皇帝跟乞丐怎么平等呢 男的跟女的怎么平等呢 富贵的 跟这个贫贱的 你没有办法平等 所以真正的平等 是平等在 那个内在的平等 那个内在的平等呢 是大家都具足的 大家都圆满的 大家都是无量的 那从那里平等 这个才是我们今天 所要强调的 一种命题 那我们现在知道 善跟恶的标准 如何变成善 如何变成恶 那我们要来探讨 善恶到底是从哪里来 人 心 它有各种不同的变化 因应的 静缘的不同 会产生 各式各样的念头 刹那刹那之间生命 这个念头呢 是有的粗 有的细 有的非常维系 维系到自己呢 都没有办法察觉 念头的闪过 所以人 一刹那有多少 多少念头呢 如果照佛经的讲法 有120万兆 这个照的 照的这个数字啊 在我们生活之中 就已经非常的遥远 那么今天讲到念头 用到这个照 我们会知道说 人的念头啊 是相续不断 是 是 不断的在发生啊 那那个念头的产生啊 让自己 就会 依照这个念头 而产生的各种静缘的现前 所以佛经他讲 违心所现 违世所变 这个违心所现呢 心是 能够让我们变现 变现出 看到的 这样的一个大环境 比如说我们这个 娑婆世界 我们这些人 众生 这些万物 这个是违心所现 那违世所变呢 违世所变 就是依照人的 善业恶业的不同 所变化成各种的静缘 就不同 所以为什么你会变成乞丐 你为什么会 这个障碍重重 或者是说 你为什么会落魄不堪 这个是违世所变 心根室 其实是一个本体 心是真心 真心是如鲁不动 真心它有一个 能变的一个因素 真心所变的 都是纯然至善 那么但是呢 真心又会变成 这个忘心 又有一个忘心 我们说无明在里面 所以当真心 不是变成 纯然至善 而是变成一种忘心的话 那么忘心呢 会常常 引导人的那种 那个念头 会把这个 忘心所看到的一切 都变成是真实的 都认为是真实的 但是是同样一个心 这个所谓的真忘不二 真忘不二的道理 这个我们要清楚 通通都是那个信心 但是呢 我们用四神用四 我们用这个五一六神再组织 那么五一六神 就形成了人 会生老病死 那死了之后呢 就又换成另外一个静缘 另外一个大环境 另外一个躯壳 然后呢 再继续一生的轮回 所以人因为呢 这个忘心的变化 也产生了六道轮回的现象 那这个六道轮回呢 在这样的一个圈子里面啊 一直在轮转 一直在打滚 在佛教以前 印度的婆罗门教 号称有八千年的历史 那么婆罗门教的教徒 他们在修行 主要以修订为主 所以当时的人 可能呢 修订了都很有功夫 那所以他们的这个 学术的发展 是相当的高明 那他们在修订的过程当中啊 他们可以脱离屈壳 入定之中啊 可以到天堂 可以到地狱 可以这个 遨游整个 六道的世界 那六道的世界呢 可以说虚广无量 非常的浩瀚 那他们进入这个定中 在六道里面这样遨游 他们才知道说原来 这个世间有所谓的六道轮回的现象 看到一个人 看到一个人 他升天了 后来又降生为人 后来又堕落了 堕落为畜生恶鬼 地狱 然后地狱受苦完又 又继续的轮转 又不断的变成畜生又变成人 然后呢又好好的修行 好好的布施 结果呢又变成天 然后从天呢又堕落成人 这个累结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啊 造成这种轮回的现象啊 让他们感觉到说 这个整个宇宙的生命啊 是一种循环不已的 那他们看到这个现象 他们有没有办法了解呢 事实上他们在这个六道的圈子里面转 他们自己也没有办法 了解一个所以然 他们知道了 这个行善就会升天 作恶就会下地狱 所以呢他们的教义 教人家行善 教人家作恶 教人家去恶 但是行善作恶 这样的一个结果 还是让自己在六道轮回里面 还是没有办法彻底的解决 六道轮回的束缚 所以当时的婆罗门教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那要一直等到 六道轮回到底要怎么样跳错 结果婆罗门教的老师 知己当然没有达到这个境界 所以也就没有办法回答他这个问题 所以佛陀必须自证自悟 一直在这个菩提树下 受燃灯佛的这种受计 了解到内在圆满的自信 如如不动的那个本体 当他这个 夜赌明星的时候 发现到说 原来明星不在外面 就在里面 里面那个如如不动的那一份道体 是圆陀陀光硕硕 跟那个明星的光是一样的闪耀不已 所以他就证悟到人的那个本体 是不生不灭的 是不会受到境界的变化 而产生变化 所以当他悟到这个 悟到这个本体之后 他就超越六道沦位 因为他完全放下了 完全放下了 就不会受到六道的执着 你看我们说人 人的做 做人的标准 起码要做到五上 五戒 三道迎望久 这五戒守得好 还可以行人道 那么 那五戒的善行 让人可以在人道里面立足 人道里面生存 但是人道如果还要再超越 到天道去 那么他的超越 必须遵守身口意 我们所谓的十善业 身就是五戒的标准 要做到 再加上口业 旺语两舌 二口其语 这个是口业 不准照 在一业不准照 就是贪嗔痴 这十种善业 通通做到了 你才有办法 升到天界 那升天界 天又有28成天 依照你放下的程度的多寡 然后你看到 你升的这种等级有多高 所以完全都是在放下 身口意 通通放下 明文力啊 自私自力 通通要放下 才有办法 升天啊 那如果过分的执着 过分的染着 过分的重欲 那么就会堕落 堕落成恶鬼 堕落成畜生 堕落成这个地狱道 所以完全是看个人 他的心念 事变 所造成的现象 那所以当时释迦牟尼佛 因为完全放下了 完全放下了 了知到人 是如如不动的一个本体 那一份道体呢 是本来具足 本来圆满 所以为什么他出生之 他开悟之后呢 他讲了那句话 其哉其哉 云和众生 皆具如来 智慧德相 只因妄想执着 而不能正德 那么可见呢 众生都有如来的智慧德相 也就是说众生 必定成佛 众生本来是佛 所以他必定成佛 所以众生不是恶鬼 所以恶鬼 众生变成恶鬼 是一种虚幻的假象 众生变成人 也是一种虚幻的假象 说来说去 六道通通都是虚幻的假象 人会在六道里面轮转不已 又没有办法跳脱出来 这一切呢 就是以虚作虚 以幻作幻 那所以释迦牟尼佛了解了 这个道理 他才 有办法帮助人 将人呢 从这个六道轮回里面 跳脱出来 拉拔出来 所以呢 他才不舍众生 到驾持行 不断的来告诉众生 这件事情 这个法华经里面 他讲到 诸佛菩萨来到人世间 唯一的目的 就是要让众生 开示误入佛的知见 所以这个开示误入 改善向善 只要照着道之宗旨的话来做 那你就是改善向善 那你就可以 回归本位 所以因为人的心 各有不同 心存 不同的念 心想意固 造业意义 因为心想的不同 所以所造的业也不同 所造的业也不同 当然所受的果报 当然所受的果报就不同 你看佛菩萨 具处了智慧 德能 向好 那么我们在凡夫身上 我们有看到吗 看到智慧 智慧 只有一点点 跟佛菩萨那种 能够了知这个宇宙三世 宇宙这个千万事 这样的一个标准来比 人的智慧 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根本没办法一比 所谓若一毫至一太虚 你怎么比 眼前的困境都没有办法排除了 你怎么样去说到 那种遥远的高超的 这一种那种 自信的广度 跟自信的深度 所以智慧没有办法比 德能也没有办法比 德是道德 佛菩萨圣贤人 他的道德 就是圆满的道德 他就是一种世间的典范 儒家讲 坐之君 坐之师 坐之亲 圣贤人 他就是要教导众生 坐之师呢 就是引导他 教化他 坐之亲呢 就是慣爱他 常常的体贴他 坐之君呢 就是领导 把他们带向一条光明之道 觉悟之徒 这个是圣贤人 出现在这个世间 他所要做的事情 那么因为众生的心想意固 造业意义 他想的不同 他想的不同呢 所以造成了各种 禁远现象的不同 我们说圣贤人 他的德能是具足的 能力 能力就是我们现在 所看得到的 这些技术 这些技能 他的这个技能 是完全具足的 还有他的相好也具足 佛菩萨的相 是圆满的 是端庄的 那么我们人的相呢 是不圆满 我们的相呢 常常会因为 我们的这个老病死了 而有所变化 甚至一个起心动念 就产生我们的 这个面相啊 有愉快不愉快的感觉 那所以说 讲到相好 是人 可以 最直接看得出来 这个人 他的这个信念 到底 达到什么程度 我们修行 要看这个人 修行的火候到哪里 从他的面相 就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佛菩萨说相好 佛的相 是端庄圆满 菩萨的相 妙色庄严 先佛菩萨的相呢 就是那边 大貌岸然 所以只有修行 只有透过 放下这种 五一六成的享受 明文利亚的享受 放下自私自利的念头 你才能够回复到 我们这些德能 智慧德能向好 通通要能够恢复 因为这些本来就是我们的 那所以说 造业异故啊 就形成各种宇宙人生的现象 所以宇宙的现象 无一不是心 造善不善所形成的 人的心善 可能就出现在天界 心善不善的中间 就可能是人界 心不善就 制造成善恶道 这个呢 都完全是心的作用 所以我们在这个六道之中 六道之上还有一个四圣法界 四圣法界还不是一个圆满的境界 但是已经超越六道轮回了 那从这个十法界的这种现象来看 我们把它比喻成像一个电视 电视里面会有很多荧幕啊 很多电台啊 台式 中式 华式 民式 各种各种电视台都有啊 那么我们只要一个按钮一按 它就出现另外一个 一个静元出现了 我们看到佛家的电台 一转就看到佛家的电台 我们看到这个 喜怒爱乐的电台 一转就看到喜怒爱乐的电台 暴力色情的电台 一转就转到暴力色情的电台 那你为什么会接近这些电台 因为你的心想异固 你的心想到那里去 你想要去看那个 看那个画面啊 你的心是跟他们是一样的 所以你就会选到那个电台 你就会进入到那个画面去 但是呢 同样是那个电视 同样是那个电视 这个意思就是说啊 那个心是完全都是一样的 唯心所现了 唯事所变了 心都是我们那个心 心是真心 心是如如不动的 但是那个会变 变化会变电台的 就是我们的意念 唯事所变 就是我们的意识 这个事呢 会变化成各种的境界 让我们这样 跳来跳去 搞不清楚方向 我们会有时候呢 会进入天法界 当我们心存善念的时候 当我们在做善事的时候 就会进入天的那个磁场 当我们又 起心通念又是二的 又是呢 这种自私自利的 又是追求明文立养的 那就是 这种地狱的法界 阿修罗的法界 我们就跟那个画面感应 所以同样是那个电视 它可以分别出各种不同的电视台 所以我们用这个例子来比喻 才知道说 心是同一个心 那我们如果能够把 把这个心呢 回归到真心 那么我们所看的 就不是电视台这个画面 回归到一生法界 道场讲礼天的境界 那我们讲礼天 事实上也不是迷勒净土 那个礼天 因为我们还要跟着礼天 这个迷勒净土 还要来贫寿万教 贫寿万教再回去 回去那个时候 就是礼天的境界 所以我们还有一段使命 还要来聊 那如果说 从刚才电视这个例子 我们知道说 整个司法界的现象 通通是新的变现 司法界有善有恶 那你要善还是要恶 你就自己用遥控器去按 那你会说 那个按钮在哪里 按钮在哪里 按钮就是人心的变化 你心想就会变到那里 心想就会变到那里 心想什么 就会现出什么境界 所以心就是那个按钮 所以人为什么我们就要调心 若人适得心 大地无寸土 适得心 大地没有寸土 就是说根本就没有大地 哪有所谓大地 哪有所谓天地阴阳 哪有所谓人适得是非好坏 没有啦 我们都回归到一针法界了 回归到本来面目 本来面目是纯然至善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心明 在止于至善 这个是一条觉悟之路 明明德 明要用什么明 要明 明就是你要放下 放下妄想 放下分别 放下执着 放下你的这些烦恼 所以佛家讲 烦恼是非常细微的 他有无名烦恼 有沉沙烦恼 有见识烦恼 这些呢 都是虚幻不实 可是这些烦恼呢 在我们生活之中呢 又挥之不去 起心动念都是烦恼 所以你看见识烦恼 就是止所 人呢 所见所闻 看到那个 哦 就喜欢那个 想到那个 就很想去追逐 这是一种执着的烦恼 沉沙烦恼 就是一种分别的烦恼 沉沙就像多如灰尘啊 这个泥沙一样这么多 但是会分别 分别这个好坏对错 这种分别好坏对错 这样的一个 的心态啊 就是属于这种烦恼 哦 就是指于这种分别的心啊 那妄想的心就是无名烦恼 无名呢 就是不觉的状态 哦 人会因为 各种的静缘现前 而产生不觉的状态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说 这种无名啊 沉沙啦 这个剑 剑尸啊 这一些呢 通通都是真心所变现的 没有真心 这些烦恼也没有了 所以它是跟真心一体的 哦 真心本来的作用 是自善的作用 但是呢 它还有一个意识 这个意识呢 会让人产生 这种不良的作用 这会让人产生 六道轮回的现象 会让人呢 堕落在这个无底的深渊 所以说我们虽然说 真忘不恶啊 可是这个 忘的要追 要回归到真的 这样的一个境界 是要透过这个例行 透过突破 你要专一 我们讲修行 透过修行 哦 修行 虽然是说 明知为修正 哦 改掉我们的脾气毛病 但是呢 最重要的 就是要我们放下 因为我们本来就剧除了嘛 我们本来是佛嘛 本来是佛 当然可以成就成佛啊 对不对 我们只是回归到 本来的面目而已啊 那为什么本来 本来的面目佛 我们要回归会这么难的 那就是因为烦恼一直 卡在中间啊 烦恼不断啊 思思相续啊 哦 念念不断 那时候我常常 笑着问 各位浅显啊 你们有没有烦恼啊 那大部分的人呢 都会讲 哎呀 这个烦恼啊 多多少少都会烦恼 其实这个是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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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间的讲法 我们会把当作 这种忧心啊 过爱的事情 当作烦恼 其实佛家讲的烦恼 不是这样子 佛家讲的烦恼是 起心动念都叫做烦恼 你动一个念头啊 就是一个烦恼 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讲 妄想 妄想 分别 执着 都是烦恼 所以我们的念头是相续不断的 我们可以说二六十钟啊 二十四小时通通在烦恼 老师教我们二六十钟不理这个自信 但是呢这个自信呢 如果一时偏离掉了 堂长会夹杂了一些妄想 夹杂一些无名 夹杂一些分别之所 哇 那这个真心呢 又越偏越离越远啊 世间的现象呢 太过真实了 我的家庭 我的子女 我的身份 我的这个名位 这一切呢 都是我的 那这个我的呢 会让人没有办法放下 因为这个就是 真实的嘛 他会把它看作是真实的 那结果这个真实的啊 就害了人 因为呢 这些都是不善业 害了人 堕落三恶道 害了人在这些 这个业果之中啊 不断的轮回 因为人 没有办法觉悟 在迷的状态 这种迷的状态啊 就会产生更多的这种 业 因为迷惑所造的各种业 那这种业呢 又会形成果报 那果报的现前呢 又会让我们痛苦不堪啊 所以越苦就越饿啊 越加痛苦不堪啊 越不知道觉悟啊 所以像地狱的人 他要觉悟 很难很难 像那些畜生 你要让他有觉悟的道理 也很不容易 那么在人这个位阶啊 他又是 有天 的一个思想 有地狱的一个思想 刚好卡在中间 所以人是比较好修行 他只要努力啊 好好的修行 改恶向善 那他呢 就可以尽量 接近 那个 美善的环境 那他如果不好好修行 就这个 不断的在造恶 不断的在 为自己的起心动念 在造作一些 分别执着的事情 那他当然了 渐渐的就堕入恶道 所以改恶向善 要怎么改 如果我们知道 人的这种起心动念 就是烦恼的话 那么烦恼要把它变成菩提 我们说烦恼即菩提啊 对啊 我们刚才讲 真旺不二嘛 那么旺如果变成真的呢 那就是要放下 也只有放下 你才能够回归到真的 因为你一切都圆满了 你一切都具足了嘛 你为什么还要修 所以明师没有给你传道 明师只是告诉你一条 回家的路而已 到你本来就有了 你今天为什么还要修 修是因为你 还不知道嘛 因为你不知道嘛 所以要 要有一个明师来指引你 你要放下 你是现在认为真实的东西 因为那一切都是虚幻的 你的事业是虚幻的 你的家庭是虚幻的 你的子女虚幻的 这个太难太难了 只有真正的能够觉悟的人 他才能够了解 这一切都是虚幻不实 都只是一种过程 一种因缘的组合 这个因缘的组合呢 会引发人的情势 人的情势会去执着他 以至于呢 累劫累势这样子 一直翻滚下来 没有超越了一天 所以今天道之宗旨 告诉我们改二向善 那就是一条路 至少我们从改二向善的路 我们会慢慢的放掉 我们的这种妄想 我们的分别 我们的执着 我们的这个本来面目 如果是纯然至善的话 那么没有所谓的恶的 恶言恶行 没有这些坏的现象 没有这些对待 没有好坏 没有是非 因为是纯然至善的 纯然至善是 清净的 是平等的 所以改二向善呢 当我们能够放掉 这些不好的习气毛病 这些不好的 这种欲望染着 不好的起心动念 然后呢 我们慢慢的归向善土 这个呢 才是实在的做法 一下子要让我们超越善恶 跳脱超反了死 超身了死 跳脱六道轮回 这个是 有一点遥远 但是如果说 我们能够渐进式的来改 从我自身做起 儒家讲 格物 自知 诚意正心 修身 齐家 治国 然后平天想 这个是有鉴质的 有赤地的 不是一下子 要让我们达到 这种 很悬远的目的 所以佛家 把那种理想 把那种标准 定位在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呢 是跟我们中国人 的这种儒家的观念 是 不不一样 我们儒家的观念 就是在世间建立一个净土 西方极乐净土 就是在我们这个人世间 不需要到西方去 所以 我们对于事物的执着 对于这些表象的这个在意 我们通通要把它放下 了之这些都是虚弯不死啊 那么你还在意什么呢 其实你在意的这个肉体 也是虚弯不死 你看肉体如果是 是你的 那么你可以叫它不要 不要老 不要病 不要死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讲的像好 自己都没有办法 表现出那个像好 所以我们要好好修行 至少那个像好 才能够代表到底啊 我们要把那个像好 把它表现出来啊 那表现出像好 就是你要放下 你要懂得去布施啊 你要懂得去 这个舍己未人 正己成人啊 所以格物 格物格除掉 我们的这些脾气毛病 烦恼妄想 格除掉了 对于事物的禁言 也不去攀缘了 然后自知人 砸到 进入到一种 这种 圣人的心境 圣贤人的心境 佛菩萨的 这样的一个修为 他们的知见 能够引导 自己走向 觉悟之路 所以以前 释迦摩尼佛教我们 以苦为师 以戒为师 苦跟戒 都是修道人 他所需要去 遵行的 透过苦 我们了解到 世人的苦 了解到这种苦 然后呢 帮助众生 从苦难中呢 这样脱离出来 要拔除他们的苦 要拔除他们的苦 以戒为师 就是遵守这些 戒规 遵守这些 愿力 遵守这些 法则 儒家讲 这个礼法 透过这种 人世间的 这种 自然的运作 我们说 三纲五常 五轮八德 这些自然的运作 来把他整个世界秩序 重新定位好 重新洗牌好 这是以戒为师 那么我们现在还要以绝为师 绝就是我们的本性 我们那个道体 我们要觉悟到这个道体 明师传给我们的这个道体 是圆满剧组的 今天的 这个修行法门 没有比明师这一点还要可贵的 只要我们能够从明师这一点 好好的下功夫 知道呢 他 我们自己内在 有一个这么样的 如如不动的 这样的圆满的 这样的一个剧组的 本体 那么我们还需要去假外求吗 佛不就在我们的里面吗 那佛为什么没有办法显出来 就是外面有 有东西盖住了 我们把那个障碍把它移除掉 那当然了 这个佛就能够自在了 就能够出来了 他就现光明了 所以就达到这个 这个政治正见 所谓自知 诚意正心 诚意正心 就是达到人的这种 意念 是起心动念都是善的 甚至连起心动念都可以 都可以自自由掌控 只有同自信发出来 那一份诚意 那才能够叫诚 因为我不是善 不是恶 我就是要为了天下众生 我要帮助众生 这个才叫诚意 那正心的是因为 我做的是一种 亲近平等 的一种教化的功夫 所以我是一种 佛心佛现的表现 菩萨 圣贤的表现 然后呢 用这样的标准 我们再来 整理家庭 度化家人 我们再来呢 这个推广到社区 教化到整个社会 推广到整个国家 然后呢 平天下 所以平天下 让整个世间呢 都跟着我的 这样的一个秩序 一起在运作 这个才是改二向善的 一个极致 让大家都能够 趋向归土 归这个善土 大家都能够守法 守礼 大家都能够遵循 人世间的这种游戏规则 是什么呢 就是三纲五常 五轮八德 这样来走 那这样这个世间 是不是就恢复成一个 一种和的状态 我们说世界和平 和的状态 那达到这种和的状态 那是不是就是一种净土 所以 每一个国家 有每一个国家的国情 可是每一个国家 都能够处在这种善的好的和的状态 那这个就不就是我们所要追求的世界和平 怎么会有世界末日呢 没有世界末日 所以改恶向善 改恶向善从哪里改 从我们的自行改 最大的恶 就是人的自私自利 放掉自私自利 那就成为最大的善 所以现在 人世间 最严重的就是 自私自利的争夺 大家为了我的利益 我的前途 我的前途 我的事业 我的这个生活 我的居住环境 在那里冲突 这是我 事实上 这个就是自私自利 很多 很多事情 是可以透过沟通 来商量的 不是要透过斗争 我们的本性里面 没有斗争 本性是自善的 他没有争这个 这种行为 自善的是 一定是和谐的 一定是 亲近平等的 所以人 能够放掉自私自利 改恶向善 这个就真正能够 落实到 他的目的 那么我们要 这个广众福田 在这个改恶向善里面 我们开始去广众福田 一切恶的 这种言行 我都不去说 不去照 恶的这种 禁远 就自然 而然 会少来干扰 你看你要改变命运 你如果一直做恶 你怎么可能会改变命运呢 你的命运只有越来越差 所以 同样的道理 你想要改善家庭环境 想要改变 这个 整个社会的风俗 你只有从改恶向善 来下手 让每一个人 真正的从内心去了知到 那一份圆满的自信 圆满的本体 那一种自善的 这样的一个觉知 他才会做出 那种善 善言善行 连念头都是善的 只有从自信的善下手 那才能专正做到 这个改善社会风气 促进世界大同 那所以我们如果说 我还没有办法做到那么大 那么我们起码要能够改变我们的命运 如果说我们今天修行 一二四年了 脾气毛病还是一大堆 禁言障碍还是一大堆 烦恼妄想也是一大堆 那么我们可以讲 你修行根本没有入手 修行没有功夫 你怎么可能改变一切呢 不但说你的心没有办法改 你的外在也没有办法改 你的这个面 这个向好也没办法改 只有依照你个人的 那一种因果的剧本 然后继续去进行 所以你种什么因 就会得什么果 这个都是你自己的心 变现所产生的 如果今天你懂得这个道理 我不想恶远恶进来现前 那么我只要一直做善 让善远都来出现在我的生活里面 我的四周 那么这些恶远呢 就通通不会再发生了 一直到我成佛了 我把这些善恶都能够净化掉了 那么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 都慢慢的走向一种大同世界的理想 社会呢 要祈求这种世界和平 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我们要极力的去教化众生 要极力的去宣扬 这些组织大德的圣意 让这样的一个道的宗旨 落实在人世间 透过我们的身体力行 来好好的实践 好好的带领 让整个这个说婆世界 都能够成为零化棒 这个是我们修行人 最重要的使命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早安 改恶向善 这个改 有从理上改 有从事向上改 那我们上一次 所讲的这些善恶的 跟有善恶的道理 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真正的改恶向善 必须从理上改 毕竟是上向改了 它只是短暂的改变 它没有办法从根本 把它改起 所以你看我们古时候 这些圣贤人物 他们在改过 它是真正的发自 内在的真诚与恭敬 那一份谦卑的心 庄子曾经说 有真人而后有真知 那么也就是说 你对于事实上上的了解 你必须是一个真人 那这个真人的境界呢 是通达无碍的 是尽虚功 骗法界的 对于宇宙天下万路的事情 无一不了解 所以儒家讲圣人 那么庄子这里用真人 来表达这样的一个境界 只有真人 他才能够真正的 了解善恶的道理 而且呢 从这个阴上就来把它制止 没有噪音 当然就不会得果 所以有真人而后有真知 就是教我们 改二向善必须从理上改 你就是抓到我们的那一份道体 我们的那一份纯然至善的良知本性 那因为纯然至善的良知本性 是没有分别 没有对待的 他是至善的 所以他发出来的 这些言行 这些思想 这些动作 都是纯然至善的 但是这样的境界呢 又非常的悬远 非常的高超 所谓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这个呢 又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起的 我们知道现在一般人 的一个现象啊 已经到了无法 无法得定 他们在这个纷扰的时间啊 能够有一时片刻的 这样的静下来啊 那就非常不容易了 那么我们是在讲 那个内心的平静 真正清净无染的 的那一份境界 现代人是非常不容易 因为现代的 的众生 干扰太多了 夹杂太多了 你看我们的社会 这些新闻媒体 每天24小时 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所以各地的讯息啊 我们随时都可以了解 而且所报导的这些讯息啊 都是贪嗔痴爱 都是这些杀到淫妄的事情 那么我们哪有一天可以得到 平静的时候呢 那你说远离世间 逃避在山里面 现在山里面也没有平静 哪有平静的山呢 现在的登山科那么多 每天呢 有人要去爬山 台湾的山 几乎都被爬遍了 即使到山里面 还是有车子可以上去啊 还是有这些 现代的资讯 可以进去啊 你还是没有办法得到清净 甚至你自己也没有办法放下 那所以 现在的整个世界 天灾地变非常多 那人祸呢 更不用讲 像昨天的新闻就在报导 有三十多起的这种地震 在台湾地区发生 那虽然都没有造成任何灾故 可是呢 一天之中就发生了这么多的地震 那这些 这就是一种不平的现象 大地震动 土牛翻身 那这种天灾地变呢 佛经也有告诉我们 人心的造善与不善 所产生的这些天地的灾难 天相呢 用这些 用这些 现象 来警醒 世人 那比如说 他说 人世间的水灾 水灾怎么产生的 水灾就是人的 贪心所产生的 人心过于贪婪 贪欲 贪恋 贪爱 这些呢 就会引发水灾 所以如果说我们这个地区 有太多的水灾 那么这个就 就是这个地区呢 那个贪心呢 太过严重 然后他说 火灾怎么产生的 火灾 就是人心的称慧 我们都愿度 我们都这个愤恨之心呢 充斥在这整个生活 那么我们这个地区呢 如果太多了这种称慧的心呢 就会引发火灾 随时都会有火灾 那这个火灾的定义是非常广的 火山爆发 或者是说 这种 爆炸的现象 或者是说 整个大气的这种 高热 就好像现在 大气层越来越热 温度越来越高 以至于呢 南北极的冰呢 渐渐的融化 预估南北极的冰呢 全部融化之后 它这个冰所融化的水 淹没了这个 我们地球上 沿海地区的城市 那这个现象呢 在电视上的报道 类似像国家地理频道 这样的一个报道 让人非常的触目惊心 那科学家 想尽各种办法 要来阻止 地球的暖化 比如说他们还盖 盖一层布 在格里南的冰上 盖一大层的布 那么看看它呢 是不是可以减少 软化的现象 阻止冰的融化 那结果 看到的这个 实验显示啊 盖上布的冰啊 是可以减少 融化的这种速度 比其他没有盖冰的地方啊 更为减少 而且减少上相当的明显 可是我们要想想 人 充其量也只能够盖一部分而已啊 哪有办法将整个南北极都盖住呢 这个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科学家能够解决的方法 也是有限 其实科学家他们提出来的这些解决之道 其实只是治标的方法 他用布盖起来 减缓冰的融化 可是冰呢 还是融化 数十万年来都不会融化了冰 到现在呢 几十年之间 通通融化 那这是什么道理呢 我们不难说啊 这是末日的景象 末节年的景象 那这样的景象呢 让我们深深的警醒 如果人类 在不知道 隐恶阳善 断恶修善 改恶向善 那么整个天地的这种结束 一定不断的发生 称会引发火灾 这个大气层的变暖 地球的暖化 这是一种称会的现象 你看我们每一个人 每天都有气 这个气呢 可以说呢 随时都会产生 人跟人之间呢 不守理 或者是说 彼此之间口角的发生 或者是说 这个事业的不顺利 家庭 前途 这个儿女 种种的不顺畅 就会引发人的那种 愤怒的心 称恨的心 怨度的心 或者是说 这个 愤世忌俗 这种心 怀才不遇 这种心 那这样的心呢 就引发了这种称会 所以现在每一个人的称会 都太多 那这每一个人的称会呢 这种称会的气 我们说磁场 这样的磁场呢 散步到 我们的生活上空 那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 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子 那所以整个地球就变成是一个大称会的环境 所以你看大气 大气神 怎么可能不会暖化呢 一定是越来越热 旁边人的那个火气 我们都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得到了 那么何况还是全世界的人呢 你看人跟人之间 公司跟公司之间 团体跟团体之间 种族跟种族之间 那国家跟国家之间 彼此都有那种 互相抗争 互相斗 斗墙 斗胜 这样的一个 现象出来 你看现在美国 要从伊拉克撤兵了 那他当初为什么要去打伊拉克呢 也不知道 就是为了一个老大的气势 伊拉克你不听话 好 我美国的派兵打你 结果呢 埋下了这个种族的歧视 种族的这个愤怒 你看伊拉克人 对于美国人 他是不是那种民主的仇恨 是非常深的 所以为什么会发生 这种911恐怖事件的发生 那是因为民主跟民主之间的仇视 所造成的这种抗争的现象 那那个只是局部新的这种反射 如果是全面性的开战 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产生 这个也是可以预期的 我们第三次世界大战 如果产生了 那么就是世界末日到来的那一天 你看连巴基斯坦这种小国家 连北韩这种 三餐都吃不饱的国家 他们都可以发展核子弹 我虽然其实是小国 可是我有核子弹 你美国来 要打可以啊 来打 我核子弹也不会输你 那彼此之间的核子战 不是那种传统的斗争 传统的斗争是你一拳 我一拳这样打来打去 那个爱怎么打就怎么打 打到双方的筋疲力尽 打到双方的你死我亡 顶多是这样子而已 那种枪弹 跟枪弹之间的对打 也仅是局部性的伤亡 那现在不是这样啊 现在核子弹只要一个按钮一按 你有关的人没有关的人通通要死 整个国家要毁灭 整个天下来要毁灭 所以说怎么可能 能够让它发生呢 怎么可以发生核子战争呢 一发生核子战争 我们这个世界就完了 所以美国现在赶快从伊拉克撤兵 这还算是 亡羊补牢啊 但是呢 那个民主仇恨已经种下去了 如果当初 美国的总统 能够呢 把派兵伊拉克 这些武器战争 人力 这些资源啊 通通通用在伊拉克的这种慈善救济 人道关怀上 那么我相信伊拉克对美国 到现在呢 一定是把他敬奉为神明 把他敬奉像父母一样 的拥戴他 不但呢 这个东西双方呢 可以互相的 互相的融合 那么伊拉克人对于美国人啊 也更是相当的尊重 那谁会想到这一点呢 一般的众生 没有从心性上下手 怎么会知道 人跟人之间是平等的呢 我们有一个 很圆满 具足 平等的 这样的一个法性 的佛性的存在 你跟我都一样 那么你跟我都一样 为什么 我可以打你 你可以欺负我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今天他寄付在 不同的肉体身上 不同的这个种族身上 环境 环境上 这个生活条件上 比较差 那你拥有 比较好的生活环境 你就认为你可以 强过他 你可以欺负他 那这样呢 哪有不埋一下 这种仇恨的道理 所以这个恶业 就这样产生了 那美国老大 已经做很久了 他所埋下的 这个仇恨的种子 也不晓得多少 想想这样的一个 民主的仇视 不晓得到哪一事 才能够复复 如果没有出现一个 像耶稣基督 这样的一个教主 为天下人 来流出他的宝血 为天下人 被钉上十字架 那么如何能够 抚平 这种怨怒之气呢 称慧之气呢 所以大地 会越来越热 几乎是不可挽救的现象 那么科学家 用了治标的方法 那么我们这些 学做圣贤的人物 有没有根本的 方法来治疗 我们所谓治本之道是什么 我们所谓治本之道是什么 治本之道就是 今天我们在讲的 改二向善 我们说道治宗旨 如果我们把道治宗旨 这样的理念 不断的向全世界去推养 不断的在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社会人心 来去讲述它 去推广它 帮助人们怎么落实道治宗旨 那么我相信 整个世界和平 是指日可待的 民族之间的仇视推力 也是可以化解的 人心的愤恨不平 也是可以消弭的 只有先从改二向善做起 依循道之宗旨的理念来做 那么我们这个社会 才会真正有 这种平定的曙光 这个大气层不再这么暖化 南北极的兵也不会再的话 只有每一个人 回头诸恶莫作 每一个人勉励众善奉行 那这样呢 才有可能来挽救 这个世界的末日 这个是讲到 称慧的这个恶业 所引发的果报 那还有很多 比如说这个鱼翅 鱼翅会引发的风灾 风灾呢形成了 种种的破坏的现象 这个是人的鱼翅 所供业形成的 那么 我们要知道 人啊 非常的坚固执着 非常的刚强 难化 那这种坚固执着呢 会把假的当作是真的 似似而非的东西呢 认为是真理 然后会一直执着 这种似似而非的这种理论 结果呢一直走下去 结果呢是愚痴的 他不晓得转迷为物啊 转世成智的道理 不晓得转迷成智 这样的一个作为 以至于说啊 累劫累世都执着在 他的这个八四田中的 这种观念意识 这样扭转不过来 所以就一直在 这个六道轮回里面打管 那么人的愚痴呢 可以说啊 非常的明显 在社会上我们看到了 比如说一窝蜂的文化 一窝蜂的文化呢 就是就是形成 这种愚痴的现象 就可以看出众生啊 他没有这个智慧 然后跟着流行 比如说宗教的狂热 现在呢 每一年的三月 农历的三月 中部这个地方 就有所谓的封马祖的 的这种宗教活动 那么这个马祖的寻找啊 它本来是一个单纯的宗教活动 这个执行以来啊 都是很和平很理性的 但是现在变成一种节日 被这个媒体啊 传播这样的一个渲染之后啊 结果呢 马祖的这个寻找活动啊 变成一种宗教的狂热 每一个人呢 都想来参与一脚 大家都想来凑热闹 那结果呢 臭热闹的结果 人就越来越多 人越来越多 也没有依照 马祖那种慈悲的心 来安静的来做这种 宗教的巡视 彼此之间为了这种人潮 所带来的商机啊 大家在那里勾心斗角 甚至呢 台教的人 跟台教的人之间 就互相发生斗殴 不同的团体 跟不同的团体 为了个人的利益 而产生争斗的现象 现在每一年啊 几乎都有发生 这个就是属于一种 愚痴的现象 为什么 连宗教的活动 都会变成这样的一个 疯狂的行为呢 仔细的想想 其实这个就是因为 人没有觉悟的关系 人没有觉悉到 那一份慈悲 是发自我们的良知本性 那一份的这个安定 亲近 是我们本性具足的 我们是纯然自善所发的 那么自善所发的 怎么可能会有抗争 怎么会有对立呢 怎么会有这种坚固的执着呢 这个都没有 有抗争 有对立 有这些执着 都是我们的秉性 我们的习性所发 我们的习性呢 因为迷而不觉 染而不进 所以造成这些种种 世间人啊 愚蠢的现象 那这些只是 就是社会上的一脚 还有太多太多的现象 都形成 一种愚痴的这种行为啊 比如说一窝蜂还有六合彩 迁赌的这种事情 这个都是一窝蜂 想要一气自负的人太多 那么这样的人一多啊 大家都想一步登天啊 所以现在财神庙呢 越来越多了 香火越来越旺 那这个就是始祖的迷信啊 如果你去拜财神 那财神保佑你 你这次中了这个投财 中了乐透财 那么这个财神就很灵验啊 但是我们要知道 财神灵验不是灵验你一个人啊 他应该是每一个人都灵验才对啊 那个才是真正的灵啊 如果只有针对你一个人 那这个财神不公平 这个财神一点也不灵验 为什么呢 因为你跟他之间 可能有种某种利益关系的交换 譬如说你可能会发言说 我如果中了一千万 五百万拿来捐献给庙 拿来盖金森 拿来做善事 你跟神明利益交换两个人平分啊 但是要告诉你 你能够得到这笔钱 其实也是你的福报 你命中的福报啊 那个不是财神给你的 是你命中福报给你的 命中自己有的 你不是求财神你也会得到 那么再想想 如果财神是这样的神啊 那财神跟我们世间的贪官污吏 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我利益分配嘛 你给我多少我就帮助你多少 这不是贪官污吏吗 那么我们世间的人 我们的善人 君子 圣贤人 一般的老百姓都不屑贪官污吏了 那么何况还做神的人呢 他既然做了神呢 他竟然有一定有他的一定的智慧 跟那种公平性嘛 所谓这个正直为神啊 平等做佛 那么神一定都是正直的 正就是公正公平 职就是职心的 他的心呢是光明的 能够做神的人 他一定是正直光明的 所以他绝对不会接受你的利益交换 那现在的人去拜财神 认为财神有保佑 所以财神庙特别的兴旺 这个真是迷信 为什么迷信呢 因为了愚痴 因为迷了嘛 迷就没有办法误啊 所以呢就是愚痴啊 愚痴的现象就会造成风灾 风灾不断 那么我们知道 台湾的风灾也不少 每年的台风 每年都有不同的灾难 哦 那这个西洋那边有所谓的飓风 有所谓的龙卷风 甚至呢 有这个 这个微暴气旋 哦 坐背机的时候特别明显 哦 因为这个 微暴气旋所产生的灾难也不少 这个都是风灾隐称的 那风灾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啊 就是现 现代人心 一窝蜂 啊 啊 透过这个悟的道理 那想要来解决整个世界的局势 老实讲 这个就是圆木求鱼 哦 舍近求远的方式 如果真正的了解的人 我们必须落实道之宗旨 落实这种改二向上的道理 让每一个人 他能够回归正道 回归到人 他本来应该有的定位 那我们接下来会讲到 这个五轮八德的道理 人的定位就是这种五轮八德的道理 三纲五常的道理 哦 每一个人的人心 能够改二向善 能够断二修善 能够引二扬善 对于善的道理 我们要不断的去 去弘扬他 只要一个人有一点点的善 我们就要不断的去 颤扬他 哦 去称恕他 那么这个人呢 有十个二 有一个善 那你这个十个二通通要给人家隐瞒起来 哦 通通不要去讲他 也不要去宣扬他 那这样呢 整个整个社会的这种现象啊 才是一种 这种清静祥和的状态 哦 这个人呢 造了十件善事 其中呢 造了一件恶事 结果呢 十件善事 没有人去跟他讲 这个一件恶事啊 大家不断的去宣扬 不断的去指责他 你看我们现在的 政治不就是这样子嘛 哦 这个政治人物 只要在他的言行上有一点点的瑕疵啊 他就称为 重目之之死啊 哦 大家攻击的目标啊 使目所指 使指所示 那对一个修行人来讲 这会场不是一件好事啊 但是一般人呢 他没有这种智慧 他不晓得说 大家攻击他 在指责他的时候 他应该反攻自行 他应该更谦卑的接受 那所以一般人不知道啊 好 一般人认为说好 我持件善事你都不给我讲 你专给我讲这一件恶事 你给我记住 这个你给我记住就 就毁了啊 就完蛋了 因果的这种报应就要来的 好 下一次你有机会 你不要被我逮到 我马上给报给你看 好 你看这个报 报应的这种果报 报来报去啊 是非常可怕 一件比一件严重啊 这个是 迷雾 迷雾不同 众生迷而不悟 所造成的余事的现象 这个大环境是风灾啊 可是呢 是人 人心愚痴的现象 哦 大家如果能够懂得 改恶向善的道理 把自己的这种观念 把自己的这种想法 把自己的这种言行 把它改恶向善 让它尽量趋向于善的 哦 远离二的 那么这个世间 自然的 就没有这些天灾地变的产生 你看地震 台湾地震也那么多 地震是什么 地震就是因为人心不平啊 人不断的认为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啊 哦 所以要这个走上街头 要去这个 围攻立法院 围攻总统府 这个都是一种 抗争所造成的这种不平 这种不平呢 就引发整个大磁场 天地的灾难就是地震 所以地震越多的国家 表示这个地方呢 不平的现象越多 所以你看台湾是不是这样子 果然是这样子 你看台风一来 台风还夹带这个好雨 哦 我们这个地方虽然没有火山爆发 所以 没有火山爆发 可是呢 这个市区之中 我们的生活住家里面 发生火灾的也不少 那么台风夹带这个好雨 这个风雨成灾啊 这个同时就是贪心跟 跟这个痴心 跟愚痴所造成的 然后加上地震不断 又是抗争所造成的 这个都是人心所引发的 那么台湾的人都要政府负责 政府哪有办法负责这种事情呢 哦 每一次抗争的对象都是找政府 可是政府的钱 也是台湾 的人民 自己缴税来的 政府的这些官员 也是我们自己投票选出来的 那么政府如果做坏了 那个也是台湾人民自己 自作自受的结果 所以这一切想起来 都是一种因果的现象 一种善恶业的这种造成 所以我们才讲说 改恶向善一定要从理上改 不能够仅止于事向改 真正改恶向善的这种模范 言悔 不恶过就是模范 指路呢 文过则喜 大语呢 文善言则拜 这些圣贤人物啊 他们才是真正改恶向善的这种典范 你看这个不恶过 同样的过错不会再犯第二次 这个在佛家来讲 是真正的做到忏悔 忏悔 我们念了那么多忏悔文 在佛前有这么多科手 像佛前礼拜 结果呢 你所忏悔的东西啊 忏悔的事项啊 离开佛堂之后继续再犯 那你这个忏悔怎么会有用呢 那我仙佛菩萨怎么会感应呢 再说冤亲在主 怎么会原谅你呢 因为你的忏悔根本就是表面功夫嘛 你没有真正的做到这个不恶过哦 所以真正的忏悔是永不再犯啊 那个不恶过才是你真正要忏悔的实践啊 我今天做了这个善 我们说啊 每一个人都有犯过的时候啊 犯过没关系啊 但是呢你犯过错之后你就不要再犯了 这件事情永远不要再犯了 真正的改过真正的忏悔 也只有真正的这样的忏悔 才叫做从理上改二向三 从事上向改好这件事情我就不再做了 但是你理没有改 你认为说这个事情我只是不再做 可是呢你的那个心 认为说做了这个也没有 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 或者是说也不会有什么因果报应 你心里面那个道理你不懂 不明啊 对这个事情的这种智慧末节在讲功夫 那个不是究竟之处 所以真正改要从 要从这个理上改 理上改过来了 我们才会有得到真 真明的这种智慧 所以庄子讲 真人而后有真知啊 这个真是很贴切的话 真人是已经通达的人 已经这个觉悟的人 那已经通达觉悟的人 对于过错是不会再犯 何况又是犯过的过错 所以言悔是真人 指路是真人 大禹是真人 这些人呢 听到自己的过错 非常高兴 别人能够告诉我 然后呢 从今以后我就不会再犯 所以他们成就为圣贤人物 这个是我们要学习 我们要效法 所以改二向善呢 是从这里改 那么我们要今天了解到整个社会 整个世界的动乱的根源 通通发出于我们这个心 整个天地灾变的产生 也通通是我们这个心 所造成的 心想异固 造业意义 这个是我们上次 讲到佛经的这个经文理论 就已经提到 在佛经里面 有一本经 就是十善业道经 这本经呢 因为靖宗学会常常在提倡 所以相信呢 我们可能都了解 那他里面有一段对话 是讲得非常好 真正是告诉我们 改二向善的原理原则 他说啊 龍王当之 菩萨有一法 能断一切诸二道口 何等为一 为余 昼夜常念思维 观察善法 令诸善法念念增长 不容豪分不善兼杂 至极能令诸二涌断 善法圆满 这段经文呢 是释迦牟尼佛 在龙宫对龙王所讲的 所以龙王 是这个 是这个 听众 龙王是代表我们这个听法的众生 来接受佛陀的教诲 海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在龙宫呢 为什么选择龙王呢 因为龙宫在大海之中 大海代表这个苦海 好 预云众生啊 都在这个 人生的苦海之中啊 那么苦海的代表就是龙王 即使就是代表所有的一切众生 龍又是會變化的一個眾生 這代表我們的心變化無常 那麼他就跟龍王講 他說菩薩有一法 能斷一切諸惡道苦 菩薩就是說這些佛菩薩 他教導眾生 能夠真正的改惡向善 有一個方法 而且這個方法能夠斷一切諸惡道的苦 一切諸惡道苦 這個惡道苦 我們通常講三惡道 畜生 惡鬼 還有地獄 這個是諸惡道苦 可是如果說 從佛的定義來講 這個諸惡道苦 事實上這個死法界是諸惡道苦 你看我們六道輪迴 在阿羅漢的眼中是苦 因為阿羅漢已經跳出六道輪迴了 阿羅漢是小聖的這個聖人啊 他跳出六道輪迴之後 再回過頭來看這個六道輪迴啊 哎呀 發現到天道也好 人道也好 阿修羅道也好 這些所謂的三善道其實都是苦 你看我們人類苦不苦 人類也是苦 天道苦不苦 天道雖然都可以享樂 可是他們享樂了畢竟有極限 他們也會擔心極限道來的那種苦 所以天道也不究竟 所以整個六道輪迴都是諸惡道 可是呢 如果從佛的眼光看呢 這個四聖法界 所謂菩薩 這個佛 這個佛是 分正位的佛 就是還沒有圓滿的佛 佛法界 菩薩法界 還有呢 元爵法界 還有這個阿羅漢法界 這個呢 都是屬於叫做四聖界 四聖界跟這個六道 這樣加起來就叫四法界 佛看這個四聖道啊 還是苦 雖然他們已經超越六道輪迴了 可是在佛的眼中呢 他還是苦難的眾生啊 因為他還有無明生相沒有破 他還有煩惱妄想 還沒有完全根除 所以他們就會受到 自己夜洗所苦 所以只有等到真正的達到圓滿 才能夠真正的了脫 這個世間一切苦 那他這裡講 菩薩能斷一切諸惡道苦 有一法 幫助眾生呢 能夠斷掉諸惡道苦 那說何等為一呢 什麼叫一呢 他就是有一法的 有一個法這個一啊 到底是什麼法 他說 昼夜常念思維觀察善法 這個就是他的重點 他講話中重點的重點 昼夜就是二十四小時 我們講二六時鐘 二六時鐘都在這個常念 常念就是常常住不斷的 念頭相續的這樣的一個思維 這樣的一個那個意念 意念什麼 意念這個善法 思維就是不斷去想 想怎麼把它做好 想這個善法的好處 想這個善對於眾生的幫助 這個是思維 觀察 觀察善法 就是世間上的各種的 這種善言善行 善心善事 我們都要好好的去觀察 然後呢 見嫌思綺 見不嫌來內自行 所以呢 這個一呢 就是常念思維觀察善法 只要這個法 只要這個法 對我的親近心 對我的平等心 對我的覺悟心 有幫助 那麼我就應該來學習 我應該來思維 來觀察它 讓自己也能夠具足這樣的善法 有了這樣的善法 自己床處於在這種親近平等的狀態 這個是菩薩的一法 他說 令諸善法 念念增長 不容毫分不善兼兼兼 就是說看到你 看到這樣的一個善法 聽到這樣的善法 接觸到這樣的善法 你要讓它呢 念念增長 讓這種善法 這個在你的這個八四田中 念念增長 讓這個善法 能夠呢 掩蓋住惡法 讓這個惡的這個果 都不會產生 讓善的果不斷的產生 那麼這個世間呢 如果說都是充滿了這個善的 這樣的一個 言行 這樣的一個行動的話 那是不是整個世間 都是充滿在善的環境之中 所以呢 一個修學人 就應該讓這種善法 念念增長 不容毫分不善夾兼 不可以有間斷 有絲毫的這個不善 雖然夾雜在其中 你看這個善法 這個不間斷二六時鐘 都存在這個善法裡面 那是不是就是 止於至善的境界了呢 止於至善就是 都沒有沒有對待沒有分別 沒有妄想沒有執著 那這種境界不就是佛的境界嗎 不就是聖人的境界嗎 所以他教我們 看到這個善法 讓他死死存在 我們的這種 我們的這個意念當中 我們的言行當中 我們的生活當中 讓他的善法 實實這樣擴充起來 是極能令諸惡永斷 善法圓滿 所以這個方法呢 就是可以幫助你 將這些惡根惡禧 這些累結累世所不斷造成的 這些惡的種子 讓他永遠斷除 永遠斷除呢 善法圓滿 善法圓滿 人的境界就會慢慢往上提升 慢慢往上提升之後呢 所以就 終究能夠達到 佛圓滿的境界 他說諸惡永斷 諸惡永斷呢 其實就是那個惡的這種果 統統不會再產生 你產生的都是善的因緣 善的果報 那麼你就不會有 各種世間的苦 你不會苦 然後你又 不斷地去存善 行善 念善 那麼這個善的因緣 就不斷地這樣增長起來 這個是 佛陀告訴龍王 不容毫分不善夾雜 那麼我們知道 這一部經裡面 佛陀講的不善夾雜 事實上這個不善 太多太多了 在我們的眾生來講 有太多太多的這個不善 夾雜在其中 甚至呢 他可能變成了主人 這個不善是主人 這個善是偶爾的配角而已 那他把這個不善 那他把這個不善 分成這個生與意 三種惡業 譬如說這個生呢 做殺到營 這些事情 這個是要斷除的 不能夠讓他夾雜 口呢 有這個望雨 兩舌 二口 其語 你看這個殺到營 這種 在我們的社會 是不是 不斷的在發生 每一天都有人 發生了 自殺 情殺 或者是說 仇殺 或者是說 財殺 太多了 到 你看 這個搶劫 詐騙集團 或者是說 小偷 這個在我們的社會 是不是很多呢 營就是情慾的關係 男女之間 這個 性氾濫 原交事件 不斷的在衝刺 昨天還有一個新聞 一個女性的網友 為了去原交 那意思呢 這個他也心生歹念 希望呢 能夠 增加他的 交易的這種 錢財 結果對方呢 一怒之下呢 就把他給 殺死了 這個女 女性的網友 本來要去原交賺錢 結果去到 對方的地方呢 卻是 一命 嗚呼 愛哉啊 你看這種 情慾的泛濫 在我們的社會上 已經深入到 這種小朋友的心智裡面 小朋友看人 看這些大人都是這樣做 所以 他們長大之後 他們也是很自然這樣做 你看那個國中生 在馬路上 一對小情侶在那裡 摟摟抱抱 輕輕穩穩 連記者 給他360度這樣拍攝 他都不穩不穩 不去理會 也不知道羞恥 這個是 這是 在我們台灣的社會 已經是 可以說是 非常泛濫的現象 那麼 因為我們的台灣明星 還沒有辦法 接受這樣的開放的事實 所以覺得這是一個 怪現象 高雄四孕 有這個 巴西的女選手 在高雄的西子灣 這個全身脫光 在那裡曬太陽 做日光浴 在巴西認為是正常的 可是來到台灣 台灣人一看 哇這個不得了 趕快去通報警察 結果警察自己說 我也是很想看啊 可是礙於這個國法 必須去制止他 你看 連執法人員都 都會有這種 淫念的這種念頭 那麼我們 可想而知 整個社會人心呢 都已經 到了殺到癮 一種非常嚴重的這種 這種 這種現象 所以身犯殺到癮 這個是極端的惡罪 佛陀說這個是 這個我們的 善惡業裡面啊 很嚴重的事情 那口業呢 口業更不用講 他這裡分 妄語兩舌 惡口其語 口業因為 殺人不用流血 殺人不用刀 所以呢 會認為說 口業也沒有犯什麼大過 其實口業比 這個殺到癮所犯的過 可能還要大 你看妄語 妄語就是隨便講話 欺騙別人 為了做生意 他跟你說他們的產品有多好多好 不喜呢 用欺騙的手段 來叫你買他們的產品 不喜用各種促銷的手法 只要你把錢繳出來 其他一概不管 合理的欺騙呢 讓這個消費者 步步上溝 結果被騙 那被騙了 也不知道如何去訴說 因為他講的是合理 合情合理合法 可是自己付了錢之後 才知道說自己被騙 這個現象在我們 我們的社會 太多這種例子 那只能夠說 我們自己要小心 這種妄語的現象 在我們的人情裡面 有很多這種 這種結果 造成人心的混亂不甘 這一次被騙 對於這個公司 就產生了一種 忌恨的心 甚至對於他們的人員 也產生這種 憤怒不平的心 這不是仲下因果嗎 兩舌 兩舌就是挑撥是非 在這裡說你很好 在別人面前說他 當然不好 到處去搬弄是非 講別人的怎麼樣 只要你一講到別人的事情 這個就到兩舌了 我們講到影惡揚善了 我們應該多多講好事情 不要講人家的隱私了 人家的隱私是人家的事情 你管那麼多幹什麼 你一定要去跟別人講 那隻嘴巴就是受不了 一定要去講 這造成兩舌的因果 那二口呢 二口就是粗言二語相向 對了沒有禮貌 講話呢都是這樣 非常的粗糙的這種言語 形成呢 彼此的對立更加嚴重 那其語呢 就是講一些好聽的話 可是呢內心不夠真誠 講一些表面功夫的話 結果呢自己根本做不到 自己根本不去例行 這個都是其語 那其語也包括我們講師所講的話 你自己講的天花亂醉 可是呢自己不去例行 所以我現在都講 我現在講課啊 自己講給自己聽啊 我不是講給這個 觀眾朋友聽啊 我講給自己聽 你們愛聽是你們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反省 所以每講一次我就反省一次 所以講道 透過講道來反省自己 這個是羽葉 還有異葉 異葉就是貪嗔痴 貪嗔痴就是我們說的三毒 我們說整 剛才說整個世界的這個天災地變 人的照貪嗔痴所產生的 那麼這個貪嗔痴呢 它不只是影響整個世間的環境喔 它會影響你的思維 影響你的肉體 我們昨天講到相好 你的相 是不是圓滿 是不是端莊 是不是慈祥 都是看你照 貪嗔痴的多寡 完全沒有貪嗔痴 當然相貌圓滿 像觀聖帝君一樣 臥殘眉八字 單鳳目雙筋 五龍須百尾 這樣的一個面相 是非常的端莊圓滿 那我們現在人 沒有觀聖帝君那種純心 當然面相就 就差很多 這個身體也差很多 身體的這種各種病症 也是貪嗔痴所引起的 貪嗔痴叫做三毒 外在的這些七情五欲 加上內心的這種三毒 這樣合起來 那人哪有不病的道理 這個病怎麼會好呢 那所以治病 最重要的一個原理原則 不是靠外面的醫藥 不是靠醫生啊 而是靠自己內在 放下妄想分別之所 放下貪嗔痴慢 放下五一六成的享受 讓自己達到那種 真誠親近平等 那種自然的狀態 回歸自然 回歸自然就是我們所說的 這種 內外一主的現象 也就是說達到向好 達到智慧 達到德能 一切都是圓滿的狀態 回歸自然的生活 自然的生活是什麼 沒有對待 沒有分別沒有直所 沒有抗爭沒有這些邪行 這個就是自然的生活 所以生與義所造的這些 這些不善業 我們都不能夠夾掌 都必須永遠斷除 那所以這個功夫呢 是要一點一點下 累積累積的下 我們的心 激起了這麼久 哪有把一下子把這種 他稱吃 這種生與義的液通通斷除呢 沒有沒有沒關係 透過民事的教導 透過我們自己的修學 透過我們自己的這種 努力用功啊 在這一世呢 我們都要好好的把它把它斷除 當然斷除這個方法 有很多 現在世間的派別很多 我們必須強調 只有依止民事的教法 才能夠 幫助我們超越生死大海 要超越這個生死的大海 我們現在已經沒有能力自己自力救濟 只有依靠民事 我們才有辦法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到至終至 講到 講明五輪八德 這一句經文 講到五輪八德 我們就 不難聯想到 現今的社會 不知道什麼叫五輪八德 那麼年輕人呢 對於這樣的一個傳承 早早就自知度外 更甚且 我們的教育制度 對於五輪八德的教育 那可以說是 為乎其為 那麼家庭 父母 對於這種五輪八德的 這種教化 把它推給學校的老師 可是在老師 在學校 也不叫這個 我們整個教育的方針 從來沒有在跟上 落實 扎根了 那所以 使得現在的 民間團體 有志之士 對於這種 五輪八德 三綱五常的堆重 慢慢的 重視起來 現在 現在的人心 也可以說是 敗壞到極點 天下亂 國家亂 社會亂 亂的根源 不在於 不在於 兵荒馬亂 而在於 人性的問亂 鋼場的脫緒 那麼在我們生活之中 在人跟人的互動之中 最重要的 就是倫理道德的流行 如果一個人 他沒有倫理道德來做根基 沒有倫理道德來做一個 人類社會的一種崗位的話 那麼我們可以想像 人類的社會 會問亂到什麼程度 那現在的社會 就有一點像這樣子 所以我們很擔心 現在宗教界所在講的世界末日 所謂的末法時期 末節年的到來 幾乎可以確定 那是一定會來的 但是呢 什麼時候來呢 會不會有 什麼樣的變動呢 這個呢 掌握在人性的變化 人類社會如果繼續 在這樣的問亂下去 在這樣的脫緒下去 人人為了各自的利益 勾心鬥角 欺騙拐詐 不尊師不仲道 不孝父母 不尊重賢掌 那麼這個問 那麼這個問亂的社會啊 那麼這個末節年啊 末世界末日啊 那很快就會到來 但是反觀呢 如果人人 能夠開始 能夠開始 重視孝道 敬老尊賢 這個尊師重道 開始推動這個五輪巴塔的落實 就是 鋼廠倫理的教化 那麼 那麼世界末日雖然 會有到來的一天啊 但是呢 它可以無限期的延長 在佛經的觀念裡面 喔 這個 無限節 一節可以化為淫念 淫念呢 可以化為一節 關鍵 在於人心的迷霧 人心迷了 那麼 一節這麼長的時間啊 它就是在淫念之間而已 人心悟了呢 那麼一念這麼短的時間啊 就可以拉長成一節 甚至多節的樣子的時間 所以世界末日 端看 人心的變化 那我們看到現在 整個世界啊 都籠罩在 喔 氣候 變熱 氣溫升高 南北極的冰 喔 這些冰殼 在這些 科學家的 這種關注之下 一一被披露出來 融化速度是非常的快 那麼當這些 這些 冰河 冰山 通通融化之後呢 整個世界已經沒有冰了 那沒有冰的世界 就成了一個水世界 我們都要生活在水的世界裡面 那人哪有辦法生活在水的世界裡面呢 那所以 那所以 終究人 會走向毀滅一途 那這個毀滅 是 上帝給我們的嗎 是自然給我們的嗎 反思起來 好像又不是這樣子 我們 之前 曾經講過 整個大環境的衣報啊 都是隨著我們的心念在轉動 所謂向游行轉 喔 近游行轉 那麼我們 眼睛所 手機 身體耳朵 所能夠聽到看到的 都叫做 衣報 那這個大環境呢 是決定在心的變化 心念一轉 那麼整個環境呢 就可以變成天堂 就可以變成地獄 那麼人性如果繼續在這個 迷媚當中啊 繼續 在這樣 殺到淫 這樣貪稱吃得 墮落下去啊 那麼當然 整個世界 就變成地獄的景象 所以今天講到 我倫巴德 實在是 現代的社會 現代的世界 最重要的一體良方啊 所以現在的先佛 教化眾生 通通在講無倫巴德 通通在推行三綱五常 至於 那些苦空無我 那些清談無偽的道理啊 已經盡量 避免去探其道 因為現在眾生的根性 不是那個 不是那種根性 那種 眾生的根性呢 他沒有辦法提 去探其道那種苦空無我 那種無偽這樣的一個高原的意境 那是對於立根性的人 所談的一個修法 那現在的眾生啊 剛搶難化 所以呢 必須要用最基本的道理 讓他們從最基本的道理做手 做起啊 讓他們呢 在這個世間的這種 人輪上啊 好好的下功夫 那麼他們 自然呢 就能夠 達到這種 回天的這個條件 所以無倫巴德 正好是 醫治世間 疾病的良藥 中華民主 那自從 有中華民主 這個 這個名稱以來啊 你看 中國人 這個中啊 從以前 就自稱 中國人就自稱是中國人 就稱為 中原的民主 那麼他們為什麼會有這個中這個觀念呢 是因為 這個這樣的一個民主啊 他不偏不倚 依循的這種 天心而流露 也就是說 他們是 上天 派他們來治理這個事件的 所以要依循眾道而走 所以中國人講 時鐘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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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偏寫 沒有污染 這樣的一個中道的觀念 形成了一個中國文化最主要的這個基礎 那麼 中華民主 那麼中華民主 到現在為止 被稱為世界最文明的古國 以前 以前講四大文明古國 這個四大文明古國 通通通通已經消失了 通通已經消失了 但是其中的中華民主 這個文明呢 卻還依舊存在 那這個造成了 很多專家學者 有不同的論述 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呢 最主要的觀念 無過於 倫理道德的傳承 我們 中華民主 自古就有聖人的教化 所以在佛法還沒有傳到 中原之前 還沒有傳到這個中土之前 我們就有聖人在教化 那麼中國人 把聖人 把人最高的境界 稱為聖 那印度人呢 把最高的境界稱為佛 聖跟佛 是同一個道理 聖跟佛 都是 對於宇宙人生 的這種 事理啊 明白透徹的人 所以我們今天說 要講明 五輪八德 一定要講明 講就是 教化 好 明呢 就是你要抓住根本 你要懂得根本 那麼從根本 從根本處啊 來著手 來推動 來教化 那五輪八德 才有落實的機會 才有呢 被揮紅的空間 所以講明這個動作呢 是非常重要 現在這個社會呢 就是因為 大家不講明 事實上呢 也沒有辦法有人講明 真正的真心下功夫 真修實練的人 在現今的社會 事實上 不多 跟整個 眾生的 這種人數來比啊 那比例啊 相當懸殊 那如果不是有這些 有心的宗教人士 在潛移默化 在默默的推動的話 中華文化 這個五輪八德 三綱五常 可能也早就要 滅亡了 當這個根本滅亡之後啊 中華民主這個國家 也會隨之滅亡 那所以 這個 埃及 巴比倫 還有這個 印度 這些民族呢 他們都已經滅國了 現在雖然還有這個名稱 可是已經不是 他們原來的文化 那中華文化呢 不一樣 他自始至終呢 都是一個傳承 哦 你看我們從 說姚順羽燈文武周公 孔子孟子 一直傳承下來 那中國歷代的皇帝 從漢朝以後 就開始推動 儒家的教化 聖人的教化 透過聖人的教化 把人應該做的這個本分 應該遵守的這種規範啊 把它做出來 把它實踐出來 把它實踐出來 然後呢 把它教化給人民 所以呢 中華文化歷久不衰 這個文化體系啊 它的主軸 就是在 五輪八德 就是在三綱五常 那麼我們統稱了 倫理道德 那倫跟德 又是不同的德目 倫 倫就是 類的意思 五輪就是五類 五種類別的 這樣的一個地位關係 親疏關係 所以人跟人之間啊 在儒家的說法 它有這五種類別的 這種關係不一樣 那麼這個五種關係啊 相互依存 也有一種相生相克的道理 那麼在這樣的相互依存的 這種大環境之下 構造了整個人類的社會 那這個人類社會呢 能夠運行不暢 運行順暢 然後呢 能夠生生不喜 那這個就是 這五種類別的人啊 都是處在一種和的狀態 那五種類別的人呢 要怎麼樣可以處在這種和的狀態呢 那必須要用八德來做基礎 八德是八種德目 這個我們接下來也會講到 那這八種德目呢 把人啊 在每一個關係上 每一種類別上啊 通通依附到他的價值之中 所以每一個人 有特別的這個價值啊 朗現在他的地位裡面 那這樣的一個價值啊 形成天生我才必有用 天生我這個人 他一定有用到你的地方 其實不只是說人 你看萬物也是一樣 天地之中呢 絕對不會無緣無故創造一個 沒有意義的生物出來 沒有作用的生物出來 那麼一定有他很微妙的 這樣的一個關係在裡面 那我們說 微理細節 這個是我們在修道上 可以慢慢來探討的 那我們講到特別是人的關係 人是萬物之靈 是整個社會的一個主角 也是天地之中啊 代表天地來治理世間 的一個角色 所以人 如果能夠在五種關係裡面 把這種八德 八種德性啊 通通通落實 通通呢讓他 運作長轉 那麼人類的社會呢 就可以長治久安 就可以世代綿延 那所以中華民主 因為有這個 道德倫理的關係啊 一直到現在 都還是處在於一種 生生不息的狀態 所以中華民主 是一個 非常強盛的民主 非常有韌性的民主 也是一個非常 愛和平的民主 這個是自古以來 聖人的教化 所形成的 這樣的一個大環境 那我們這個中華民主的人 也是 是 以這個 五種關係 八種德性做基礎 每一個人呢 各盡本分 相親相愛 這個大公無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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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一個 安和熱力的社會 那所以說這個 五種關係跟八種德性 道德的這種培養 所以這五種倫理關係 跟八種道德的這種培養 形成了這個社會安和 世界大統 的一個 基本理念 那中國人 號稱有五千年的歷史 那麼從皇帝那個時候 算起到現在 將近五千年 那可是呢 中國文化 到了民國初年 因為受到 這個歐風美雨的洗禮 事實上是受到 歐美這種船間炮利 的打擊之下 所以 現代的 民國初年之後的 現代人 對於歐美 形成一種 這個盲目的崇拜 那麼 很多人 都希望呢 能夠喝過 羊墨水 喝過羊墨水之後的人 回到中國 就是高人一等 不可同日而已 從民國初年一直到現在 都是這樣的觀念 那所以 今天要講五輪八德 必須呢 要在民間 真正有志之士 真正的修行人士 要來推動 要來落實 不能靠學校 不能靠政府 必須呢 修行人 真正做出來 給社會大眾 一個影響的力量 那因為 那因為現在的社會 基本上都已經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說法 所以呢 推動起來呢 有感 被決艱辛 你看 你看民國初年 廢除文言文 打倒孔家殿 那麼文言文 是我們跟古人 溝通 互動的一個橋梁 對 但是現在 學生看不懂古文 必須把它翻譯成白話文 這個是我們自覺 根源的一個 不當措施 我們不要說 這個很早的文言文 就連這種三字經 地址規這樣的文章 一般人 你要把它說清楚 就不容易 那何況整個文字 都是透過文言文 所以中國呢 當時文字統一 對於後代的影響 是非常的深遠 中國因為只有一種文字 而且呢 創造這種文言文 作為這種流傳後世的 的這種橋梁 這種工具 以至於中國的文化 從來都沒有斷過 即使你這個朝代已經 滅亡了 可是呢 這個文字 這些典籍制度 這個文化都還在 所以我們還是可以傳承 前朝的精神 繼續的將這個文化 將聖人的教化 來綿延下去 這個是文言文的好處 那現在呢 文言文 在 學校的教育 已經是 很少在推動了 要看文言文更是不容易 那所以必須 要自力更生啊 有心人士啊 要自己 下苦功夫啊 來研讀 然後呢 民國初年還做了一個動作 那就是呢 打倒孔家殿 把這個現狀書啊 丟入這個毛坑裡面 那打倒孔家殿 孔子是中國 聖人的 極大成 文化的極大成 那麼中國 受夠這個孔子的教化 影響非常的深遠 中國的辱士啊 辱生 讀書人 一直都是受著 孔子的思想 自從漢朝 懂仲書 讀尊辱術 罷錯百家的這種建議之後啊 漢武帝呢 也非常的 雷厲風行 把這個儒家的制度呢 推行到民間的教育 形成中國文化 一個主要的 一個流派 也是一個主要的思想 也是中國人 都以立身處事的根本 那現在呢 孔家殿被打倒了 現在人不再 讀這個四書五經 那四書五經不讀了 當然五輪八德 也就沒有人在教了 所以中國文化呢 自從民國初年這個制度之後 形成一個很大的灼傷 那在台灣 因為自始至終 都是這種 中國文化的影響 所以在台灣呢 的發展呢 還算是保有原來的面貌 我們用繁體字 我們呢 沒有打倒孔家電 但是呢 在大陸呢 就受到更嚴重的灼傷 這個我們就 不必去談 那麼我們談到台灣的現象 雖然說 文言文 這個繁體字 都還保留在 但是呢 歐風美雨的犀利 比大陸更加開放 事實上比這個 大陸人民呢 受到這種歐美的侵襲 更加嚴重 對於根本的侵蚀 也是更加嚴重 所以台灣的人心呢 有可能比大陸人心 還要惡劣 因為自由民主 開放改革 所以呢 人呢 都以為呢 自由 就可以 胡作非為 就可以呢 為所欲為 只要我喜歡 也形成這樣 所以在台灣呢 形成一個極端的分野 如果 有心人士 在於五輪八德上 在好好的推動 好好的例行的 跟現在時下的一般的 年輕人 這個來比啊 兩種類別 一看就知道 有很大的區別 那我們 非常慶幸 我們自己呢 還能夠有道可以修 還能夠 還能夠接觸道場 接觸這些善知識 接觸這個聖人的教化 所以我們在這個文化的傳承上 我們有一份使命 我們有一份那個 心善的意志 那我們也希望 聖人的教化 能夠呢 落實在 社會人心之中啊 但是呢 跟整個社會 台灣社會人心的這種污染 來比啊 這種善知識的力量 可以說 為乎其為 我們說 以前說家庭的教育 學校的教育 社會的教育 還有 自然的教育 還有一個就是宗教的教育 那麼在這些教育之中啊 我們現在的 台灣社會啊 已經是漸漸的示威 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呢 可以說是已經沒有了 大部分的家庭 因為父母親也不重視孩子的教育 父母親不重視是因為 他們沒有能力重視 沒有時間重視 所以把家庭的教育呢 交給老師 交給安親班 交給幼兒園 以至於說呢 這個小孩子 跟父母之間 有一種很深的那種代溝 但是呢老師 父親父母的這種家庭教育 老師又沒有那種 父母那種血緣的親 那麼親密的關係 所謂血濃於水 這樣的一個關係啊 所以老師呢 並沒有辦法 把這些幼兒園的小孩 當成像自己的小孩一樣 這樣的一個教育 所以他的教育呢 只是點到為止 只是一種很 很粗略的 很表面上的教育 真正的那個扎根的動作 沒有辦法做到 所以家庭教育呢 已經是 漸漸的消失了 現在的雙親 雙心的家庭 很多 父母親呢 忙於工作 忙於事業 忙於前途 無暇來 無暇來 教育自己的小孩 那麼小孩只好呢 把他交給保母 把他交給幼兒園 所以教育 這個家庭教育的這個消失啊 也形成最嚴重的 這種 社會結構的動亂 因為基礎就已經不穩固了 所以呢 這個小孩子 長大之後 你要他生根茁壯 這個是 非常的困難 那我們說 老師 父母把小孩交給老師之後 那麼現在老師的素質 也沒有像以前這樣子 你看以前的這些 中了科舉的這些 舉人 這些秀才 他們一邊讀書 一邊來教化學子 他們是身體力行 那麼用私俗教育 一句一句的 將這個聖人的教化 來交給學生 那他們因為讀的都是四書五經 讀的這些都是聖人的教會 所以默默之中呢 就改變了孩子 他的一個氣息 他的一個資質 即使這個小孩子 他的秉性在壞 但是呢 只要有受過聖人的教化 那他的這個秉性 還是會受到改變 聖人的教化呢 可以用禮 可以用歸界 來防止他的這種習性 無限度的蔓延 讓他漸漸的 循序漸進的 引導他 引導他來走向這個 聖賢之路 這個是以前教育者 的一個用心 以前老師 他們可以說是用心良苦 真正的把教育 當成是畢生的自業 所以以前 老師是最受到尊重 的一個族群 在社會地位裡面呢 社會的角色裡面 老師是最被受尊重的 老師因為教導小孩子 所以呢 這個小孩子是父母的重心 所以相對的父母呢 也尊重老師 也把希望寄託在老師的身上 那老師呢 因為了身體力行 無欲無求 他只是呢 希望把下一代教好 所以以前老師是沒有薪水的 以前的人也沒有 沒有能力提供薪水給老師 那就是過年過節 那就是過年過節 拿著這些農作物 農產品 來供養老師 算是呢 對老師的一點心意 孔老夫子以前收學生 只要呢 只要呢 這個學生 帶著素修 帶著這個 一片肉乾來 來做為拜師禮 就收他為學生 教授他 這個倫理道德 那孔老夫子要的不是這片肉乾 他要的是那一份禮 那一份誠心敬意 所以以前人真有誠心敬意 真的是為了學問 為了這個下一代的理想 誠心誠意的 希望老師把孩子教好 那老師呢 因為本身也接受盛行的心理 那也感受到父母的誠意 所以呢 他不把學生教好 他對不起天地良心 對不起自己的良知本性 所以以前老師非常嚴 師言而後道尊 因為師道嚴格 所以呢 這條這個聖人之道 就顯得非常的尊貴 那所以 以前人 造惡少 雖然也有造惡 但是呢 跟現代的這種比例比起來 那是 為乎其為啊 我們現在看到 新聞在報導 電視在報導 電視在報導 每天都是衝刺的 殺到淫忘 貪稱賜愛 每天都是這些 每天都是這些 那麼我們所見所聞 也是每天受到這些污染 那所以 我們怎麼可以期待 在學校的教育 有辦法把 把學生教好 那因為老師自己就被污染 老師對於他那種使命感 也沒有這麼樣的看重 先 在我們大學畢業之後 我們都很希望能夠考上教職 某一份這個教職的工作 這個是我們最希望 尤其是當時在道場 這些道青們 也希望了某一份教職的工作 那麼最主要的出發點 也希望自己在道場所學 能夠教導下一代 那還有一點更重要的 當然就是教職的工作 是很穩定的 他不需要擔心後顧之憂 也就是說你不必為經濟生活 所苦 雖然不會說很富有 但是不會讓你惡道 所以教職的事業 大家爭破頭想要去爭取 那社會的人呢 大學畢業生 大家也都去報考 這個教職員的工作 擠破頭 可以說 錄取者為乎其為 那我們想到 那現代的人 做老師 他們所祈求的 是希望那一份穩定的單位 出發心思在這裡 真正的懷抱的聖賢的理想 要把學生教好 那只有在道場才可以看得到 在學校是看不到 那所以老師不像老師 老師也是為了混進口飯吃 學生不像學生 學生也是為了混進一張文品 所以學生哪懂得真是重道呢 老師哪懂得這個 什麼叫教學相長 教育下一代的這種使命 更何況現在的學教教育 都是偏重在科技 知識的傳授 有誰在講五輪八德 誰在講這些三缸五常 沒有人在講 因為知識科技的傳授 每天日新月異 不斷的變化 又有不同的理論出來 每天都必須應付這些 所以學校的老師 哪有辦法在這方面扎根呢 再加上他們自己沒有在修行 只懂得這個知識的傳授 所以教出來的學生 也是會利用知識 來做貪真摯愛 來做這些殺到淫忘的事情 真的會利用這個知識 來做人做事 那是很難得 那可以說是再來忍著轉世 根基相當好 要不然 在這種科技充斥的時代 要把這個學校的教育 交成聖賢 那是已經是不可能 所以學校教育也失去了 那麼學校畢業之後呢 出社會 那現在社會的教育呢 更是一塌糊塗 我們單看每天的新聞 每天的報紙所報的 哪一件事情是在隱惡揚散的 都是處心紀律的要挖對方的隱私 用盡各種心思 要把對方的醜聞給挖出來 成為家家戶戶 這個 茶餘飯後的這個話題 那他就有賣點了 那他就有這個利益可讀 所以社會的教育 完全是自私自利 為了自己的這個利益著想 為了自己的事業前途著想 沒有顧及到他人的 這個道德尊嚴 那別人也不會顧及到你 所以大家都互相彼此不顧及 彼此不尊重 彼此都不平等 所以形成一個 抗爭 競爭 甚至戰爭 這樣的一個 的關係的形成 所以團體跟團體之間爭 公司跟公司爭 國家跟國家爭 種族跟種族爭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社會教育的現象 所以社會教育有沒有 都是負面的教育 哪有正面的教育呢 真正能夠 展現在我面前的 有哪些 哪些